交下一条路 恒河生死为夜传 他沿一条河 照应惊声 十网传 河上一座墙 仙尘三尽冰黄游 尽头已快时日 尘缘截断 几三射 小妖君 唱什么曲儿呢 小阿英 你怎么又回来了 阿英 我才送你去历劫十七八载 给了你一个公主的身份 怎么结束得这么早啊 难道连皇家的真龙之气 也抵不住你这丫头的衰运了 你忘了你说过什么 在送我历劫之际 你说这一世 必定是长久安乐 可结果呢 被亲皇兄给 也是个糟心的命 真是阎王好见 小鬼难传 这条路我都走了二十几遭了 什么时候才试个头啊 这是哪家的仙君啊 看着气度不凡 有什么好看的 不过她为什么看着这么悲伤啊 我知道 好像千年之前 她喜欢的一个女仙君 爱上了妖族的狐王 那女仙君 驻狐王毁仙界灵山 掀起仙妖大战 她亲手在三军阵前 将心爱的女仙君 用法器 辟得仙缘尽散了 所以 她每年都会来瞧瞧 看看 能否寻到那女仙君的一点残缘 仙缘尽散了 都不肯放过她 真是够狠的 不过是求得一些心理安慰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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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舍得亲手劈死她 又何必赤缠呢 我若是那个女仙君啊 我必定是 生生死死 永不相见 走了 对了 方才晓妖君说 那个引起仙妖大战的女君 叫什么 阿英 我是说她叫什么 晓妖 阿英 阿英 兄爷 方才那人可是阿英 这世上哪还有阿英 神君忘了 你的元神剑是至高法器 剑下岂会有残存之人 一切都是殿下的幻觉罢了 阿英 我们终会相见的 人也准备了 因为你也是 他听得到 阿英 刚才王山 她 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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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将我的功法一练好了 师兄 你这孩子 在壳里孕育了百年 总算需要涅槃将士了 三界平静了这么久 是该有点喜事 参见陛下 在咱们梧桐岛 就叫本座凤凰 是 传本座令 宣告天下 梧桐岛要大宴宾客 庆祝第二支火凤将士 自祖神开天地 火凤从来是一灭 方勇一生 这还是头一遭 现任的凤凰还在 就诞生了第二支小火凤 这凤渊只怕是 正等着把这凤族的重任 交给小火凤 自己躲青县去了吧 见过贤主叙叔 师尊 礼已经备好了 古晋与凤帝是故交 就让他去送礼吧 时辰差不多了 你小师弟他人呢 弟子已命人去找了 这可是百年难得一谈的 闻仙药 谁剩下最后一谈了 诸位 开个价吧 我出 万宜岛 龟蛇灵枝草一根 识了 可延年益寿 能延年益寿算什么 本军出一件 绝无仅有的东西 本军两百年的修为 两百年的修为 怎么这东西 这是什么啊 这是什么啊 识人啊 古晋 你存心跟老子作对是不是 这每一次的温鲜酿 都被你一个人给买走了 要不要这么自私啊 驾高者 得嘛 得嘛 这啥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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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乃是大泽山弟子 纯正的仙门正派 这两百年灵力 够换这瓶酒吧 成交 多谢 这两百年 这啥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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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一口酒 连大泽山的名声都不要了 东华上君怎么会收了你这么个废物徒弟啊 没喝到的人才会问出这样的转话 喝过人就只会说 好酒 来一个 爱喝不喝 小师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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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都算找到你了 日址 来得正好 把我两百年的修为 付给老板娘 两 不是 两百年 老板娘 这 小师叔 这是你新收的弟子 是 这孩子才从人间修到上节 我看苗子不错 便收在门下了 好 本座赐你先号 轻衣 还不快拜谢师祖 好 轻衣拜谢师祖 起来吧 你好好修炼 未来比大有可为 这大则山上 人人皆可学 唯有你一个小师叔混不正经 千万 莫要学他 师尊 师祖 师祖 找到小师叔了 怎么了这是 小师叔在仙街上跟人赌酒 把自己两百年的灵力 全输光了 什 什么 他 他统公才两百岁 可不是吗 我这是好说歹说 又给了人一堆的仙气 最后还是答应 让您老人家 去给他的酒馆提字 人才给还回来 荒唐 荒唐 臭小子 师尊 时辰也不早了 还是等师弟回来以后 再教训吧 你们坐雪原仙车去吧 轻衣啊 你才上界 也跟着小师叔 去找找见识 是 师祖 轻衣 看好你小师叔 千万别丢大则山的人 小师叔 你也让我回来了 你才想要 就算是 你是怎么回来了 你说什么 这九州八荒以远古上神为尊 这神界之下 人界之上 还有仙 妖 幽冥为下三界 这神界那可是真神住的地方 唯有修成上神才能飞升到那里 只不过可惜啊 这神界的大门已经很久没有打开了 我原本以为做了仙便是尽头 没想到还能成神 那我们仙界是不是归神界官侠 是 也不是 天地万物有其各自的运行方式 三界呢 也各有其主 神界啊 很少干预下三界之事 师尊 您坚持让古晋去梧桐道 可是因为他的身份啊 下三界除了我们师徒三人 便只有天地和青池宫掌宫 直到古晋的真实身份 乃是真神血脉 两百年前 灭世之劫现世 元启的父神帝眷为了阻止这场劫难 以身迅事 他的母神怡和伤心过度 从此关闭了神界 全心全意拯救帝眷神君 可怜元启受此刺激 不知何故 神力全无 父亲 他的母神便将他送到下界来历历 不要走 火凤是真神的灵兽 这刚出生的小火凤 与古晋的关系匪浅 所以这一趟必须由他自己去 拯救三界 城市中这么厉害 神神有什么好玩的 冷冰冰 没啥意思 小师叔 莫非你去过 我没去过 猜的 刚呈现啊 是啊 小师叔 行 就凭你这身小师叔 以后我照着你 小师叔 你那紧我的两百年灵力都没了 你拿什么照我呀 两百年灵力而已 等你以后就知道了 咱们呀 什么都没有 就是有时间 两百年灵力嘛 玩玩就回来了 我不再回 小师叔 小师叔 别提了啊 师父他老人家呀 已经给你药回来了 赶紧收回去吧 多谢师尊的 这不是挺在乎的吗 聊胜于无 虽然呢 你要是被人打了 小师叔找不了你 那要说到吃喝玩乐 为我准没错 凌风 那不是前天帝 送给东华上军的选员仙车吗 想必里面坐着他那个废物徒弟 耍耍他 全身盖了 staged 被闹了 驾 主ope 用力尽 styl 行 你老弟呀 好久不见了 好久不见了 快快里边请 东海龙王老弟呀 好久不见了 里边请里边请 本军僵尸这么热闹 怎么能少了我呢 这样就认不出来我喽 天地大人 我水淋淋地直吸过出口了没 大胆 妖君洪若 此等先见盛世 怎请你来捣乱 东海龙王有所不知 洪若妖君 是我们凤凰多年的志愿 是特意来送祝福的 给你的信 三日前便已送出了 你这几日做什么去了 路过敖陵龙王治下的海界 发现几只酒头蛇在作乱 那时手痒就忍不住砍了 东海龙王 我宠你知的也不怎么平安呀 你 她竟敢当面听说不太好啊 是啊 还是这般不肯吃亏 今日是凤颖那丫头降生的日子 你别忘了 当年咱们在静幽山 你输我一局时从今答应过我 在凤族里任意挑选一个直媳妇 你看 今日我连定亲礼都带来了 你就算拿整个狐族与我为聘 我都嫌亲 今天拿个九头蛇的内丹 就想糊弄我 不怕我掀了你整个狐狸窝 这只是见面礼 等凤颖成年 我自会拿僻女来提亲 你堂堂天地可不许耍赖啊 陛下 这恶恶不可呀 我凤是凤族王者 怎可许配妖族为亲呀 对呀 这算怎么回事啊 不可呀 妖仙怎能偷春呢 谁说我要娶你们仙族女子了 早知道你过来是这个目的 我才不跟你来 红依依 你少自作主张 别说我现在不想定亲 便是想定妖族里成千上万的女子 岂不是比捧仙族的臭酒强 这 红依依 不得物理 这妖精倒是脾气冲得好 难道是和我们仙界有仇 你这侄子 性自倒和你一般无二 小子 你若不想成婚 也莫要辜负了你姑姑的一片好意 须知言多招回 你走不走 谁说中国人 这也太不理ır 了 這也太不理了 真是无理正事 大理理 仙多 guarantee 侯艺 来都来了 就算不谈情事 先接不乏法力超人的有为仙君 若能在这姐教几个好友 все我计1 那行啊 浪费时间 你没事吧 多谢了 小师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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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你说的 法力昌然的仙族仙君 你跟我切磋得着吗 黄奕 不得无礼 你哪位啊 什么切磋 用你管 你这什么意思啊 你知道 你方才甩出去的人是谁吗 这位 可是大泽山东华上军的高徒 有本事的话 跟他比试比试 不必 什么比试啊 我就是来吃饭的 不是来切磋的 你走不走 你若还想留下来攀附先卒 我自己走 同意 你别走啊 伤了大泽山的高徒 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 呦呦呦呦 呦呦呦 林峰大少什么时候 那么为我说话了 我对刚才那位妖君 还有话想说 若是林峰大少 能助我追上那位妖君 这两日的闻仙酿 补尽双手分上 当真 是 既然林峰大少会这瞻云局 不就纳闷了 这脚底下贴着个腾云符 有何用 你耍我 方才烧我仙车的人是你吗 是我又 好了好了 阿姬 陛下还在上面看着 你不怕闹笑话 好了各位 得入席吧 这个仙君是 孔雀王滑墨 公主滑书到 孔雀王滑墨 孔雀王滑墨 孔雀王 不必多礼 多年不见 你们家这个灵力丫头 远发的光彩照人了 谢陛下 快请坐吧 师兄 师兄 这仙姐的女君 都这么漂亮 这满屋子的女仙君 竟比不上华叔的一根手指头 后悔跟碧云定亲了吧 华叔是挺美的 但万一刚出生的小伙凤 艳鸦四方 你岂不是又得退次婚了 是得好好考量一下 孔雀也不光是二流仙门 却总是仙比天歌 你瞧瞧她 把孔雀玉丹 她在头上炫耀 殊不知 凤族有一个传承真神的虎黄玉 那才叫尊贵 等虎黄玉一出 恐缺欲胆 还不黯然失色了 正如小伙凤一出来 谁还注意到她呢 诸位 请 分享 我会变成 不离 小伙凡 不好好在壳里呆着 倒用我教你的唤醒术满岛乱跑 说 为什么要跑出来 我若是不赶紧出来看看 我都不知道要被你随便指给谁了 对了 石泽 以后我的婚事我要自己做主的 你们谁都不能安排我 你这个怪账性子 也不知道是随了谁了 随你呀 我有一事小分 若是做了神仙 尊卑贵贱可都是天定的 为何这样说呀 我方才看到一些女仙君 她们都想加入高门 还有那些男仙君也是如此 各个攀比家世 好比家世就是一切 我不太明白 他人可以这样想 你却不可 你天生就是王者 怎知他人的苦处 那我想好了 我不要一将士便做凤凰 我要去游厉四方 品人山八苦 然后再回来 公平地与族人竞争凤凰之位 你当王位 是这么好做的 哪里活凤 不是历经重重劫难 等你这样生之后 不知道有什么苦在等着你呢 主人 今日来客中毒 梧桐岛撤了结界 我正好混进去伺机而动 再过一个时辰 就是火皇降生时 那火皇月想必就在他身上 两百年了 本尊等这个机会等得太久了 当年仙妖两族 把本尊封印在这煞鱼 凤冤也有份 拿走火皇玉 杀了那只小凤凰 你答应我 今天圣臣来向我家提亲的 为何迟迟不来 你是不是电梯上划书了 我看你今天看他 眼睛都在发过 我 我那是帮雷撤长眼哪 秦瑜他们跑哪儿去了 这么大的院子 到时候又走丢了 今日来的大多数仙们 都想攀这门亲事 可我说 你们都是痴心妄想 火凤本是真神灵兽 除了那唯一的小神君缘起 谁能配得上他 真神怎么办 他一直在神界 谁都没见过他 说不定他丑绝人寰 小火凤根本看不上他 你怎么能妄议真神 怕什么 神界的门关着呢 再说了 那个元起 无非就是比我们 投胎强了点 还不是自打出生起 就爹不疼娘不爱 嘻嘻 而且我听说呀 当年的神界呀 乱着呢 他的母神怡和 和一个下界神君 有一段风流运势 说不定啊 元起并非他们亲生 递卷神君运势 或许就是发现 元起并非什么真神之子 气得往那灭尸之节里一跳 反而成全了他的美名 住口 你 你谁啊 竟敢口出屋檐 又是你 问你什么事 帝圈真神乃是为了苍生而死 你连说他的资格都没有 追着我身上 快怎么说怎么说 李锋别打了 李锋停下来 就你这样毫无先例 还敢替真神出头 你真是自不量力 混蛋 你放下来 你快放他下来吧 你方才的话叫他听了去 若传出去 这不不好了 你倒是提醒了我 你要干什么 他方才听了我们说话 若是不消除他的记忆 他定会出去乱传 再惹来祸盾 你连下军都未曾进击 余烟这种法术 非得上军法力方可施用 一个不好 恐怕成他元神 不妨 我看我爹用了 看起来也不难 消除一半也是好的 你个混蛋 停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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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 什么人在多管闲事 放我下来 红裙子 六方 那 莫非阁下 是华叔殿下 华叔 华叔殿下 李凤他只是一时糊涂 不是真的 华叔殿下 我跟古今就是闹着玩呢 你别当真啊 华叔殿下 华叔殿下 被一个女人所救 想必你也不好意思声张 华叔殿下 华叔殿下 方才替我解围的 可是殿下 原来 是把我错认成 刚才强巧那个女君了 在下大则山谷进 区区小事 合足挂齿 原来真的是你 多谢殿下出手相助 好 脏了 多谢 今日若不是殿下 我恐怕难逃一伤 我会报答殿下的 不必了 举手之劳 无需客气 不可 师尊曾经说过 知恩图报 有事有还 殿下有什么想要的 尽管告诉古今 古今一定为您取来 这位小仙君 真是好大的口气 我们殿下想要什么 仙君真的都能得来吗 当然 那好 我听说小火凤 有一块 一和真神所测的火黄玉 必是这一件 小仙君你就拿不来 火黄玉 殿下是想要这块玉吗 只是想见识见识 仙君年岁尚清 今世少 实在不应随意许弄 不 我 我可以取了 我这就为殿下 去取这块火黄玉 告辞 殿下 殿下 为何要扔下这装饰呢 方才明明就不是您啊 大则山的人情 送到眼前的 为何不要 说不定 以后有用得着它的时候 至火皆间 怪不得 无论如何都破不了 是 它的血 竟刻一破结尽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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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 这怎么回事 我不要你的灵力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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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师叔 纤约 都散尽了 什么 这车都没想过了 没想 燃魂灯 我同你去 这个音频 我们要送你 我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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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凤云的一丝闲蕴气息都没有 怕是 已经被火黄玉撕碎 堕入时空乱流之中 你为何会出现在凤云的涅槃之地 我就是想见那块火黄玉瞧瞧 你要看到火黄玉做什么 我原本在结界外的 但不知怎的就有一股力量 想把我往结界里扯 我原本都有索仙中 把自己控制住了 但不知从那里冒出来一道黑影 就把我的索仙绳斩断 我就还是被拉进来了 我的火黄玉好像受到什么惊动 它突然就炸开了 速去查查 岛上可有此人 陛下 陛下 几万年才生一个火凤 今日不明不白地祭灭 请陛下赐他屁股雷行 是啊陛下 纵然他是东华的弟子 但他毁了我凤凰一族的王者 死仇 不共戴天 死仇 不共戴天 陛下 无论如何解释 都是我一时莽撞 才会让小火风先远进散 无论何等惩罚 都认 还请陛下 手下留情 不必手下留情 任何惩罚我都认 你 你让我如何向你的师尊 和你爹娘交代 无论我是谁 总归一人做事 一人当 陛下 和你爹娘交代 不必手下 手下留情 陛下 诸位长老 老夫掐旨一算 知道小徒顽劣 撞了祸端 这就赶来了 还请诸位 看在老夫的薄面上 给小徒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 还怎么补救 陛下用燃魂灯都已经寻过了 凤银的仙缘已经撕碎 三剑之内踪迹全无 连重聚之日都没有了 老说这里有一座镇魂塔 乃上古神器 小凤军虽然仙缘散尽 但肉身还在 若将它的肉身 蕴养在这里 可保不服 日后小凤军先缘得归 还可以免去万年的苦修 老夫还知道 幽冥界有另一座镇魂塔 两座一同召唤 或许能换回小凤军的先缘 问天路 师尊 我 我可以去问天路 只要能让小凤已回归 我 我怎么做都可以 问天路乃通神之路 有神之威压不熟 若有求于问天使 还必须扛住九道天边 这天边边边打在原神之上 若你不是半神之力 恐怕会先踢陨落 问天路万万不可去 我这就去幽冥界 求解另一座镇魂塔 还请诸位给老夫一个集会仪式 若不成 再承接小徒不止 事宜至此 就请东华上君 事宜是吧 老夫 岁上君 Glen 就是我 阴着擠沙羅 我 转着下一颗 雷劫第三 我 两款 一人 videos Ya 真的 黑 叹 冲 碧莫隆丹 往事处暗人 却已碰过往心的游暗 细时从容颜 细时与回首之前 人道甚至 我有所求 只这所惯 人 直破无名 古晋 不 校园齐 你可是来求问小火凤之事 是 问天使 我想求得奉引先远回归 那你可知 无论你是低阶小心还是真神 求到问天使 必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不 我知道 但若不是我当时 恰巧在那附近 那个人是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 破开天地的炙火结界的 又是因为我身上的混沌之血 才引得母神亲赐的那块果黄玉 将我认了出来 将那小火凤的仙缘都吸尽了 这一切都归咎于我 那火凤 历来 一灭方有一生 凤银本逆天而生 所以她的回归更是逆天之举 你若此刻后悔还来得及 我不会后悔她 无论是任何代价 我都愿意 好 那便记住你今日之言 本神赐你一道劫难 你会以身应劫 换取凤银归来 你会以身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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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它依赖你 我价钱 以身应劫 没想到 为了凤婴回归 要让古晋付出如此的代价 这问天使的咒 可有劫法 问天使乃祖神晴天所设 你与问天使做了交易 便是对祖神做了承诺 如何能劫 就算古晋躲回神界 也避不开 你不知日节何时来 以什么样的形式来 终其一生啊 只怕是不得不提心吊胆 地眷真神尚未苏醒 一何 当年把这孩子交给我们 难道 就让这唯一的真神血脉 陷入危机吗 老夫佐业推算古晋的命数 他的节生门意在凤隐地回归 所以他们之间因果缠绕 绝非这么简单 总之啊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数 他们的命运 尤其是你我能决定的 顺势而为吧 罢了 这两百年 我已集齐了陈放的仙缘 自明日起 我会闭关海外 为陈放酝养仰仙缘 天地之位 我已暂时交给兰锋代礼 这三界 该留给年轻人了 至于 古晋说的那个 不知是妖是仙的人 至今未找到下落 日后 孔三界未必太平啊 我在没 mapa 小师叔 小师叔 我给你送酒来了 好 Voice of Destella 小石说啊 资云路 资云路来了 轻衣 我来啦 船无欲令 赴近玩猎物室 尽足后骨 不得出 肥痴 你也太精忠职守了吧 陛下说了 每个月允许轻衣进来一刻钟 给我送吃食 这 时间也快到了 你通融一下不行吗 差一刻 差一瞬都不是一月 还有啊 请叫我火赤 谢谢你 吃 我吃掉把你放火上烤的吃掉 轻衣 小石说 我的罪欲路 等你等得好辛苦 谢了 轻衣 小石说 师父都说了 他的罪欲路虽比不上文鲜酿 可以是一年才对这么一桶 灵力充沛 你可得省着点喝 他省着点喝 知道了 这位月又只能一直钓鱼吗 劲骨也没有别的玩的了 好吧 来吧 对了 我的回信来了 信 华叔殿下来信 我说我进来之前就给华叔殿下洗一洗 我又在这儿待了十年了 为什么信还没回来呢 小石说 我看你就别惦记那封信了吧 华叔殿下是我们先界第一美人 想跟他成亲的人 能从白鸟岛排到咱们大龙山呢 什么 他要成亲了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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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在等我就好 天地都说了 小火风一日不苏醒 你就一日不可出禁锢 可是到现在小火风还没有醒过来 你是什么时候才能出去啊 你一个人在这儿孤单寂寞的 我真怕你会得了什么心急了 你问我我能问谁呢 按理来说 这问天使也不应该出岔子 你说那么大个禁锢 救我还有一些未开支的野兽 我感觉再这么待下去 可能连兽语都要学会了 时辰将至 我的追落 还好 没睡 没睡就好 轻衣 先帮我拿着 嗯 来 这是什么 这好像 是一颗水凝兽的蛋 水凝兽 那是什么 水凝兽你不知道 水凝兽乃是我们九州八荒 最补的灵药 它们的灵丹是大补之物 可以修复破损的内丹 还可以补充百年先例 皮可治外伤 无可治火伤 连指甲都能入药 可惜水凝兽一族 在齐万年前就已经灭绝了 居然被我在静谷发现一个 这么厉害 小师叔 那你要把它吃掉吗 我怎么可能把它吃掉 要不然 把它送给凤一爸 说不定他还能提前醒过来 时辰一致 速速离开 时辰到了 小师叔 我就先走了 等你的弹封出来我再来看你 好 那个 回 回信来了告诉我啊 好 那些先手都是怎么把弹封出来的 说要抬轿吗 小家伙 那个 我也是第一次复担 没什么经验 但是你的先单对我很重要 一呢 你能救凤影 二呢 我跟华叔殿下的未来 就压在你身上了 所以你要好好加油 跟我一起把自己孵出来 好吧 但是今天好像也不早了 明天再努力吧 来 睡吧 睡吧 好像那些当娘的 都喜欢把蛋窝在最暖和的地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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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姨这卤肉做的倒是挺好吃的 奉影成绩那么久 一醒过来就吃一颗灵丹 会不会太清淡了 卤味蛋腌制技法 八角 割里头 桂皮 这大的 一丢 香叶米 割里头 胡椒 没日子 泡一泡 等你破壳之日 我就可以拥有一颗卤味灵丹了 大坏蛋 屁 大坏蛋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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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不错的嘛 你笑个头啊 刚出壳就乱跑 还跑劲骨里头去 我告诉你 这个劲骨里头全都是一些凶猛没开化的野兽 你自己就这么跑去被人吃掉了怎么办 你的林丹是我的 被他们吃掉你要白白浪费了 听见没有 哭什么 好了 你别哭了 我 我就吓唬吓唬你嘛 你 你现在也话行了 我也不好意思拿你那单 我有一个朋友 算是你的亲戚吧 要不然这样 等你长大了以后 我们去请教请教他 直接用你的灵力救人 行吗 好了 好了 来 来 没想到真把你孵出来了 兄弟 要不然做我灵兽如何 看你阴阴的哭那么难听 叫你安音如何 你别乱跑 我是不是跟你说了不要乱跑 下来 你别跑到上面去 别乱跑 我都跟你说了 折腾了半年了还没折腾够吗 告诉你 从今天开始 你连这院子门都别想出 别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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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吃饿的是你自己的 吃饱喝足 小艾我先睡了 乖乖待着 别做徒劳的努力了 我布了结界 你别做徒劳的努力了 我能出去算你 这是什么 我看那大坏蛋好像很喜欢喝 那我就全部给他喝光 好 好 好 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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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哪儿 石 石阿姨 你化醒了 化 化醒了吗 我还可以说话 你怎么 吃了你 刚化醒就想把我吃了 报复心那么强 就你这点仙力 逗得过本大爷吗 我 你 你 我 你 这点仙力 师尊 水泥兽已灭族数万年 没有水泥兽灵力来源 玄乎之水的滋养 水泥兽极难存活并孵化 更别说 短短时间就能化醒 是以弟子听闻轻衣来报 深觉不妙 前来告语师尊 阿姨 我回来了 我派人给你送的新衣服穿了吗 你 这个锅干嘛 要给我做饭吗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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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阿姨 你 你 你 穿上新衣服还挺好看哪 你 你 你做什么 快把我放下来 你一个刚化型的小仙兽 什么时候学的锁仙咒啊 想剖我单 坏蛋 今天 对你 对我 你就记得我 我剖你单的事了是吧 你怎么不记得我对你的好的 我 我照顾你 我把你孵出来 你换成人形 我还给你换新衣服 这些好事你怎么就不记得呢 你先赶紧把我放下来 我们好好聊 我铺 八角 高里头 胃皮 高里头 香叶 高里头 子然 高里头 产业高里头 全部高里头 行 有本事你就把小爷我也高里头 来 高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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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大活力 啊 阿姨 啊 阿姨 赶紧把我放 你什么时候偷了我的乾坤袋 你别乱动 里面都是一些灵符仙器 你用不好会被反噬的阿姨 阿姨 喂 你 你真来啊 你 臭丫头 跟小爷斗 你还嫩了点 老爷 你真别乱用这些纤符 这个是一个笑 符 快跟我 我还得把符给我撤了 这个符则 这个是电笔 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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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快点 好 快给我解开 这个真不得 我的屁股 阿姨 你 够了没有啊 臭丫头 小叶 我要是认真起来 你小蜜可就不保了 你别碰这把刀 把刀 阿姨 你这就过分了 既然你坏了行 咱们就得讲讲 先见法则 君子道义吧 实话实说 你是我帮你 从大理府出来的对吧 你现在不报答 我的养育之恩就算了 你还想要你这样 对对 我 我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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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双 带你玩个更好玩的 嗯 嗯 别说话了 这小子 没一点长情 还能被个小仙兽止住了 仙山 闪门去 室尊 室尊 阿姬名册上这血光 是劫难破尽之招 他向问天使取的以身应节之诺 还是没有躲过 这水凝兽正是他的劫难 前击算尽 仍躲不过天命啊 古迹乃帝眷真神 和一鹤真神心头血化成 继承了最古老 纯粹的混沌血脉 怎么会怕一个 小小水凝兽带来的劫难 这水凝兽来得古怪 为师看不透 他与阿进的未来 若他带给阿进的是万劫不复 身死神霄之劫 真神也不可幸免 一个不值一提的低阶仙兽 敢威胁到小神军 杀了就是 贤膳 这位正是青池宫掌宫 红绸大人 他自神界下来 是一直看护小神军长大的 贤膳 见过红绸大人 东华你等知道 我下留仙剑 看守青池宫 只为等候小神军 重返神位那一天 我将你大泽山山门卷路 记载掌心 时刻挂念这小神军的安危 就因为 我信不过你 红绸大人 还是如此不留情面哪 就因为你没及时阻止小神军 才让他以身应节换的火风生机 当年若是我 宁可我上文天路 也不会让小神军有丝毫受损 火风一脉 纵然珍贵 可怎比得了小神军的安危 如今这劫难破解 你还不尽快把这低阶仙兽 抓出来处置 万万不可 小仙兽也是三界圣灵 岂可随意杀罚 一鹤真神早有诏欲 不可为小神军 乱了三界秩序 此举为天道 也会损害小神军自身机缘 我可试试 避开此劫的法子 好 那便试试 若你的法子不成 我便用我的法子 出之能享受 喂 你 你到底想干吗 走 听什么听你的 我才不走呢 为什么不走 我听什么听你的 这是什么 穷奇吧 抽鸡不选反十八米 开心了吗 臭丫头 好 聪明 这穷奇最爱吃的就是火福了 该怎么夸你好的 虽然是聪明些了 但这符咒估计撑不了多久 这符咒估计撑不了多久 那你说 怎么办 算我是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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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屋台 厉害吧 快跑啊 好 快 这边 不行 这边 这 别别别 这边 这边 走走走 小心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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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尊 成了 我已将他二人结成主仆器 这水宁寿小阿英 已成了小神君的仙仆 无论是阿神结 情结 恩怨结 都可借此契约化结 只要主仆器不结 小神君便可安然 正是 师尊已是半神巅峰 激进尽神 他老人家结的主仆器 三界能结者少之又少 大人只管放心 那便先留着这小时候的性命 我会一直关注 小神君的安危状况 这水宁寿胆敢劲返 我也不会再与他客气 你刚才对我做什么 你为什么需要说话 明明是你需要说话 我 我有记忆是不是 小师叔 清姨 你 你怎么来了 师父叫我来这儿找你的 这就是阿英啊 他这是受主仆器惩戒了 主仆器惩戒 那是什么 师尊将你和阿英结了主仆器 他不可对你期待心 不可生妄念 不可伤你分毫 不可 等等 你的意思是这臭丫头 以后休想再伤害我 谁也许你们给我接触不起的 否则就会像这样受到偿见 是这样 这 这又是什么 这也是受主仆器的限制 他的活动范围 仅限于你的周围 而且必须听命于你 听命于我 有意思 感谢师尊 救我于水火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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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什么声音啊 还拿着刀呢 折腾已宿了 挺倔啊 伯二 该出来了 师尊 来了 走了 静谱的静置解开了 难道小伙风已经回归了吗 臭丫头运气不错啊 刚化型就能出去见见世面 出去以后得听话一点 知道没有 听到没有 师尊 我与贤主师弟 师尊 来 你慢点 古静 见过师尊 见过两位师兄 来来来 土地 让为师好好瞅瞅 瘦了 瘦了 什么 瘦得好 我 你就是小孩音 你都把我跟这个坏蛋连臣主仆气了 还不知道我是谁 明知顾问 丫头 你放恭敬些 这是我师尊 大泽山长教 师尊又如何 还不是仗着自己先立高就欺负我 我们都欺负我 我若是没有与你接着主不起 我早就与我水泥兽一族团聚了 何至于此 水泥兽一族 早在七二年前的神魔大战中 就被灭族了 不过现在三界之中 还是有一个你的远方亲戚 上古水凝神兽健在的 但你要跟你的族人团聚 那就别想了 我 没有假 阿音丫头 我将您与古晋结成主仆气 正是吉原所致 不仅对古晋 对你也有益处 眼下 我还不能给你们解开此契约 不过 作为补偿 我先送你一份大礼 师尊这是在用神力 为阿音洗脉筑击 重塑先生吗 这可是旁人 求都求不来的大造号 水泥兽一族 天生仙力孱弱 若他自己修炼 就算百年以后 也难有起色 有师尊帮他 他的修仙之路 定会顺遂许多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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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 夏音 我与你礼约 你若助我大泽山 及其梧桐岛小火凤的先缘 完成此大愿 我便为你解开此契约 你也可以正式成为 我大泽山的弟子 师尊 师尊这是何业 凤尹不是已经崇德生姬了吗 那些崇尼的先缘 不会自行回到他的肉身吗 我们也是这么以为的 可凤尹的先缘迟迟迟未归 必是出了岔子 散落在三界各处了 我在推演时 曾感应到凤尹有一份先缘 就在我们大泽山 却不知具体骑在大泽山的何处 若能找到凤尹这一份先缘 其他八份先缘 必有线索可寻 师尊 徒儿找遍大泽山 也定会把这一份 火凤先缘给找过来的 长江师尊可不能耍赖 若是我帮你们找到了火凤先缘 并把余下的全部给找齐了 你就得帮我跟这个大坏蛋 解开主不起 不耍赖 只是你二人的先力尚浅 大泽山许多地方无法通达 还需加紧修炼 我才能助你们二人 更快寻得小虎凤的先缘 没错 你二人修炼得先力越强 越不会被禁之所牵扯 即使主仆器仍在 也可分开行动 对你们找齐小凤君的先缘 也会方便许多 好好修炼也可以分开 不错 这套净化水约的功法 正是和主仆器者共同修炼 你二人修炼得法后 只要心意相通 便可达成真境 好好琢磨 小师叔 大家都在 小师叔 你可算出来了 朕没想到 十年的静谷修炼 现在已经是如此的气度不凡哪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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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是啊 气度不凡 他 小阿姨 你也是 你比轻衣说的 可是要可爱多了 化形这么快 看起来竟是如此的俊秀 俊秀 他 小阿姨 来 这边是见面礼 从今天开始 我们可就是一家人了 家人 对 一家人 来 快拿着吧 收着吧 小阿姨 你怎么会啊 不用看在我的面子上 就给郑菠 你这是冠军的啊 你要记住啊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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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 多谢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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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泽山这么大 要找到火风仙缘 要上哪儿去找啊 慢慢找呗 总会找到的 要不往那边看看 那边 什么都没有啊 那边 看不着 再往上一点 看不太轻 吓一点 你把我当你飞新鲜气啊 要不是这个主不气 我比你飞得快多了 还需要用你吗 行 我飞得慢是吧 行 行 让你看看 你干什么 夹住喽 超过劲 怎么样 我这么快了吗 过劲 过劲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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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飞得痛快吗 丫头 就你那点破本事 没有飞行服你又有能飞多高 这是哪儿啊 不管了 先找吧 找到之后我们都可以解脱了 皆大欢喜 战斗站不稳了还找仙缘呢 行了 先休息吧 这里是我的住处 休息了 明天再找 休息 走啊 走啊 掌教世泽说什么来着 他老人家给的修炼工法 你当摆设啊 昊月当空 正是天地精华最精纯之时 修炼的最好时机 今天如果不找的话 就修炼 那个刚化型的小兽 懂得倒挺多呀 我还没化型的时候 不知道谁抱着我 老跟我讲什么人间画本 修炼工法 说什么 你还没化型的时候 你就看得到外面 是感应啊 不是能看见啊 我要是能看见的话 我就瞎了 我还没化型的时候 就要被你左右 如今我化型了 还要被你拖来拖去 不行 修炼 现在立刻修炼 修炼完了 我灵力高了 就不用被你拖来拖去 走 走啊 但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我要睡觉 告辞 你又要干吗 你又要干吗 笨蛋古静 你就当一辈子 好吃懒做的 非差二十组吧 好吃懒做 正是本仙君的一生梦想 你 怎么了 你要是这么不思进取 你信信念念的华氏公主 不会注意到你的 你怎么连华氏都知道 你喝多了醉一路跟我说的 在火凤诞生宴上 孔雀竹公主 出手相救 帮你解围 你追上去一看 姿色绝顶 立马就心动神迟 在此之后呢 就是茶饭不思 求之不得 忤媚思福 你闭嘴 闭嘴 不 闭不闭 你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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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这些事情 不能再由你和我之外的第三个人知道 听见没有 是 不服是吧 不服你别说话了 不了 我跟你说啊 若是日后 你与华叔公主 花钱月下的时候 那 你要登上我吗 确实也不能老代人这个托邮萍 那你就练 我说 我说 你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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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喜欢的 你真是 你真是 我 这 你真是 你真是 我没有 别乱动啊 没乱动啊 你真的很无聊的 别动 细节目 我屁股坏 你搞什么 追云幻梦 用九天为敬 千水为困 临栈四方 你五行跟方位都错了 我哪儿错了 我 我这得要随机应变 你不懂 那你也应该按照 规定的阵位上走 一会儿风雷阵 一会儿离火阵 我怎么知道你要怎么走 一会儿风雷阵 一会儿离火阵 你是我的小仙兽 我脑子里在想什么 你应该清楚 怎么一点默契都没有 我的大床 我想死你了 我想你了 我的大床 你想念我的大床干吗 你起来 你干什么 你也要睡这儿 我当然要睡这儿了 你修炼又没有进步 我们又不能分开 我只能睡在这儿 阿茵啊 阿茵啊 在一对男女不是仙侣的情况下 同床共枕的话 是不对的 明白了 那我们要做仙女吗 你是在故意惹我生气吗 你之前是受刑的时候 你不就一直睡地上吗 我又不介意我们两一块睡 我去找茅厕 希望我回来的时候 你已经睡着了 在地板上 你有事吗 我要睡床 行 那还有 你要跟我好好修炼 行 你不能带我在空中绕圈飞 好好好 你不能让我端茶倒水垂背 还有 行 我一会儿给你细气地 列一条准则 我从今天开始 我都不再命令你了 你现在可以先转过去吗 谢谢 再远一点 好 第一百二十三条 古静 不许 都一百多条了 够了吧 行啊 你我再词摁一下手印 协议生效 好 好 祝我们以后和平共处 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好 既然协议已定 我们就按人间的话本来 以水网为界 一个人朝床头 一个人朝床尾 互不侵犯 现在可以睡了吗 可以是可以 但是我 好吧 这王河总 我睡一会儿 被这个笨蛋拖累 我这仙徒可怎么办呢 其实吧 小叔叔他这个人 除了有点爱使坏 得礼不饶人 懒惰又不上境外 其实 其实他人还是挺不错的 反正你也不用跟他做仙女 过一辈子嘛 忍忍就过去了 仙女 清姨 你当时提醒我了 等到时候找到小伙凤的仙缘 我就不用再拖着这个笨蛋了 那个时候 我就可以 拖空自己的命运 奔上光明的仙徒 可这跟仙女有什么关系啊 水泥兽一族不是早就被灭族 没了 我可以复兴水泥兽一族啊 复兴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大力繁衍后代 所以我要找一个品格优良 样貌绝佳 仙谷卓越的仙军 并且要无条件支持我 孕育水泥兽的仙军 来自我的仙旅 这才是重中之重嘛 对吧 对对对 梦里想得倒是挺美的嘛 但在这仙界之中 像我这样仙谷卓绝的仙军 可没几位哦 像你这样 好吃懒做 现在还自大 能找到第二个也不容易了 我跟你说 你赶紧休息好 休息好了 我们就去找小火凤的仙军 听到没有 紫门生死由命 入贵在天 闯入紫门 方文路妖界三重天 得罪了 你干嘛 我早就跟你说过 三重天生死门里 三重天生死门里 是历代妖族最强者所拒 强悍至极 你现在的势力 要不是你 我早就闯过去了 不要再任性胡来了 跟我回靖游山 你身为妖狐族王储 也该学着处理一些族群事务了 总是在外面跑 姑姑如今做了狐王 就爱摆出一副深明大义 为狐族鞠躬尽瘁的样子 可当初父王战时吃惊 让你回家时 怎么就只想着跟妖狐族 二皇子林墨纠缠不清 父王母后独木难知 生死战场 那会儿你又在哪儿 弘奕 当初新妖大战 我没能及时赶回 我很后悔 所以弘奕 为了王兄和王嫂 我更得看顾好你 你 放开我 我不用你管 静谷这秘铃我都来了多少回了 要真有那份小火凤仙缘 我不是早就找到了 干嘛非要来这儿找 那万一呢 没有万一 阿鱼 你自己在这儿待了这么久 害不害怕 当初我们在洞中相依为命 谁知道我被五赖古镜给捡走 留你自己在这儿 不过你现在放心 我这就带你走 跟在我身边 总能想办法让你划心的 走 你居然还偷藏了一颗水凝兽袋 过来 阿语 你慢点儿 阿语 阿音 先别过去 阿语 没事吧 你先别过去 这是混沌之气 看来此处啊 是神界安置在此的剑种 我去哪儿 天宝 阿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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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七星 这是母神的古地剑落入三间 凝聚成的混沌剑林 怪不得母神让我在大泽山修炼 原来是要借助混沌神力助我修行 这混沌剑 倒还帮他促成了剑身 这 这架势不会要让我为主吧 阁下 我无意闯入此处 那个 告辞 你快走 我 我 我 慎楚 我 我 刚才那把神器任你做主了 好 那个 大兄弟 商量一下 你先出来呗 商量个什么商量 你这就是狗屎玉 偷着乐吧 他灵力太强了 万一不小心让我禁神了怎么办 我才不想禁神呢 你笑什么 你下去还不是呢 还禁神 我 我 剑绝 出来 出来 出 这是刚才那把 威风的神器 这 武器都会随着主人的法力 变化它 总之也认主了 你以后就叫 原神剑吧 嗯 你看这把神器 刚才多威风 一到你手里就变成了这样 你还不好好想办法提升自己 管那么多 嗯 水凝兽的质于灵力 还舍得给我用 为了 感谢你刚才救了我妹妹 什么 听不见 妹妹还给我 没了 什么没了 在哪儿 在这儿呢 别再弄掉了 这儿居然还有一棵梧桐树 怎么了阿爷 我感觉这个树里好像 好像有什么东西 不就是一棵树吗 难道 凤影的仙缘 我 凤影的仙缘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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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居然会在一棵梧桐树里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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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尊 师尊 我们找到仙缘了 小火凤的一分仙缘 已经进入火黄域了 这一分仙缘 是我们在剑种的上古梧桐树 树心中找到的 凤其梧桐本就是 古往今来的道理 之前还真没想到 想必另外八份仙缘 也在三界那处梧桐 岛外的上古梧桐树里 散落的仙缘 灵力太弱 无法自主回归 只有这火黄域 能吸回小火凤的仙缘 也就是说 我们只要可以找到 其他的上古梧桐 我们就可以找到 剩下的仙缘 上古梧桐得天地灵力所生 我所知的倒有三处 一处是妖狐一族的 圣地靖幽谷 一处是紫月山九渊煞狱中 还有一处是前天地 已成灰曾经修炼的地方 鬼须山 其他几处只能继续探查 既现在我们已经知道 三处上古神树所在之处 那找到凤与仙缘 岂不是很容易了 掌教师子 虽然你已尽神 但是你答应过我的事情 可别忘了 我与你这卦名弟子立了约 老夫岂能忘 等小火凤的仙缘重聚 你必得偿所愿 对 只是此路凶险重重 就看你的原法和造化了 这是为师晋神前运出的仙丹 祝你二人提升仙力 日后仍莫望日日修炼 多谢师尊 阿晋 这遮天伞是为师自修仙戟 便戴在身的法器 此伞 半神之下无人可损其半分 为师今日就送给你 护你周全 多谢师尊 阿晋 再关心 阿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雷师将赴神界 不能再留下界 以后 万事就靠你们自己了 你们好生珍重 只是那小火风的肉身在镇魂塔中 不知能支撑多久 若肉身消融不存 仙缘无所归一 那是小火风 真的就回不来了 徒弟啊 你需快些 徒儿明白 不知能支撑多久 大则山好久没有那么厉害 世尊仁言真好 近身上神有那么多人来到 掌娇世尊这么厉害 为何你像个废柴 我怎么像个废柴啊 凤鸣 凤鸣 你也来了 是啊 我是同凤鸣长老 来向东华仙尊道贺的 我看蓝风帝君 还有天宫四仙尊也到了 你可知 天宫的私职选拔 马上就要开始了 这一次 可是有位高权重的私职职位 正空缺着呢 我就不去了吧 你也知道 我对这些事情 向来不感兴趣 那好 那我便不拉着你 去他们跟前露面了 告辞 告辞 天宫四职 是所有仙君都可以去吗 怎么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什么叫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在人间画本里 已经看过了 若是想要复兴水泥兽一族 必须要在天宫中 谋得一贯半职 这样才能在仙界有话有权 如果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 给我们水泥兽一族 谋得更多的好处 你哪还有什么水泥兽一族 不是跟你说了吗 都没用 以后会有的 反正会有的 我现在很有信心 毕竟已经找到了 凤里的一处仙缘 再集齐所有的仙缘 我们就能解开主不器了 到那个时候 我就可以好好振兴我们 水泥兽一族 行 青日的仙君这么多 卷仙禄 倒是能排上了一半 这是什么 拿来看看 卷仙禄 我要把我所有中印的仙君 全部记在这个上面 什么也没有啊 你懂什么呀 还没开始呢 我定要责到一个 仙力最强 颜值最出众 品质最好的仙君 来自我的仙人 这么厚 你要写多少 是个狠人 二位仙君 小女可曾是与二位见过 似乎是在上辈子 不知二位仙君 可否将性命告知于我 你朋友 小屁 人都被你笑走了 你从哪儿学的烂搭膳术啊 蠢死 走了 仙君 这位仙君 我们似乎 走 这么多人有什么主不起啊 伤害把别人不知道是吗 你倒是什么人都敢乱搭膳 你知道这个人谁吗 谁 我还以为是谁呢 原来 是许久不见的废物二十祖啊 林峰公子好久不见 告辞 身边还跟了一个 先例低微的仙仆 不过呢 倒也般配 想当年啊 这废物主子 癩蛤蟆想吃天鹅肉 如今呢 这废物仙仆 痴心妄想 想要拍上高知啊 上梁不正下梁歪 自己什么身份地位 做什么事情不知道吗 他为何在别人家里 满嘴喷粪啊 过臭至极 你是谁啊 你主人是谁啊 谁知道你是谁啊 怎么了 交个毒辩 你以为自己很独特 有趣 走 你一个区区的仙仆 不好意思啊 刚才是我这师妹 有眼不识泰山了 我来给各位介绍一下 这位乃是万宜山大少 林峰少爷 要论这实力嘛 实话实说与我相当 大家都是草包 不止一地 但要说这吹牛皮的功法 那我可就比不上 咱们林峰大少 那可是翘楚中的翘楚啊 你 你什么女人 你知道你现在在哪儿吧 你现在可是在我大泽山 你倘若再胡说八道 我随随便没一句 林峰打我 这大泽山上下万千子弟 一人给你一脚 你能站着走出这山门吗 咱们快走 你给我等着 真该帅他狗之事 好 嗯 老师哥 你们也来了 师兄 师兄 拿来 拿来 东华神君飞升 华叔特带白鸟岛前来恭贺 华叔殿下不必夺礼 其实本该家父亲自前来拜业 但前不久 父王卫护白鸟岛出战 重伤未愈 只好派华叔一人前来 不知华叔可否当面拜见神君 家师方才已经飞升神界了 他老人家特意嘱咐我与师兄二人 带他向诸位道辩 其实 华叔此次前来还有一事相求 想向二位师叔 见都华神君的遮天散一用 抵御鹰族的一再侵犯 红妾 这是我孔雀族圣物 灵语雀冠 愿赠予大则山 换取遮天散一年之用 殿下所求 只怕我等无法应允 世尊飞升以前 已将遮天散赠予了古晋师弟 如今已是古晋师弟的随身神器 我等无权作主 还请殿下谅解 古晋 阿姨啊 阿姨 得快再借努力修炼 灵力要提升了 终于可以离那个笨蛋再远一点 还可以再走一步吗 去看看 人呢 不好好准备明日下山之势 跑哪儿去了 真不让人沈心 阿姨 殿下何须亲自走一趟 您就在殿里等着 让人传个口线 那位古晋仙君啊 自慧巴巴地去找您 如今东华神君飞升 贤善上君接掌大则山 古晋已是大则山的主事长老 去找他一趟又何妨 古晋仙君 是古晋仙君吗 华叔殿下 华叔殿下好久不见 果真是不见仙君 华叔特来拜访 特地拜访我 当年巫统岛一别 我本打算来大则山见仙君 怎奈我孔雀族与英族 这些年纷争不断 我只得留在父王身边帮衬 便误了拜见仙君的机会 原来华叔殿下 一直都记得我 我与仙君很是投缘 如何会忘 只是没想到 仙君如今愈发千俊了 没有吧 其实我今日来 是为向古晋仙君道谢 谢我 当年小凤君一事 仙君没有告诉大家 其实是华叔一时兴起 想看火黄玉 自己一人担下所有罪责 华叔不胜感激 仙君也因此事 受到了天地和东华神君的责罚 华叔心中更是不安 我也没受到什么责罚 就是被师尊 关了一段时间的禁闭啊 对了 华叔殿下 有收到我写的信吗 信 当然了 我每封都有收好 那殿下为何 只是这些年 我白鸟岛一直被鹰族侵犯 战事连连 我忧心族人 实在无心想别的事 所以才忘记了回信 望仙君莫怪 不会不会 我怎么会怪你呢 孔雀族 仙君可愿请华叔进屋一叙 当然 里面请 可不可以 别人 别人 混蛋 若是不介意的话 还用我名字表 那以后我便叫你阿静了 原来这个就是华叔公主啊 怪不得古今每天心心念念的 长得果然是好看 阿静 其实 我有个不情之情 华叔殿下哪来什么不情之情 尽管开口 当日华叔殿下 在梧桐岛对阿静相助之恩 阿静一直铭记于心 只要我能帮得上 一定全力相助 其实 我想向阿静你借遮天伞一用 遮天伞 我想借来抵御英族进宫 一年为期 一年后 我定将遮天伞原封不动地奉还 我 不能 不能 遮天伞不能借 阿音 你方才跑哪儿去了 找了你半天 叔怀叔眼镯 这位是 这位是阿音 是师尊飞山之前 收的一个弟子 也是我师妹 东华神军多年未曾收徒 没想到 林妃生前竟还收了一名弟子 阿音女君 有礼了 华叔公主 恕我直言 遮天伞不能借 阿音 我师兄自己要用 借不了 阿静 我知这遮天伞 并非寻常法宝 自是不能随意借出 可白鸟岛如今 正处于旦夕祸福之间 我族人伤亡惨重 凭我一人 实在无力回天 还请阿静看在当年 华叔公主 实不相瞒 我师兄这样下山去妖界 去寻当年被他冲撞四散的 火风仙缘 世尊是看他 连最基本的 金花水月针法都使不出来 所以才将遮天伞 用来给他护身的 他现在 连下军都没有修到 华叔公主 华叔殿下 不要听他胡说八道啊 什么叫我胡说八道 是不是你每天好吃懒做 让你修炼也不修炼 你有几条小命 可以让你送 我问你 才不是你说的那样 华叔殿下 我知道 我知道你这担心的族人 但你能不能也担心一下 我师兄的姓名 若是你把遮天伞给借走了 这个就叫做 叫 叫做兔子头上 拔 拔什么 拔汗毛 你 说什么汗毛 你才学了几句人间俗语 这俗语是你这么用的吗 本来就是 安静 原来这遮天伞 是老神君留给你护身用的 那看来是我抢人所难了 华叔殿下言重了 华叔今日叨扰 就先告辞了 多谢华叔殿下 先君多多保重 华 华叔殿下 华叔殿 还 回来 干什么 跟你说了 不用计 华叔殿下 你等我一下 我送送你 真的不用计 你别捣乱 我送你啊 华叔殿 不行 来 来 来 你够了吧 你怎么这么小心眼啊 你不是喜欢用主仆器捉弄人吗 我就用主仆器让你跑个够 我不让你借折天伞 那是因为我知道你胸雷太低 你保护不好你自己 我为你好 你慢慢跑吧 我睡觉去了 可以了 你别走 你 小叔姑 小叔姑 来 这这儿 小叔姑 你是大晚上的 是在锻炼身体吗 是啊 我最近爱上了强身见底 我 我喜欢这样多泡泡 你看看 这是你上次让我帮找的 三姐中有名仙兽的传记 你快看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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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这儿 我在天宫当宠物 这不行不行不行 我与主人不得不说的二三件事 这不行 神功宝典 如何宣化我的主人 这本书 这本书的主人 却说凭借自己的努力 不仅帮助主人修炼飞身神剑 连自己也修炼成了圣语呢 这位啊 可是仙兽界鼎鼎有名的大人物呢 一 少献于主夫妻进之 灵兽切不可爱于主夫妻主 一招一招一招 凡是借有迂魂俱成的身法 投其好 顺其谋 以夸赞鼓立之 你要不歇会儿 我不歇 我不歇 你回去休息吧 我才运动一步了 好好好 好 怎么来那么慢 等你半天了 你跑一晚上 走吧 宝典生说不能和气主硬杠 要投机所好才能达成目标 那我试试 你不是一直让人说 想吃人间的绿豆糕吗 就学了连夜给你做的 尝尝吧 你下毒了吧 我下什么毒了 我是为了昨天的事情 跟你赔罪 真强啊 你自己做的 不然呢 好吃吗 还行吗 那昨天的事情 看你表现 他俩决定我原不原谅了 有空多做点这个 走啊 快点 来 来 这酒红好了 不是吧 绣化宝典的招数也太好用了吧 阿晋 阿晋 阿盈 天生 大家怎么都来了 不用送呢 我们就是去取个仙缘很快就回来了 而且我现在 仙力变强了很多 可以保护好我们自己 小师姑 你可千万要保护好小师叔 全靠你了 全靠我了 我会好好保护他的 你放心吧 阿晋 照师尊指示 妖狐族狐王洪若和天地奉渊素有交情 你们可先前往妖界金幽谷 胡族去取纳高梧桐 随后再往紫月山 明白 师兄 先妖两界向来朝鸢跡身 你们进了妖界 凡事切记要谨慎而为之 知道了 我们走了 一路小心啊 走吧 看一看 恭喜阁下闯过生死门 得入三重天 父王母后当年落入仙族圈套战死沙场 纪灭伦也被仙族夺取 我必须在这三重天黑泽石炼花一把自己的兵器 去仙剑把我父王的纪灭伦逃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新变轮 新变轮 三界吞噬同类同族丹原者 剁发为目 每年一次掌管九渊煞鱼入口的妖龙伴神 会将新发现的魔驱入其中 届时已将红翼引入九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然 好 草草草荽 草草荽 草荽 他是我的 草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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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 你 怎么样 我派的人本来一直暗中跟着小殿下的 谁知小殿下闯入三重天后 便不见了踪影 跟三重天的同僚都打过招呼了吗 都问了 怎么会这样 敬佑山阳狐族洪若 有事拜访紫月山 紫月山 乃地卷真神修炼之所 神军已归上古神界 不见外客 可是我 原来这就是妖解 我跟 你们的小点事 别怪我没提醒你啊 我们先要两界一直都不太平衡 你的治愈灵力又那么稀有 小心一只妖跑出来 挖了你的内单 吞了你 听到没有 我看画本上面说 这妖体有的是风流倜傥 阴静潇洒的妖精 是真的吗 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你说的那些长相俊美的妖 那都是二重天以上 修炼得道 可以幻化出美丽皮囊的大雅 那些一重天的寻常想要 根本就化不成人形 宠太百出了 那我们现在是在几重天 二重 那这么说的话 岂不是能在妖界 看到好看的妖精了 那你还记得我们是来这里干嘛的吗 我们是来找凤影仙缘的 我们是来找凤影仙缘的 搞得像来择序的 你胡说霸道是吗 我就算是择序 那也得择三重天的 三重天 三重天那可是妖皇的局所 不过我们即将要去的紫月山 也确实在那三重天 要不要到时候 我帮你向妖皇提 我 我 我 你 你怎么现原形了 赶紧变回原形 你到时候被人抓走了 我可帮不了你 快 变回来 可我也没有办法呀 这金庸山周围的妖力太强了 这百年以前 胡王红弱崛起 他就带领妖狐族 成为了妖界的第一大族 这里自然不容小觑 先有对我胡族如此评价 真是过奖啊 过来 此药灵力很强 地势早就察觉了我们的嫌弃 要小心 那我会被发现吗 不会 我下山之前 让贤善师兄给你家里一道法术静止 你现在在外人看来 就是一只 小林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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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在下红火 不知是何处的仙门小友 到访我静幽山 在下大则山古静 阿英 前来拜访胡王红弱 原来是东华上神的高徒 既如此 请随我来吧 走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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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下山上 我 我 好 小心点 别乱跑 好美啊 小心点 别乱跑 好美啊 好美啊 好了 大泽山交出来的都是淳厚正直之辈 岂会轻易被你们所获 还不收了功法 走 大泽山古静见过胡王和几位长老 古静 如今倒是长大了 你不去寻凤影那娃娃的先缘 跑我金庸山做什么 晚辈子嗣前来正是为了此事 这是晚辈之前 无意中在一棵梧桐树中找到的凤影先缘 假使说 剩下的凤影先缘残片 很有可能就散落在三界各地的梧桐树中 包括 胡族的静游谷中那一棵 所以晚辈想请胡王行得方便 请让晚辈进静游谷探一探究竟 方叔 静游谷乃是我族孕育幼谷的圣地 岂是你和先祖能靠近的 别说是你 今天就算是东华上神亲自来 我足以不会答应 我们保证 只取仙缘 不会碰贵族的梧桐树的 还请胡王看在 看在凤渊天地和梧桐岛的份上 让我试一试吧 这小子当年害得凤渊那宝贝徒弟 仙缘散尽 竟还能让凤渊和东华那般保他 只怕来历不简单 紫月生我进不去 或许能看看这小子有没有办法 你要入静游谷也不是不可以 但你非我族类 就算是看在凤渊的面子上 我也不能随便开这个先例 那胡王想让我们做点什么 阿爷 倒是聪明 我只要九尾狐弘毅 前不久在紫月山失踪了 你若是能帮我寻他回来 我便允你们入静游谷 弘毅在紫月山走丢了 不错 三重天内 妖界鸿蒙本源之地 妖界 如何 好 紫月山中也有一棵梧桐树 我们本来也打算前往 古静愿为胡王寻回侄儿 那就一言为定 我就在这儿 等着你把弘毅带回来 这紫月山是个什么地方 为什么感觉大家都很害怕 这紫月山 是天地间两大真神之一 地圈真神曾经掌管的地方 她手上的紫月 是整个妖界的力量源泉 所以妖界人都很害怕她 而且那里有很厉害的护山结界 一旦善自闯 很有可能会被结界的神力撕碎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岂不是更没法去 华叔殿下 我们鹰族的东西你也敢抢 把碧血灵芝交出来 休息 我们鹰族的东西你也敢抢 把碧血灵芝交出来 休息 碧血灵芝 何叔殿下 羊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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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们五个打一个 未免欺人太甚 你们到底是何人 大则山古晋 大则山阿音 好 我验爽记住你们了 走 多谢阿姬 无妨 你怎么回事 何淑殿下 那些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何要抢你的东西 我父王与鹰王一战后 线缘受损 这三界州 唯有那碧血灵芝 能治好他的伤 鹰族为了逼死我父王 处处派人来抢 抢不到就毁掉 这鹰族也太过分了吧 刚刚那位 就是鹰族公主艳爽 想不到我堂堂白鸟岛公主 竟也沦落到 被随意欺辱的境地 何淑殿下 你现在还有伤在身 我们先找一处客栈 你歇个脚吧 殿下 穿我这件吗 来 多谢 走吧 这不挺热的吗 小心 那殿下好好休息 我们就不打扰了 多谢 走吧 殿下只是受了内伤 需要一些灵药救治 阿姨 你去取些灵药来 我 我要留下照顾宽淑殿下呀 去 太假庄 真是的 靠近val 开始 你没有 散乎 ко 先生 郭先生 protesters 不过华叔殿下不是早就已经晋升了下军吗 为何体内灵力如此虚弱 鹰族四处抢夺碧血灵芝 父王又危在旦夕 我只得先用自己的灵力 暂时护住父王的怨态 那你自己怎么撑得住呢 我顾不了这么多了 我得赶快赶回去了 否则鹰族知道我不在白鸟岛 又会趁机进宫了 顾靖真是个大傻子 见到华叔尾巴都翘起来了 以后有的他受的 屋跟我也没关系 随便他吧 又能怎么样呢 阿静 我怎么感觉我走过这儿 华叔殿下 但你现在伤还没好 就算你现在回去的也 就算凭尽所有力气 我也必须要保护好我的族人 何况若到最后 只要我答应南海星族的求亲 到时候白鸟岛 便不会再像如今这般 孤立无援 无人相助了 怎能用女子的婚事 来当作保全族人的筹码啊 这也只不过是 到最后一步的办法 你不必担心 我最近都在加紧修炼 说不定 等我寻到什么法子 功力大涨 到时 鹰族便不敢再怎么样了 这遮天伞你先借去用吧 我想有了遮天伞的结界庇护 孔雀族也可以保全自己的 安静 殿下不必这么看我 借一把伞而已嘛 现在先解决白鸟岛的危机 才是要紧事 殿下拿去吧 近日之恩 话说无以为报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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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 Мне 都好 阿晋 lim sub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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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儿呢 你在哪儿 这个客栈它太绕了 笨死了 主仆器 阿姨女君不是东华神君的怪名弟子吗 怎么会 因为阿姨灵力微弱 师尊为了让我保护她才会这样的 阿姨这丫头刚从大泽山出来 还没什么方向干 一会儿直接把她召回来得了 原来如此 来 过来 你笨不笨呀 这么小一个客栈都能走丢了 路痴吗 不是 我 那给 来 行了 你就在这儿待着 别乱跑了 华叔殿下 我去找殿小二帮你煎一下药 多谢 看什么呢 照顾一下华叔殿下 华叔殿下 你可要喝水 不必了 我还有事先走了 等等 她去给你煎药去了 若是她回来看到你走了 不就白辛苦一趟吗 要不你先等等 等她回来了之后你再走 我要怎么做 何须你一个小仙仆多言 她跟你说的 我如何与你主人相处 我没有说过什么 不是你该过问的 身为仙仆 不就该守好仙仆的本分 要来喽 我去搜 华叔殿下人呢 走了 走了 他 她身上还有伤呢 阿姨 我不是让你看着她吗 我怎么看 仙仆就应该有仙仆的本分 主人跟公主的事情 我有资格问吗 没有 你怎么了 干吗突然耍脾气啊 我惹你生气了 我与你皆主不弃之事 为什么要告诉华叔 那不是你刚才急着唤我吗 我就想 赶紧把你照到我身边来 我 我一捏绝 就被华叔看出来了 你放心吧 华叔殿下人美心善 不会太在意的 他刚才 他 他 梁美心善 我当年在梧桐岛 他还不认识我 就肯对我出手相处 足见他的人品 好啦 你别生气啦 阿姨 其实 我刚救人的时候 好像自己也受伤了 好痛 就该疼死你的 好了 好多了 我就知道 我们家小安音音 还是很关心我的吧 我没有 我只是怕你在路上拖累我 一个呆子 一口一个华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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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救他你都受伤了 他呢 他被屁股走人了 你不觉得奇怪吗 他也是担心白鸟岛啊 紫月山之事 你还没有解决清楚 你还担心人家要白鸟岛 你这个人 看着操心的样子 行了 我呢 也不装了 是 这紫月山 平常人确实是不敢靠近 但你师哥我是谁啊 你师哥我神通广大 靠着一点点小小的实力 轻而易举 就可以把你一同带进紫月山 真的 当然了 信你我就是个傻子 你不信啊 给我来 我不去 怎么不去 去 让你看看师哥我的真本事 原来这个就是紫月啊 腰力这么强 怪不得一般的线腰不敢靠近呢 那可不 这地方要是没有允许 一般半神都进不去 不过对于你师兄我来说 就不一样了 看着 你就这么进程 不然呢 放心吧 我有特殊的办法 那你应该先准备拜帖 这你这样也太冒昧 哪里来的先军 敢敢擅闯紫月山 原来是你这个 三个头的家伙 是我啊 放肆 不乃守山龙君 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 还不快滚 这就是你说的办法 不 我认识 冰峰 冰峰 住手 哥臭了 百长六十眼睛了 你要是敢烧着我家 我家 妻姨她远房侄子邻居的表弟 我可饶不了你 我也是 没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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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侄子 你百多年了 你猜猜看老叔 可把老叔想死了 不不不 我也是 弟哥 你们在这紫月山 可又见过一只九尾火虎 感应过了 这紫月山上并没有九尾火的踪迹 没有 怎么可能 国王洪若很肯定地说 他的职责就是进了紫月山啊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怎么去禁欧古照火虎仙渊 我们怎么去禁欧古照火虎仙渊 弟哥 我世尊飞升之前说 这紫月山中也有一处巫童 有是有 不过 你想干什么 之前被我害得 仙渊散结那只小巫童 世尊说 他的仙渊很有可能 就在那些巫童树里 你想让我带你去找那棵巫童 没错 不行 不能去不能去 为何 因为紫月山这棵梧桐树 并非长在寻常处 而是长在 九渊煞玉之中 九渊煞玉 小子 你当真愿意为了那小凤凰进九渊煞玉 当然 我犯下的错 无论如何都要承担 哎呀 那九渊煞玉之中 有世神花盘踞 还有不少实力强度 他是大大的魔 连我都不敢进去 你区区一个先军 不要命了 龙军这点放心 实不相瞒 我手上有一件天梭衣 可保我万全 天梭衣 等等等等 你等等 就是那个可以隐藏 天地万物气息的天梭衣 这不是神界的东西吗 你怎么会有这宝贝 你到底什么人 我不就是 碧波他 七一加零细 专居直字表达到 你不愿意说 本龙也懒得听 地眷真神确实在我身体里 留了一分神缘 可以打开九元煞玉 但是 我需要你为我做一件事 凝云山 这凝云山啊 是我们水凝兽族的 洞天福地 那里有一处玄湖啊 是酝仰我们整个 水凝兽族的灵力来源 你 若想复兴水凝兽族 就必须要找到这凝云山 还有你那小阿宇 灵气寿司 就更需要那凝云山 玄活地韵养 才能够破壳而出 那凝云山在哪儿 这凝云山 设有特殊的结界 能够隐匿于 山川湖泊之间 本是未必乎 灵力低位的水凝兽所设 但这七万年前 仙魔大战 啪 这水凝兽啊 还有这凝云山 就不复存在喽 那 祖宗前辈 祖宗前辈 妹妹啊 你放心 我肯定能找到你 陈云山 九渊 原来 九渊结界就在紫月当中 小子 我的力量只能够将结界 打开一个时辰 否则里面的魔就很可能突破鲨鱼结界 拿到东西赶紧回来 不要节外生枝 以免丢了性命 明白 这是在做什么 你刚才做什么 你看 这是景渊山 你快回去 这里很危险 你要找凤云仙缘 也得让我跟你一起去 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情 你这人做事不靠谱 我俩一块去 你等等 你灵力那么低 真的很危险 什么意思啊 你看我 看到了吗 在这儿呢 厉害吧 当我这就一见 我没法保护你 好了 走吧 这就是九岩煞月 别乱跑 这些叫式神花很危险的 可以推逝诸天万物 以你现在的修为 碰一下就没命了 只要我们有接触 天所以就能保护我们的安全 火煌有反应了 这无通数果然在这儿 不过这个地方这么大 得去哪儿舍了 应该在那个方向 你怎么知道 我不知道 我感觉到 你 我感觉到 去看看 嗯 没事的 这里有寻见 这些魔物进不来 快去仙元 又取了一番 走吧 等等 我答应了三伙荣君 帮他取梧桐树心 你等我一下 一定小心 小狐狸 气息这么弱 你别怕 我不是来伤害你的 我是来救你的 宏义 宏义 宏乌 忏乌 尼尼 火煌鱼 火煌鱼 请自己送上门来 ホテン 火煌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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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有事吗 我 我没事 你呢 可以 我也带上了 这些东西太难对付了 我们赶紧走吧 阿静 不好 有出大事了 你打开鲨鱼结界了 阿静他进去了 没有 他肯定进去了 老龙 老龙 你闯大祸了你 等会儿 这小仙君是什么人啊 你这么着急 阿静就是元旗 一鹤和地眷神君的独子 下三界唯一的真神 他要是被士神花痴了 一鹤神君不抽你龙金才怪 小神君哪 你说你不带神剑 好好的享庆福 你跑老龙这儿来闯什么杀鱼呀 你怎么办 怎么办 没事 没事 小神君有天所以祸铁 你应该不会被魔物发现的 你个笨龙 你不知道天苏一的时效 是由使用者的仙力所决定的吗 阿静现在神力未决心 仙力还不到下军 只怕早就暴露行径了 不行 我要去救阿静 你别拒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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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相 走啊 师相 没事吧 快让这天伞 啊 啊什么 用计划水月吧 啊 集圣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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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浩人 啊 啊 天说 何必一直忘 若疯狂 若遗忘 能当作梦一场 蝴蝶 轮回 皆踏不去模样 不曾跌跌撞窗 一惊风霜 如何更相抗 不愧回 名要共目瞬间抵抗 不曾破绘连练 故事之大 如何再有疯狂 回首 天里见一片苍茫 想逃吗 你不会都是刚才那个小狐狸吧 坐稳啊 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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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啊 凌晨 没事 小 小狐狸 你没事吧 遮天伞呢 刚才为什么不用遮天伞 遮天伞 我零零消耗太多了 伞没打开 你胡说 你知道的 就算是伞不开 也能撑个一时半刻 伞呢 那今时不同往日 我在 我在静谷里头的时候 跟在酒院里那能一样吗 你把伞戒给划输了 我 我好像受伤了 伞哪儿了 你们不用管他 他装的 我 我没装 我 我往你查查 当然要看 受了那么重的伤 当然要查一下 才能知道 到底是什么伤了 对吧 阿易 阿易 阿易好不好 我确实是装的 这遮天伞 这遮天伞 我 我 当时 阿静 不好 这次是真的 有魔器从伤口侵入身体 损了心脉 阿静 快快 扶他起来 阿静 要是被妖容发现 只怕功亏一篑 我黄玉 下次再哪儿也不迟 你 为何他对我的治愈术 一点反应都没有 毕博 你是水泥神兽 你肯定有比我的治愈术 更好的办法 对不对 是 快交给我 但这术法 要着伤自己的内单 你想清楚 那好 听觉 谁 不激情吗 霞颜 你没事吧 阿姨 辛苦了 我就知道 还是你对我好 你这般心思 若是能在华叔面前 屋上一半便跑了 为何要将伞接出去 又来 我在人家面前唱黑的 好不容易才保住了伞 你倒好 转头就给人送去了 刚才是有些险 但我们这不是也 把那些魔击退平安回来了吗 若是有了遮天伞 我们至于陷入 这么危险的境地吗 我与你出身入死 一起找火风线缘 你当真有把我与你的姓名 放在心上吗 我说一职为何 裂不好金槐水 于是我与你 根本就不在一条心上 这就是我的问题 慢点 这么重要的事情 你连说都不说 说借出去就借出去了 如何驯化我的主人 嗯 阿静啊 这是把你当宠物养了 耐蒙法 激将法 催眠术 你说练不成 进花水月 是不跟我一条心的 你就是这么跟我一条心的 我就只是偶尔看看的 偶尔看看不许看 我还以为你是真心实意对我 结果 如何驯化我的主人 那不是因为你 限力低 平时又懒 我会想这种办法 提升你的修为吗 你还嫌我 我还嫌你当我的灵兽呢 你这个灵兽 无力之差 脾气又那么差 我才不想养你呢 好 既然都互相看不惯 那就赶紧找到火风仙缘 一拍两散 行 解就解 但只要一日不解 你就一日是我的小仙婆 你休想再用 这种旁门左道左右我 好 谁这个笨蛋骨骑 早知道我就不管你了 说什么都不听 小狐狸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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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就好 要不然狐狸又该担心了 你一只普普通通的小灵猫 怎么会有治疗的线索 不对 这是水凝社才有的法术 障眼法 我刚才都救你了 我们也算是朋友 你 你要替我保密的 水凝社倒是可以助我一把 好吗 那是自然 谢谢你 在酒院救我出来 对了 刚刚听你在念叨古劲 你别跟我提他 原来真是那个 不学无术的家伙 可惜我内担受伤 不然 不然我现在就替你撑腰 你别怕 我来帮你 我看你了 我看你不去 你别怕你 我看你这儿是好iva的 那你自己的时间 你先说我来 aldo 那你必须相信我 她会担心 那你也许我们的 谢谢你 投其后顺其毛 以夸赞奖励之法 循序善诱 为之引导 具体步骤可参照 训养灵犬之法 什么绿豆糕 投其所好 竟然是为了驯化我 没想到在酒边 竟然让那丫头冒险来救我 我着实又歇不开 不行 下次绝不能给她的机会 等在我前面 阿易 阿易啊 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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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停下来 没事吧 我没事 你给我过来 干什么啊 过来 不是 你干什么 刚才那种治愈方式 谁教你的 碧波教的 怎么了 你知不知道这样会要了你的命 我知道 那又怎么样 什么叫那又怎么样 水泥手本来就是治愈手 怎么还就是来救人呢 好了 你别管了 我不许你用这种法子 你连自己都管不好 你还管别人 到时候把自己的命都搭进去了 得不偿失 你能不能别说话这么难听啊 我方在救你的时候 你还说谢谢我呢 你这个就叫 只许州官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 你方才也是用这种方式救的我 那不然呢 谁允许你那么做的 你 阿易 你等会儿 我平时跟你要一颗丹药 你瞧你那抠抠嗦嗦的样子 这么多珍稀的灵丹 你眼睛都不眨 就给小成君拉 那是当然了 你有意见啊 给我一颗 就一颗 就一颗就一颗 臭老龙 就一颗就一颗 撒手 撒手 你给我怎么了 我 我这闲灯呢 你把你那灼烧内担的治愈方式 交给阿易了 阿姐 那我 阿易本来就是水凝兽族的一员嘛 我交给他一些本领 有什么不幸福啊 宝宝 你是水凝神兽啊 嗯 他就是一只普通水凝兽 你能活多久 他能活多久 那能一样吗 这水凝兽的内担灵力 关乎到他的性命 他用这种方式救人 他要折兽的 我这不也是担心你 收集先缘 一路危险重重的 所以才交给阿易 希望能在关键时刻 保你一命 保我一命 我要是需要一个灵兽的先生 来保我一命 我 我拿块豆腐撞死算了我 呗呗呗 什么死不死 这幅屁股要干什么 我的血 我跟你说 这是我的灵力 我要给谁用 怎么用 这是我的权利 你没有资格智慧 怎么会有你 那么蠢的先兽啊 我那是一片好心 你 你当成 好心 当初是谁要挖我那一单 取我性命的 我随口说说 你 你干吗那么记仇啊 我就是记仇 是 小爷我偶尔是有些嘴毒 但除了这一点之外 我浑身上下 哪里不是优点 你不会欣赏 就别乱说 看 大则山 废柴二十足 是我取的 你 别吵了 你你你你你你你 你看你把我的弹药 裁成什么样子了 我 你俩既然互相看不惯 干吗还要做主仆呢 你把主仆的气解了 不就好了吗 你也让我不想起 你以为我不想起 但这不是说要收集完凤影仙人才行吗 谁跟你说的 你们的气是东华用他的半神之力设计的 那仙界有半神之力的仙君都可以帮你们解开 龙王爷能解开 那个 我是妖界半神 插不上手 至于其他人吧 你们去打听打听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岂不是很快就能跟他解开主服器了 如果老天有眼 我希望下一秒就把这主服器解了 还我自由 怎么又跟他吵架 养个灵兽也太难了 没想到十年过去 你不仅一如既往的菜 还学会欺负小姑娘呢 东华有你这样的徒弟 怕是在神界也不得安生吧 说什么呢 你谁啊 胡义 算你识相 还认得我 还伤着呢 你有病啊 你明知故问 我告诉你 若不是当时你有伤在身 这下我早还回来了 看来 阿英把你伤治好了 没错 我欠他一个人情 既然你这么欺负他 我可不想看着他继续跟你说回去 我要把他带走 想什么呢 他是我们大则山的人 大则山的事 轮不到你们胡族来的 听说过吗 强扭的瓜布田 阿英根本就不想做你们人手 男子汉大丈夫 何必跟你小姑娘共事 不如解了你们这主夫妻 还安一个自由 如何 松开 还美其名曰还他自由 我看你是图谋不轨 我不过是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罢了 毕竟我们胡族 可不像你们仙族这般蛮横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带回静游山 我会不会胡族用你管 我受你姑姑所托把你带回静游山 你说我有没有资格管 如今 少让他压我 信不信我揍得你原神中俏 想动手是吧 来啊 正好我刚练就幻化原神剑的本领 拿你练练手 你 你去哪儿啊 熊了吧你 来啊 你实在是太过分了 你要是有什么不满 你可以冲着我来 为什么要欺负一只受了伤的小狐狸 欺负 还有你啊 你都受伤了也不知道防着点 坏人 他 他先动手的好吗 小神君 那个胡族那小子被关进九园一时 老龙已经查清楚了 是误入九园 还凡小神君您帮忙安抚一下胡族的情绪 千万不要让他们把事情闹到一和真神那里 告老龙一个失职之故 不然老龙这条龙子那就 放心 会保住的 小儿 小儿 你呀就别和阿静一般见识了 两人结伴总要和和睦睦才好 对吧 放心吧 我不会跟他一般见识的 告辞 走了 走吧 走吧 九园 九园 九园怎么会去那里 具体情况晚辈也不知情 但我们确实是在九园下狱找到的红毅 进九园可不是小事 红毅何在 在这儿 在我的乾坤袋里 出来吧 老龙在那里 快出来吧 到家了 他不在乾坤袋里了 我早上明明看他进了乾坤袋 我 我还以为东华上神的弟子有多厉害呢 没想到一样也喜欢自吹自擂 就是有信的 好大便 各位先别着急 我们从来没有要匡骗狐足的意思 但红毅确实跟我们分开才不久 这乾坤袋中应该还有红毅的气息 有没有骗人诸位一事便知 对 一事便知 看来两位并未撒谎 红毅要是肯乖乖跟你们一起回来 倒不像是他的性子吧 胡王殿下 虽然我们没有成功带回红毅 但至少我们把他带离了九园煞玉 进金幽谷寻凤以仙缘一事 还希望胡王殿下通了 既然你们已将红毅带离紫月山 我胡族定言而有信 红火 带他们继金幽谷 找小火凤的仙缘吧 记住 不要叨扰了那位前辈 好大的梧桐叔 红火求见吴归前辈 吴归前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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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树林不在 我先带人四处找找 吴归前辈 我感觉火风险月好像就在附近 你又感觉 你之前就说自己能感觉到火风险月 这是你们水凝兽特有的 什么意思啊 你不相信我 我说我能干什么 好 那就分开找 看谁先找到 你去那边找 去啊去 好端端生什么气啊 没错 一定就在这里 哪里来的狐祖小儿 竟敢侵扰我的禁地 是你 你应该是我 你身体里有他的一部分 没事吧 没事吧 哪里来的臭小子 竟敢换我的好事 我去让护王 想走 你还好吗 我没事 怎么了 来 阿燕 曾乃乌幻影机 我在古迹里看到过 要破解此境的唯一方法 就是要找到彼此的位置 再使出水系法术 水系法术 煎花水月 聪明 好吗 好吗 没事 你养养别好 乌龟前辈 我们是大则山的弟子 没有冒犯之意 但我们想要求得 小火凤仙缘回归 祝他重生 还请您把火凤仙缘 还给我们 阿燕 我记得你之前 好像特别想听 凤翅前辈的故事 对吧 要不要听我讲讲 其实当年 乌龟前辈本是梧桐岛 双生祖树之一 七万年前曾与当时的凤凰 凤翅相爱 神魔大战中 凤翅战死 前辈偷偷收集了凤翅仙缘 为他重塑屈翘 封其记忆 与己为伴 然而前任凤凰不死 星火凤便不能诞生 凤翅 凤翅察觉后 恢复了凤翅的记忆 不要走 凤翅选择离开前辈 让自己涅槃消散 来 而这位前辈被凤翅驱逐 后为仙虎王所救 他一直愿凤翅决绝离去 心碎之下 决定留在靖幽谷 为狐族蕴养幼虎三万年 不过我听说凤翅前辈 好像去求了祖神 但是求了什么不知道 会不会有什么难焉之影 没错 确实有难言之影 这吴龟前辈 带着凤翅前辈下班 按照当年的律法 当辈是以玄雷即行 不过呢 凤翅前辈为了保护他 跟祖神做了一个交易 做了什么交易 可惜现在 吴龟前辈也不在这儿 说给谁听 那若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先走吧 嗯 走吧 诶 等等 快告诉我 他跟祖神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祖神 是我求他逆天而行救我 是我让他删除记忆 一切都是我的错 与无归无关 我自愿涅槃 换新的火风诞生 但请您改变火风一面 方有一生的命可 方有一生的命可 我只请求 这个世界上不会再有孤单的火风 也不会再有第二个 伤心的乌龟 那你是否会后悔 我不后悔 不是这样的 他什么都不知道 是我 是我 其实当年凤痴前辈也不想离开你 但他没有别的选择 我原以为 我原以为我能保护他好的 可我却将这一切都搞糟了 凤痴前辈也不希望你 一直活在痛苦当中 我们要找火风仙缘 就是为了凤痴回归 这也是凤痴前辈的心愿 我差一点 就把他的希望汇于一旦了 火风的仙缘 还给你们 多谢前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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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想要麻烦你 你不是仙界半神吗 可不可以帮我们解开主仆气 scriry 多谢前辈 有一事想要麻烦你 你不是仙界半神吗 可不可以帮我们解开主仆气 这气我不能解 为何 我关这气先利浑厚 我看整个大泽山 也只有东华有这个本事了 确实 是师尊非生前为我们设下的 东华设气是在保护你们俩 保护 之前确实是要保护的 不过现在真的不用保护了 哪有你想得那么简单 什么意思 若是吴归前辈不愿说 便罢了 反正我们找气了凤影先缘 这气自然也就结了 总有机会的 多谢吴归前辈 告辞 走吧 走了 元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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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不让我给你疗愈啊 你伤好些了吗 这点小伤我自己来就行 我还是帮你看看吧 行了 快回去吧 你看着我干吗 怎么了 你还害羞啊 找我去 老大不小 怎么没羞没躁 我来找你是想告诉你 我原谅你了 我想过了 你这个人也不是什么都做不好 关键的时候还是挺鼎用的嘛 我也答应你 我不会再用驯服主任的法子对你了 所以嘛 我当你是我朋友了 等等 有些事情 我还是想跟你解释一下 我帮华叔确实是因为 他对我有恩 我又倾慕于他 但这绝不是我违背师尊意愿 把伞借给他的原因 孔雀一族年轻一代 并无巧楚 孔雀王独目难知 我帮他 是因为他有一片爱父之心 我不想他跟我一样 失去父亲 你父亲 我们家之前曾经遇到一些解纳 我父亲选择了独自面团 离开了我 还有我的母亲 独自承担这次解纳 最后 他连我跟母亲最后一面都没有见上 你父亲是个 高义薄云之人 他确实是个英雄 救了很多很多人 从情理上来说 可以理解他吧 那我发现 好像就是身上 这样的压力越大的人 就越没有办法 好好地活出自己来 就像奉驰那样 没有办法为了自己而活 那就逍遥自在地做你自己就好了 你还有大泽山 还有我 你只管做你自己 开开心心地做你自己 对 对 对 我真的很喜欢大泽山的一切 我想跟大家 永远待在一起 包括你 包括我 当然了 虽然呢 你还不是师尊的正式弟子 但你的名字至少也在我们山门卷上 我 你知道的 我们水泥兽生命短 不过我会努力活长一点 这样就可以跟大泽山的师兄们 还有你 待久一点 好了 放心吧 等我们解开这个主仆器呢 我就去天地历练 找到可以帮你延续性命之法 可以明月如梦未央 加油 一定是 如何不思量 星红之脸床 随时轮转 有你我同杀 在续言荒分尘寻查 你衣服没穿好 你衣服没穿好 试回它 眼神看月亮 别人故事无端等候 温柔不一场 终时我 预见了月光 千尔寻查 想和你久来梦忘 看人间心窗 只想和你长剑袖笑 眼上看原谅 别让故事无端更恐 宛若梦一场 终是我归见了月光 干嘛呢 怎么又把你的眷线录 你拿出来了 怎么 最近又碰到什么如意郎君了 腰界好看的腰君这么多 我当然要写下来啊 这写得我手都软了 怎么了 说要走了吗 不着急 我刚发现了一个好玩的地方 想不想去看看 好玩的地方 走 什么地方 去了就知道了 我都不知道腰界 有这么美的地方啊 腰界只是一个称呼 虽然这里叫腰界 但其实也有很多很美好的事 腰界的人不一定都是坏人 一切善恶都要以人心定乱 而不能以身于合族而来 我这一次见到胡王红洛 红翼还有三伙龙君 我就知道 腰族其实不像我们献族卷谱上所写的那样 伪绝恶毒 其实还是很好的 对了 我明天 准备带你去腰界逛逛 去腰界 嗯 不去龟虚山了 当然要去 现在守护龟虚山的是前天帝的女儿 陈敏公主 我们去之前 给她准备一份厚礼 腰室有妖界当今最大的赌方 那个赌方明日的彩头 是前天帝 也就是陈敏公主家的足徽 那足徽之前在仙妖大战的时候遗失了 没想到兜兜转转 居然来到这妖界了 我知道了 所以我们只要拿到那个足徽 交给陈敏公主 就能够讨大欢心 对不对 聪明死了你 哦 快看 看到吗 啊 那是什么 那个叫流星 在人间有一个说法 如果你看到流星的时候许愿 你愿望都会成真 那我就希望 明日我们在赌方能够拿到彩头 拿到足徽 还有 继续 我希望我们能赶紧接去凤亿县员 解开主捕器 我还希望我能够找到宁云山 育出我妹妹 然后水明少一族就有救了 嗯 我还 没有了 我还有好多愿了没有许愿 在这儿等等 来了 哦 我希望 大泽山的师兄们 咸 咸咸师兄 咸竹师兄 咸竹师兄 还有轻衣 还有所有人都能开心 老师 我诅咸 controversy 关锋师兄 因为诅咸 我 我希望二斤 永远不想跟在你我背上 永远不想跟在我背上 我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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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话好好说干吗动手动脚的 哪把小孩玩得破剑 也好意思来当毒本 你管我这把神器叫破剑 没有足够本金 您 不准入内 快走 你 不识货 什么不识货 以你现在的灵力 谁能看得出这是一把神器啊 你看 就这么长 还没有剑柄长 这位姑娘 那边的九公子 请你过去一叙 九公子 什么九公子 我们出来诈斗 不认识什么九公子 就不去打扰 这么着急要去哪儿 弘毅 弘毅 她是小狐狸 一进金幽谷 就看不见你的影子 其实你一直偷偷跟着我 知道我们要来这儿对吗 阿姨 即日不见 更有想法 什么想不想你啊 一面之缘 在紫月山你还不告而别 我们没那么熟吧 你别对她这么熊巴巴的 她又不是坏人 怎么会是一面之缘 我与阿姨 好歹是一夜之缘 说什么呢 臭狐狸 阿姨 以后 就叫我的小名阿九吧 这样亲近 也不容易被人察觉我的身份 阿九 阿九 你跟着这样没用的小仙 没前途的 我在前面背了一座画坊 我们一起去游览江河风光吧 行 不愧是只狐狸 尾巴那么快就露出来了 我有狐狸尾巴不是很正常吗 倒是有些人 一直以主人自居 绑着人家不放 可以了 先别说了 阿九 我跟阿姨有很重要的事情 要去办 所以我不能跟你去了 什么事情啊 你对妖精很熟悉对吧 那你能不能帮我们 进入这个赌方 赌方 拖着这个后腿 也没办法带走阿姨 看我怎么把你困住 这有何难 跟我来 走 九公子大驾光临 有失远迎 本公子今日忘了带赌本 不过赌方的规矩不能破 仙祖 没错 这就是我抓来的仙奴 阿九 今日就把他比作赌本了 你说 里边请 阿姨 我们走 宗毅 我把他比赌本了 用力手 没什么 九公子见面请 回来 保证我赢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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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坐 谁让你坐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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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仙奴在旁边站着 九公子稍坐 我去准备一些点心 阿九 你的伤可有复发 其实这两日 我腰弹的伤经常发作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你的腰力又动荡了 我来帮你 阿姨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你这种治疗方式 是会灼烧内丹 折损受缘的 可是 这会伤及阿姨的性命 各位 各位 看这里 下面开始 我们今日的琳琅赌局 这个便是今日赌方的 第一个彩头 先借前任天地 陈辉家的足徽 这也能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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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队一直回下 那可是现在最疯狂的家族 还不见 连着族徽都成彩头了 还不是天后白旨 为了一己之私 挑起了仙妖大战 被一和真神降下神罚之后 才落到家破人亡的下场 真是可惜了陈敏公主 全族只剩她自己 两百多年 独守归去杀 更可惜了 可惜了 可惜了陈敏公主 是 你们来赌方 就是要这足徽 要这东西做什么 你管这些做什么 诸位 若是感兴趣 便可上台来赌一局 若是赌赢了 那此物便是您的 怎么样 诸位 谁想玩一把 我来 我来 怎么来了一个仙妇啊 我要赌 不是仙妇啊 仙妇还不赌啊 对啊 是什么啊 是什么 那个 不好意思啊 各位 我 替人来了 没错 没错 这场赌注 就把这仙奴 做本钱了 好 喂 喂 喂 三眼目老虎 妖皇家亲戚妖界赌王 他只要看到你这样 长得白白嫩嫩的小哥 都是亲自上阵的 据说从来没输过哦 你有病 那你还拿我赌啊 自求多福 这局我亲自做庄 看你初来乍到的 不欺负 就玩最简单的好了 这骰子比大小 一局定胜负 怎么样 没问题啊 这骰子什么呀 我最在行的 有一局 是吧 这局都不灾了 这局都不灾了 看呀 这局都不灾了 看呀 对不灾了 看呀 这局都不灾了 你来来来啊 你来来来来 要不得 这就太判断了 这小子俗困醉上来 这不是 这就是 这子 这呢 警 Lamb去哪儿 快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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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怎么了 adam 人家 是 人家 男人 人家 你们都不得 三个六 三个六 我小黄 你瘫的 还有谁啊 还有谁啊 三个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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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说的八 这还有八吗 我赢了 带走 变赌服输 给你吗 不行 阿姨 你不是讨厌他吗 正好他被带走 不是少了麻烦 怎么说他也是我大泽山的师兄 怎么能在这儿被带走 我不能带走 等等 我再给你赌一把 你还有什么赌注跟我赌呢 我 我拿我主人跟你赌 实不相瞒 其实我的主人 爱慕当家的许久了 只是他这个人比较含蓄 不太擅长表达自己的感情 这一次也是专门派我 来引起当家的注意的 他 他胡说八道好看 他害羞了 这位小公子恋慕我 什么叫小公子 这位可是当今胡王的亲侄子 洪毅殿下 我主人曾对我说过 他小的时候便在三重天 见过大当家的 当时就对大当家的 念念不忘了 你在胡言我 安静 这个东西对我们真的很重要 所以 所以能不能帮帮我们来 教你了 是 小时候是见过一面 原来 你一直惦记人家 你都不说的 不如这样 你陪我喝几杯 我们续续小时候的事 我就将此物送给你们 你这小仙奴我也不要了 咱们来日方长 如何呀 成交 闭嘴 行 不就是喝酒吗 走走走 我们去厢房好好喝 好 书哥 我油腿 自教多福吧 各位 下面便是今日第二个彩头 是十万年才结一株的仙草 碧血灵芝 是华叔殿下在找的碧血灵芝 碧血灵芝三界难寻 听闻前几日 在二重天刚刚毁掉了一株 那眼下这株 应该是九州八荒里 唯一的一株 诸位 有谁想玩一把吗 我再来 谁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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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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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尘啊 尘啊 哎呀 这碧血灵芝是我的啦 碧血灵芝拿来 碧血灵芝 碧血灵芝 结尊 变啊 接住 阿静 阿易 快走 又来一个帮手 阿静 别急 要想他活命 就把碧血灵芝交出来 怎么能强势呢 阿易 你别听他的 我 我可是大泽山的长老 你要是敢动我 大泽山跟鹰族的交情可就没了 我去你的大泽山长老 我们鹰族又不是孔雀族 我还养他人脾气 你 我可没什么耐心了 等 等一下 我给你 你要答应我放了他 阿易 阿易 交给我 放心 碧血灵芝可以给你 不过有个条件 你可搞清楚了 我现在手上可是有人质的 你谈什么条件 你就不想听听吗 狐狸 别过来 狐狸 你说什么条件 我都答应你 把他放了 走啊 走 走了 我去走了 走啊 阿金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丢死人了 当众被保 还说什么大泽山 让你好好修灵力就是不停 我们快走吧 我也是第一次用胡宗妹术 也不知道能管多久 我们把他一个人丢在这也太危险了吧 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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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然先把他绑走 等我们去龟虚山办完事 再把他送回仙间 你什么都没了 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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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女仙 本公子带走了 退下 走吧 怎么走了啊 怎么走啊 怎么走啊 怎么走了啊 主人 顾锦衣将族徽带往桂居山 出来吧 属下参见主人 恭迎主人 重处主人 从现在起 你们不再是妖 而是魔 属下愿 誓死追随主人 哲隐 他们交给你了 给我夺回火黄玉 是 不过属下有一事不解 那火黄玉为何能打开九渊煞玉 九渊煞玉乃是混沌初开所设 其中的真神神源早开始进入 七万年前就出现过一次松动 当时有一上神 以兵解之法修复了结界漏洞 但这仍旧是整个封印的薄弱之处 只要我们有了一分真神神源 就可以将这个漏洞打破 可那真神神源 看守九渊煞玉的三手火龙 体内就有一分地卷的神源 只要有了火黄玉 用不了多久 我就能让众魔重灵九州颠覆散剑 是 还不快去 是 两百年了 我也该去会会老朋友了 我们一起去洗澡 我们一经之外 抢卖 我们一起去洗澡 先来洗澡 我们一起去洗澡 放食用 我喜欢 一万一 使用 我们在洗澡 使用 我们一起去洗澡 罗 阿若 以后你的事便是我的事 只要是你想做的 我必竭尽所有 为你办到 这是我心头虎骨所画 在我们虎族 心头虎骨乃是最重要的东西 也是我最脆弱之处 若以此相赠 便是将自己全权交付之意 为此余生 仅你而已 我受了几百年苦 心心力念来见你 你竟还想着别人 当年是你自己说要离开洪若 同我在一起的 请离 请离 林沫 我要短一岁 十人我多了 可生死与我并不要紧 我的心意 你该知道的 哪怕多活几日 我最后的冤枉 也是希望可以嫁给你 请离你放心 我一定会求你的 你剩下的日子里 我会守着你的 安若 你是否还在怨我 既然你已经选择了清零 我们之间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直到我的付出 是一厢情愿罢了吗 原尽于此 各自安好 是一厢情愿罢了 不要走 不要走 殿下今日为何有闲情在这儿饮茶 只是忽然发现有些好茶罢了 放了很久了 好茶 能够被殿下记起 那人呢 何谕 其实 林墨殿下这些年 对殿下的情谊 对殿下的好 我们都看在眼里 当年之事 即使并非全怪林墨殿下 只怪命运弄人 谁又不是裹挟在其中呢 金灵 你身体无碍 还竟修了魔 那你内担破损 和重伤将死都是假的 不敢 你早就追了魔刀 用一个假的药单演戏 来骗取林墨的内疚 都是青梅竹马 凭什么他只选择你 都是九尾狐 凭什么你就是狐族公主 林沫他也和我成了亲 凭什么心里念的 梦里喊的 都是你的名字 既然我注定得不到 那你也别想得到 金灵 你疯了吗 你与林沫的一往情深 都抵不过我一句人质将死 只要让他一生都记得我 念着我的好 他就永远都不会选择你 顺便告诉你一句 你与我纠缠的这一刻 你的哥哥嫂嫂 都已经被仙族杀死了 这里面也有我魔族的一份贡献 宏主 你彻底输了 清离 清离 一会真神 你堕入魔道 残杀同类 罪不容珠 当入九渊 受疾苦之刑 啊 啊 阿若 别过来 都过去这么久了 殿下也说过 再也不愿礼摸殿下了 不如以后就不要再对他这么冷冰冰的了 好茶虽好 但真心更难难可贵啊 也许就剩起自然吧 改日 改日带他来了再说 让你骂 虽然阿英答应让你跟着 但我们现在有正事要办 不能老实待着你 你以为我愿意跟着 我知道有些事情很难放弃 但过去的 就让它过去吧 别老放在心上 走了 待着好好等我们 这样不去啊 那好吧 就这点能耐 还想困住我 也不问问我这九尾之身 搭不搭议 死狐狸是你 说谁呢 臭鹰 下死手啊你 你给我撒开 怎么了 别说话 安静点儿 来人 我让你别说话 我要杀了你 你卑鄙你无耻 竟敢又对我使用魅术 你有本事放我出去啊 你要是放我出去了 我就 我让你别说话 看戳我的眼 还治不了你了 阿姨 你这次还能感受到梧桐树吗 试试 真行啊 你这次还能感受到梧桐树吗 你这次还能感受到梧桐树吗 不需要太多了 你还能感受到梧桐树吗 我还能不让你 你这次还能把梧桐树吗 这是你这次还能让我 你这次还能不能为你 哇 還真的在這兒 沒想到那麼順利 走吧 嗯 嗯 文藝 你怎麼跟進來了 何人敢擅葬我歸金山 狐王之主 大人 我方才之所以不讓紅營跟進來 是因為兩百年前仙傲大戰紅營的父母 就是死於天后白紙之上 什麼 那 仙妖大戰時 你母親白紙背信棄義 殺我父母 這筆仇 我回你一棵生辰樹 你也還不清 胡族當年 你殺我不少族人 仙妖兩族的恩怨 何止這一兩筆血杖 我本不計舊仇 你既先來報我 我便留你不得了 伤手 在下大澤山古靜 這是我的師妹阿茵 見過陈敏殿下 陈敏殿下 晚輩自知魯莽 但我們此次前來 是想搜尋巫童樹中的鳳影仙媛 此事關乎繼任鳳凰的性命 我們來之前 還帶了一份禮物給殿下 望殿下行得方便 我真是 罢了 你们把这狐妖带走吧 多谢陈敏殿下 多谢陈敏殿下 你把你带走 你 带走 阿九 我知道你记恨当年之事 情有可原 但就像我方才说的 过去的事情 就让它过去吧 如今陈敏公主 已让我们取走仙缘 也同意不再计较 深陈术之事 你也退一步 行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他的功力肯定没必要耍这些手段 你们先别说了 这粗口都看不清 怎么也出山了 往一个方向走 不可分开 一个方向 我跟安逸有一套联手工法 叫进化水月 关键时刻可以保护他 我牵上他 你在前面走 快把我出去 居然都入了魔 多谢你了 叶爽 小时一装不足挂齿 拿个翠棒 扇呀 扇 扇半天 有什么用 这不还是看不见吗 你就少说了两次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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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你 你要干什么 真是不知足啊 早知道 早知道我让那个飞镖 逼我脑门上 我看你还怎么嚣张 我 我们现在都是自己人 别再吵了 谁跟她是自己人啊 好了 现在困境当前 能不能先聊点正事 一个地方的灵力 突然出现变化 除了天地出现异变 只有一种可能 护山大阵 你们看 现在护山大阵 已变成了魔阵 难道是魔族 他们乱了关须山的护山大阵 想要把我们困在此处 恐怕就是如此 我倒是有一个办法 我听说鹰族有鹰眼大法 可以于万里之外 动若观火 那是自然 这是一块结界石 可以暂时打破结界 但需要你帮我找到阵眼 我就可以想办法 暂时控制这个结界 帮你们可以 但是 你们要答应我 以后不会再让乾坤 带来对付我了 嗯 还有你 以后不许再对我使用魅术 再啰嗦几句 我们谁都别出去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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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了 找到了 这个 放开刀 都别过来 这眼就在不远处 陈禀公主也困在其中 灵气乱 则莫其生 你们今日 是走不出这桂须山的 大泽山的小仙君 多年不见 你倒是也没什么场景 你是当年炙火结界外的那道黑影 就是你害的小火凤 有限缘散尽 你竟是魔族 如今此事也是你干的 不错 你们为了讨好陈禀 定会带些礼物 足灰便是不二之选 我将其放入妖室流通 你们定会拿去献给陈禀 我早早就在其中掺入了魔旗 我早早就在其中掺入了魔旗 便大功告成了 你们当护山大阵为何而乱 自然是臣民 带了掺了魔旗的足灰进入 你先把他放了 阿火黄玉交出来 不然我就杀了这丫头 好 我给你 好 我给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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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星阵法 开 开 风云脱溃 你 围崖开满花 奋行天井之下 几土轮回真家 我不肯换我一脸 雨花心霞 衣服尘悲欢等笑纳 也随着满身破坏 解开秘密 开入天地的刀花 终放出我家 让他触摸少年 云渐天涯 开出云霞 我应诚信你无畏 我心头几刀把 任他万伴我掌 前方我痛快饮下 总是我心不爽 对你曾牵挂 也曾平安自华 还好吗你 没想懂你 远他 干什么偷偷摸摸的 给你个好东西 什么好东西 干吗 阿姨 我看你刚才受伤了 给你个零单 伤能好得快些 多谢 多谢 阿姨别吃 阿姨 这是啥就 这是虎血单吧 虎血单 它可以增加服用者的修为 对啊 增加阿姨的修为不好吗 阿姨功率提升 自然商就能好得快些 是 它可以提高服用者的修为 但同时 也能让服用者 对虎血主人言听计从 没错吧 你想做什么 你要抢走我家阿姨吗 放眼仙界 叫阿姨这么一个顺眼的 跟你做仙谱 还不如跟着我 跟着你 跟着我 你先跟我过 过来 放开 得亏阿姨答应你 带着你 给你疗伤 结果呢 你就那么报答她 阿姨这么好 我就是要得到她 把你那套说辞收起来 阿姨是好 但你想要得到她的原因 不因为她是一只水凝兽 既可以帮你治疗内丹 还可以帮你提升腰功修为吗 不矛盾啊 阿姨帮我治伤 我对她好 岂不是两全其美 你若是真的想对她好 你就应该征求她的同意 而不是像这样逼迫她 我会瞧不起你 好 不用胡雪丹也没关系 那咱们公平进招 早晚有一天 我会得到阿姨的心 公平进招 我干吗跟你公平进招 别装了 难道你不是喜欢阿姨 我喜欢她 她是我的师妹 也是我的小仙婆 我怎么可能 我心有所属 那是华叔殿下 我喜欢她什么 我喜欢她天天跟我吵架 但即便如此 也不是随随便便 什么人都可以娶她的 特别是你 就很不配 拿着 没有下次了 什么时候就你的家了 咱们也算是 同生共死了一场 按照我们英族的规矩 从今以后 我们就是朋友了 我们经历了 这么多危难 我教你这个朋友了 阿姨 你这乱交朋友的毛病 还是不改 什么叫乱交朋友 这都不算朋友的话 要什么才算朋友 阿姨说得对 我古今今日也 教了你这个朋友 教教教 也不会少块肉 我是因为安音的伤势 所以才多留了一晚 孔雀族和英族的战事吃紧 我也得赶紧回去帮忙了 古今 你既然说了我们俩是朋友 那我就有话直说了 若是以后孔雀族和英族的战事扩大 你们大泽山会帮谁 大泽山有门规 所以不能加入其他仙妓的毒涨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破解是怀念 阿姨 你注意身子啊 嗯 我会帮你呢 燕爽 我会帮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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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呼 秦岚 竖然 活黄昏 属下未曾能说 那黄黄月被吓了强大的禁制 我连触碰都是不能 禁制 怪不得 仙子一贯将鲜脉和仙气相连 形成禁制 那火黄月的禁制 定与大则山鲜脉有关 大则山禁定你不便靠近 免得被发掘 你将此物交给我物色中的那个人 让他拿着罗盘 去探得鲜脉所在 再接机将弑神花种在其中 定能毁了火黄月的禁制 主人 主人 我等不起了 克莫圆化形太过直立 我每日西上十几颗腰丹 才能维持到今日 我必得找一个同是 九尾狐的肉身腹身才行 弘义那小子 身上已沾了弑神花竹 又是九尾之身 他是最合适的人选 你真打算带我去大则山啊 不然呢 不是答应要替你疗伤吗 你有那么好心啊 是 我确实不怀好意 打算把你骗回大则山养伤 然后把你喂成一只肥狐狸 关在小笼子里永远出不去 我就想不明白了 你一个受了伤的狐狸 有什么可骗呢 既然阿英答应你 要替你养伤 我们大则山子弟 向来说道做道 阿九 你就跟我们回大则山吧 大则山可好了 你现在有伤在身 可能贤膳贤猪师兄会唠叨一点 让你好好养伤 按时吃饭 不过如果你实在想出去 我只带个后门 我可以带你从后门 好 你干什么去啊 摘果子 大则山那么远 你们吃河都不备 还不得本少爷亲自去摘 还是你细心 哪儿来的后门 你 问你话呢 你又怎么了 从今天早上开始 就对我态度很不好 说 我 我怎么惹你了 昨晚做了个梦 梦见你这个人 人丑 话多 而且眼光也不好 你 梦都是反的 是什么 那我心里就会 您让你惹 我怎么明白 是吗 我听说你 我听说你 你听说你 身上旧伤未腹 快些跟我回去吧 胡王这是在下命令吗 红衣 姑姑是在担心你 巧了 我这个人 和姑姑一点都不亲 红衣 你姑姑一路从建尤山赶过来 对你挂肠玄胆 你怎么能这样伤她的心 当年你为这个男人 争风吃醋留在三重天不归 瞥下我爹娘被害不加援手 今日 却在这装什么好姑姑 这样的姑姑 我承不起 世神花肘 红衣身上为何会有世神花肘 莫非是在九渊手上是被染上的 红衣 你在九渊煞玉可曾被魔所伤 与你何干 松开 阿若 松开我 你帮我放下来 将军 你 你干什么 你不愿意回去 我也不拦着你 这唐木串珠 能够护你周全 我不需要 弘奕 你还要任性到何时 你不要仗着你说我姑姑 就可以随意摆布 迟早有一天 我食尾血脉会觉醒 那时候 我一定亲手把狐族王位 从你手中夺回来 这狐族不是你的 不是我的 能忍居之 你若有这本事 我等着你来取 那就走着瞧 我已将红衣身上的 世神花种 堵在我身上 他应当无碍了 可为何世神花种 会重现三界 破手船 还发光 破手船 还发光 只有你的 没有他的 噓 走 出人 这是怎么回事 红若今舍得用自己一半妖元 护红义这小子 倒是我失算了 若非我莫缘不足 又怎会被他的妖元伤了 主人没有肉身之成 力量愈发不稳了 如今红义这小子 被他目传住护身 我们动不了他 需要再找一个九尾妖火 赶紧赴身才行 不必了 这不是有现成的人选吗 主人是熟 红若 他如今将世神花 剁到自己体内 又耗了一半妖力 在红义身上 这是送上门的礼物 红若啊 红若 你是妖族长老 胡族族长 夺你的身体 来挑起仙妖之战 才最为合适 这就是大则山呀 看起来也没有很气派吧 嘴真够硬 这就是大则山呀 先生师兄 师兄 师兄 先祝师兄 我们回来了 先祝师兄 先祝师兄 这个是我们的朋友 阿九 这个是我们的朋友 姓慧 姓慧 你是胡族 红苒王的第九子 你怎么知道 五千年前 我和贤卓下山游历 与你父王有过一面之缘 下过几盘棋 也算是有些旧意 你很有你父亲的几分 相貌风采吗 我们是因为阿九内担受损 所以想把他带回大则山 休养一下 他的内担是为了救我们受损的 阿靖和阿英的朋友 自然也是我们大则山的朋友 看来咱们的饭堂 又要剁双筷子了 只是 这仙妖两族向来积怨极深 若是被其他仙家发现 妖狐族王子藏于我大则山 定会引来不满 这有张隐妖符 此屋三件罕见 是当年我与你父亲对异迎来的 就用它来隐去你身上的妖际吧 我们对外便说 阿九是灵狐便是 这下你可以放心在打则山了吧 走吧 我都饿死了 我也不饿 走吧 看来你们这一路身夺波折 可是你们可知 为何这龟虚山里会有魔物的出现 莫非是九渊的封印出了问题 九渊封印由三伙所护 若出现纰漏 早就三界尽职 或许那些魔是堕仙和堕妖修成的 只是不知道他们到底想要什么 火黄玉 火黄玉 师兄 这火黄玉可有什么玄机吗 火黄玉虽是真神所赐 可不过就是蕴养仙缘的神物 对魔并无弊 虽然不知他们异于何为 但火黄玉上的禁止 乃是整个大则山的鲜脉所加持 魔物就算小了也无法触碰 此事不能小觑 我还是着人送信去天宫 暴雨蓝风帝君 让三界多加小心吧 归虚山魔物出现 妖界可有回复 蓝风帝君妖皇回话了 他说妖界世事太平 无需与我们联手 查魔物之事 帝君啊 可根据大则山来报 的确有魔物 在桂西山出现过呀 东华先尊飞升神界 凤冤陛下又隐居天外 仙界不止没有上神作战 连半神也没 一旦三界中出了什么大事 我们难以对付 妖族的这些家伙们 真是不知好歹 要他们一同查查 又不是要他们的命 这仙妖仇事多年 小联手 恐怕没那么容易啊 不查就不查 难不成没了他们 咱们仙界还办不成事 炎火先尊 魔的那些事 妖族可以不在 但我们必须谨慎 敬礼先尊 劳烦你多带些先兵先将 严加巡视 一旦有任何情况 随时报备天宫 灵命 领命 希望本次失联大会 能选出一些开用的后碑 以解用人之渴吧 仙界那群人 都是些小题大做的 无能之碑 躲遥躲仙周 修炼成散魔的每年都有 又能成得了什么气候 依我看 仙界是想借此机会 探咱们妖界的虚实 陛下 我担心未必如此 这次魔物出现得毫无征兆 又消失得干脆 这种隐秘不发的行为 让我想起 青林 青林 早就被封在九渊煞玉之中 他若出得来 煞玉中的万千魔物 不早就出来了吗 或许是我过于紧张了 二若 你放心 青林不只是你们虎祖的敌人 他当初引来魔祖 残杀仙妖两戒 青林 青林 是整个妖族的植物 天宫每五十年啊 都要举行一次试炼大会 选出新的天官 去天宫私职 大则山虽然一向不入室 但此次师尊尽神 尚有神兮留存 正是适合试炼的灵气之地 所以天宫提出啊 这次试炼大会 就在大则山举行了 那我可以参加吗 你参加什么 当炮灰啊 对了 华叔殿下是思路险君 那这一次试炼大会 他会为演 听闻孔雀族和鹰族 争斗震撼 华叔可能受了轻伤 未必得空来此 他受伤了 师兄 我这里有一株 碧穴灵芝 你们找人 替我送去白鸟岛吧 碧穴灵芝勿归远逐 艳朔 华叔 叶爽这可不讲义气的 那到时候华叔殿下 受伤了怎么办 有遮天散庇护 华叔自当无碍 师 师兄 你们知道了 鹰族虽然孤僻 却是出了名的善战 之前孔雀族 一直落在下方 而近来忽然扭转战局 定是得了相助 可你身上 却没了遮天散的气息 两件事合一 其中的原委 也就不难猜了 阿进 师尊既然将遮天散 给了你 你便有支配的权利 此前我们认为 你年少新兴未必当真 可如今 你连遮天散都舍得借助 实在是一片真心哪 我吃饱了 我先回去了 小师哥 你吓死我了 小师哥 这个给你 这是什么 这是仙池的莲子 三十年才接一回呢 听说你和小师叔要回来 我特地偷抓了一把给你们尝鲜 还是你对我好 那当然了 你都不知道我偷抓这一把有多难 听说华叔要来 师兄弟们可兴奋了 把这些莲子看得可紧了 自从上次师尊飞升的时候 大家见了华叔一年 都被迷得神魂颠倒 我不爱吃莲子 不爱吃 不爱吃 有妖狐 有妖狐 闭嘴 再叫我吃了你 现在我说一句 你说一句 听到了吗 刚刚 我满口胡言 我 刚刚 我 我满口胡言 华叔嘴歪眼邪 丑绝三界 华叔嘴歪眼邪 丑绝三界 三界最美的女君 是阿英 三界最美的女君 是阿英 阿九 干吗欺负她呀 我跟她开个玩笑吗 你还好吧 这是 她是我跟阿静的朋友 阿九 这就是来做客的鲜胡呀 可是她猫子好凶哦 她就是这样 喜欢这样一人玩乐 不好玩吗 没事了 你 你去忙你的吧 好 你去忙吧 跟我走 我跟你说啊 阿九 大则上的弟子 都是我的同盟 你以后不许欺负他们的 我是替你出气 我有什么好生气的 因为古静喜欢滑书 所以你饭都没吃完就跑了 她爱喜欢谁喜欢谁 跟我有什么关系 这种没眼光的仙君 坚决不能要 不像我 我就很有眼光 我喜欢的是 三界最好的姑娘 阿英 考虑考虑 我们创绣吧 如果我再看到虎血丸 我就让师兄 把你给踢出去 我又不是遇到个人 你就愿意和他双胸 师兄 其实我还有一事 想请两位师兄帮忙 什么事啊 我们之前在紫月山 听碧波说起了凝云山 水凝朔的洞天伏地 凝云山 没错 当年仙魔大战 凝云山不知所从 但在那最后一战当中 与凝云山并肩作战的 是南天洞府 我就在想 师兄能否帮我去南天洞府 借出七万年前 仙魔大战的古籍 说不定我可以找到 凝云山的下落 南天洞府与世隔绝 恐怕不是太好说话 我曾与南天府主 有过一面之缘 这一趟就由我走好了 多谢师兄 不过这件事情 能不能先别让阿英知道 此事对她过于重要 我怕一旦落空 她心里会接受不了 放心吧 小师弟 小阿英的事 也是我们的事 师兄不会空手而归的 多谢师兄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阿姨 把这香果吃了 补充点鲜力 你不用板着脸 我没事的 先别说话 今天时间格外地长 伤不到根本的 每次就一点点 你每一次疗伤都会损伤几分先例 如此半年 就算不伤及根本 也会大损修为的 我也不想要因这样损耗 不如我们 闭嘴 闭嘴 其实我想说的是 狐足妖丹特殊 属基因之火 寻常天才地宝都没效果 据我所知 只有阴火阳兵才有奇效 但这宝贝可遇不可求 若能找到一片 也就不必再损好阿音了 有那功夫找阴火阳兵 我都把你给治好了 而且再说了 我真的没事 你看 休息一会儿 现在很好 闲珠师叔 怎么忽然从南天洞府 借了这么多书啊 书 书 此处是高峰回转之地 这书定是落下人间去了 你先回大泽山 我去请一会儿下人间的令牌 把书找回来就是 嗯 闲珠师叔 你要小心啊 别跑 站住 站住 别跑 快跑 快跑 姑娘 你没事吧 没 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转 就划破了 完月替你补补吧 不必 我随省愿先法补上就是 先法归先法 让我来吧 你稍等 我去拿阵线 完月姑娘 你求 霓桥 这些花我很喜欢 小师叔 救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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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事啊 天空闯一关 送了试炼大会的彩头来 需要有人签售 这算何其事 小师叔我正打算去关心谷闭关 等待晋升呢 自时找别人吧 小师叔 师父掌教 事务繁忙 无瑕分身 闲出师叔又一直未归 伴助下的功夫而已 小师叔 你去帮个忙吧 那我就醒你 好了 走了 走了 要不是这种时候 还真忘了自己是个 大泽山的长老 这次的头彩 是刚结出的阴火阳兵 所以传音官才说 必须要长老亲自签收 阴火阳兵 湖族妖丹特殊 属精英之火 寻常天才地宝 都没效果 只有阴火阳兵才有奇效 若能找到一片 也就不必再损惑阿姨嘛 有了这阴火阳兵 阿姨就无需在每天 消耗自己的内灯 我要酒留伤了 这阴火阳兵要怎么得 自然是试炼大会 拔得头筹 阿姨 你在这儿干吗呢 你怎么还不去闭关修炼啊 雷杰在即 雷杰 仙珠师兄所先给的零药 如果在雷杰之际 实在撑不住的话 你赶紧吃上料理 也能穿意识的 怎么可能过不去 区区雷杰 替我谢谢师兄 也不知道你每天 都傻乐什么呢 我告诉你 马上就要试炼大会了 注意点仪态 你这样成何体统啊 那又怎么样 我呀 主要是担心到时候 你被白鸟岛的人嫌弃 为何 我到时候娶了华叔 每年总有几天 要陪他回娘家吧 你在我们大泽山 大大咧咧的无所谓 但去了人家白鸟岛 被人嫌弃 我还得替你出头 脾气也得改改 行了 到时候你就跟我去白鸟岛 我不跟你去白鸟岛 为何要跟你去白鸟岛 我就待在大泽山 睡我的懒觉 好好收点 真生气了啊 我开玩笑的 听我谢谢师兄 本儿呢 这也是 什么办法 的 男人 我不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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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 明月 我 我 你 好 是 惠长老 已有百年了 吴统古术 蕴养了我凤族 凤鸣 想为凤族全族兴衰担责 引领吴统党 驻万代繁华 你 想做凤凰 按照规矩 这凤凰之位 理应要传给凤隐 但是现在凤隐的先缘 已经离散 生死未卜 难道 凤隐万年不歇 我凤族 便万年没有凤凰吗 大泽山传来消息 古晋已寻得凤隐 四分先缘 他迟早是要归来的 凤鸣啊 你为凤族出力 却是好心 只不过火凤 是凤凰的第一继承者 是牢不可破的祖训 还是安心等凤隐归来吧 我闭关十年 闯过了梧桐岛大阵 我自认是凤族最优秀的弟子 这凤凰之位 本该就是我的 凤族的规矩可真是无断 放着如此有能力的人不用 非要等一个不知死活的空壳 你怎么敢来这里 若是被凤族的人知道 我与你勾结 放心吧 我用你给我的密法术的结解 不会暴露 火黄域呢 可算毁掉了 那火黄域上 有大泽山鲜脉结成的禁制 我无法进入大泽山境地 探寻鲜脉 这是探星罗盘 用此物便可以找到鲜脉的所在 你一计未成 为什么觉得我还会相信你 说不定 你早已露出了马脚 等古靖集齐了凤隐的先缘 你就永远没有机会了 主人说 大泽山这次的试炼大会 正是你办事的大好机会 你是妖 我却看不透你的真身 你背后的主人究竟是谁 你不用知道这些 你只需要知道 我们都希望火黄域被毁 合作成功 便是彼此受用无穷 想想吧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你能够找到你的 参见南宫帝君 帝君 这是今年试炼大会的名录 请过目 秦姨 可有看到阿静 没有看到 报名试炼大会的名单在此 请听到的先军 上前领取先器 万宜山凌峰 昆仑山连月 雷泽山 雷彻 梧桐岛 凤鸣 以花仙岛 俊玉 大则山 谷晋 谷晋 这谷晋 这谷晋 帝君 谷晋会不会是弄错了 有什么问题吗 没问题 没问题 谷晋在此 干什么呀 雷姐在即 你万一遇上了 你是不是不要你了 他 他不去 我去 你别去 你怎么不去 实战有利于晋升 老师说 呼噜里卖的什么药 说 没药了 人哪有什么药 将来 死了 哥 记得 我们还要 读了 华叔来迟了 还请蓝锋帝君 闲善道长 何诸位先君恕罪 快给你 你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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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 原来是为了华叔 华叔殿下有伤在身 若是不来 也是情理之中啊 华叔身为思路先君 自适应尽忠职守 怎可应一己之私 耽误天宫选拔 事不宜迟 咱们开始吧 好 行了 过来等我回来 我 本次试炼大会 乃是为天宫选拔私战职缺 望诸位先君永征职位 全力以赴 是 是 此乃天界雷鸟 诸位需要用手中的仙器 收集其身上的一缕紫电带回 前两位收集到的仙君 则获胜 请诸位务必谨记 此番仅为竞赛比试 出手点到极止 误伤了和气 一旦出现生死危险 立即停止竞赛 试炼大会 开始 师叔 没事吧 你 抓雷鸟男 抓你了 倒是手到擒来的 就你这样还想夺回 回家歇着去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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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没事吧 多谢阿姐 我等着看你赢 花叔 方才没有轻动到你的内伤吧 多谢帝君关心 我没事 年轻时候的旧伤 若是不好生条理 只怕日后会落下颜急的 白鸟岛危急 我哪有心思管自己的内伤啊 孔雀族与英族之战 我早就派过条天官 只是因为你们两族迟迟不肯休战 才有了今天如此惨烈的战况 我已下令一月为期 若两族仍然不肯休战 我就会依照天公利率 对二位族长问责 我这也是为白鸟岛主向 起码孔雀族 不至于被伤了根本 多谢帝君提点 是华叔渐远了 请帝君恕罪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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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划 订阅 只需用催眠咒就可收集子电 你何须伤害他 凤铃长了 何必如此伪善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多谢郭金秀 郭金秀 这雷鸟生心好奇 我们先用灵粉 将它吸引过来 然后用催眠咒抓住 再收集子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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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好伤害的 你死了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呜呜 怎么回事 走 走 走 怎么巧啊 雷劫 为何会有雷劫 是古今 古今就要晋升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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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你在这儿干嘛 别在话 赶紧起阵 挡天雷 你赶紧下去 你现在的灵力 一道雷就可以把你劈死 起阵了 阿姨 阿姨作为阿静灵脉相通的先手 都是可以助他一臂之力 阿姨 我不肯换我一年 余花山沙 不成悲欢灯香 阿姨 我此去满身波幻 揭开魅力 开入天地的造花 绽放出雾霞 把春梦少年并肩天涯 开出云霞 开出云霞 我饮成心灵无味 我心头几刀把 任他万般落将 千万我痛快饮下 总是我心酸 随你藏牲 对你藏牲挂 对你藏牲挂 也曾凭乱 自华 我与风筝为苍杀 风太过肩而发 任他真是如意 昏昏我又何曾惧怕 总是结局崩塌 若吻你怀下 任情几次生佳 你没事吧 没事 没事 师叔 师叔 好在你们没事 方才真是吓死我了 恭喜古靖先军 成功晋升下军 古靖 你能在试炼当中晋升 心智之间 我生平仅见 值得赔福 多谢蓝凤帝君 这古靖的雷剑 怎么这么厉害 一下就把我震晕了 本次试炼大会 就此结束 凤鸣先军 凤鸣先军 率先收集到了紫殿 而古靖先军 则是升擒雷鸟 更是不义 二位已将进入天宫入职 众先军有何意义 恭喜古靖先军 恭喜凤鸣先军 凤鸣先军 古靖 你们二人选一下职位吧 古靖兄生青雷鸟 实属不易 就让古靖兄先选吧 恭喜古靖先军 你可在南极斗神 和云领战神之中 选择一个职位 这两个职位我都不要 我这一次来 就是想赢因此而已 小师叔 阿进 小师叔 阿进 小师叔 阿进 喂 喂 啊 你就不能清点玩笑 疼死我呀 听雷都屁股死了 榜个不耐能疼死你了 我饿了 我要吃的 你什么 吃的吗 待会儿自己把药还 那吃的呢 我没过给你找吃的 要吃的 自己找去 回来 你要忙什么 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不就是照看我吗 你别老圣主不棘控制我 我要看花 看草 看太阳 就是没空照看你 干什么呀 我才是你的主 我现在重病在床 你不管我 你有没有良心啊 没有 我的良心在你 色令之婚 见色妄异之时 已经没了 全部没了 历劫天雷这么危险的事情 你为什么要瞒着我们 去试炼大会啊 而且抓着那针雷鸟就不放 不过就是想给华叔显摆 至于吗 到时候你真的要是被提 拿着 什么东西啊 阴火扬兵啊 试炼大会的彩头 阿九不是说了吗 有了这个 你就不用耗费灵力 给他疗伤了 所以你去试炼大会 是为了拿这个 不然呢 华叔殿下 追的机会有的是 谁叫你是我的小仙仆呢 为了给那只臭狐狸治疗 把自己搭进去 行了 看你的花花草草小太阳去吧 闻主人要休息了 也不知道 我晋升的时候那么帅 华叔殿下有没有肯的 他这么拼命 居然是乐乐 帮我 帮我 阿英阿英 阿英对你这么好 你怎么可以这么小家子气 他喜欢华叔 喜欢华叔 也没有什么好生气的嘛 也没有什么好生气的嘛 那 我是不是也要帮帮他 我得帮阿英追华叔 不 快点去炖汤啊 多加点猪肝啊 不行的话 你的心肝也行啊 不行 阿久 阿久 我可没欺负轻衣啊 不是 我是来找你请教的 请教我 怎么追姑娘 追姑娘 你 不是我 我追什么姑娘 是帮古静 我想帮古静追华叔 古静啊 这还不简单 教他我们胡族的魅术 是追求新上人 不是骗姑娘 再说了 你们这魅术能骗一辈子吗 那就送白鸟岛 骑车领悟 反正大则上有钱 不行不行不行 华叔是仙君 又不是仙奴 他怎么会因这些就行动 再说了 真心又不是可以买得到的 再想想 单刀植住 让古静制住华叔 你到底会不会追姑娘 你想的怎么都是骚主意啊 当然 你先 你先 我猜啊 阿九 连姑娘的手都没牵过呢 你又知道了 轻衣 有你什么事啊 我饭做好了吗 算了算了 白费劲了 我还以为你们胡族会魅术 定会很多弹琴帅的法子 这样看来 阿建可难办 等等 如果是帮古静小师叔的话 我倒有个主意 我在人间的时候 读过一个画本 说的是 有个书生 用三年的时间 种出了一片桃花林 带到落荫缤纷之时 请姑娘入林 说出苦藏心中的情话 然后二人就终成眷履了 我觉得这个法子好啊 又不洛俗 难道你就让古静在大泽山种桃花 静谷的小屋旁不是有株梨花树吗 看起来是普通的梨花树 其实是极品梨树赤螺 赤螺 赤螺 可是我怎么看它 也就是个普通的梨花树 这你就不懂了吧 赤螺花需要以仙力交注 十个时辰才显现 很少有人愿意为一树花开 花费那么多精力的 明日刚好就是七巧节 法子又不洛俗 好 我去了 七巧节赤螺树下表新意 好主意啊 反正呢 我办法是交给你了 能不能约到华叔 就得靠你自己了 我跟你说啊 如果你一开口他就拒绝了 全是你自己一厢情愿 会很丢人的 不丢人啊 我穷了 我现在就去找华叔殿下 其实这个办法也没有很好 我觉得你可以再想一想 很好啊 谢谢你 阿姨 我走了 我走了 这是谁家的女君 为何在此哭泣 你也不认识我吗 我可是唐她白鸟老的华叔公主 你也不认识我 我应该认识你吗 是啦 你们远远眼中 远远眼中 远远又成名公主 她说日月之光 朝着我入星辰半暗白 她何曾有我美 只不过她投身在天地家 远天真压我一头 总有一天 我用你们瞧瞧 我们孔雀族 绝非二流仙门 我孔雀族的公主 绝非大人的陪衬 这是什么 今日 我路过太白星 这星光璀璨 便摘了几颗星辉 你看他们 虽然不如日月耀眼 但是也有自己的光芒 无人可以遮掩你的光彩 两百年前的星辉 她竟一直待在身上 还会玩得尿兰 对 我为什么要温人 它虽然可以 你说我 殿下 古今仙君来了 古今 古今 知道了 你出去吧 阿剑 你的伤怎么样了 不碍事的 华叔殿下 其实我是想问 明日七巧节 你可有空啊 我们大泽山禁谷 有一株罕见的赤罗花树 所以我就想 如果没空的话 没关系 是阿剑要我的话 自然是有空的 好 那 我明日再静谷等你 不见不散 不见不散 殿下不是一向瞧不上这古禁吗 七巧节邀您摆明了是追求 殿下怎么会答应的 古禁虽然法力平平 可绅士却颇值得坦究 他破坏了小火风的将士 还能全身而退 这背后的来头只怕不小 况且 他的遮天伞很有用 我多拴住他心一日 神器就能为我所用一点 那蓝锋帝君呢 蓝锋一贯公正耿直 不如古禁容易拿捏 虽然他在上军巅峰已停留数年 迟迟不见生神 但他现在毕竟是戴天帝 这放眼九州八荒 也不会有越过他的人群 只是不知 我故意调的那袋鲜辉 会不会奏效 殿下妙凡 怕是已经奏效了 蓝锋帝君 我捡到了你的旧物 特来归还 我 我一时疏漏 给帝君添麻烦了 我竟没有想到 这袋鲜辉 你一直随身带着 两百年前一见 彼时 华叔还是一个 初出忙碌的小女君 叫帝君看了笑话了 帝君只当没看见吧 华叔 明日是七小节 我能否邀你一起共赏雀桥美景 好 其实两百年前一见 蓝锋对公主 十分挂念 请帝君 容华叔考虑考虑 好 我等你 都一晚了 赤罗花也没显现 要不你先休息一会儿 别到时候花没显现 先例耗尽 身体还受损了 结言就是七巧结了 既然约了华叔 来看着赤罗花叔 怎么能连影都没有吧 你先会儿吧 我来试试 你就别试了 就你那先例 怎么可能够用啊 这都显现了 我们一起来 再加把劲 来 好 真的成功了 可以了 赤罗花也有了 可以回去休息会儿 你等等 再帮我一个忙 你过来一下 干吗 你坐在这儿 既然呢 是赤罗树下表心意 我就想了一段话 你帮我听听 十年前 第一次见到你 从那之后 其实我心里就一直念人 每一次看了你就想多看几眼 听旁人说起你就想多听几句 今天实际正强 我想把埋在心里十年的话 告诉你 我喜欢你 我想了好久啊 我真的不知道要说什么 但我觉得这个应该还不错 阿燕 阿燕 给点意见啊 我不是很说我不配 我 你自己自己想吧 我回去了 你说什么呢 你路都走不晚了 奇奇怪怪的 小师傅 小师傅 你怎么了 哪里不舒服吗 你 小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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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总算醒了 阿燕 没事吧 你是主仆气发作 所以晕了过去 主仆气发作 必是起了与仙气相悖的心思 阿燕 我来问你 你需诚实回答 你是想伤害古今吗 我没有 我怎么会伤害他 那你 可是对古今动了情 阿燕 没事吧 我没事啊 你是主仆气发作 所以晕了过去 主仆气发作 必是起了与仙气相悖的心思 阿燕 我来问你 你需诚实回答 你是想伤害古今吗 我没有 我怎么会伤害他 那你 可是对古今动了情 怎么可能 不可能 那你先好生养着 轻衣 阿九 你们好好照看阿燕 是 轻衣 去给阿燕熬个鸡汤补补 你赶紧的 没事就赶紧回去吧 我要睡觉了 今日是七小节 我看试炼来的宾客 都去天河过节了 要不咱们一起去天河 逛一逛三菜心 你怎么了 先瞧着 正不去啦 好吧 那你好好睡着 我走了 难不成阿燕真的喜欢古今 快点 非诚明脑子里总想着古今 若是被人发现 会丢死人哪 仔细想想 古今他是个非诚二世祖 一事无成 有什么可举之处 就算他认真起来 认真起来 他好像也有那么一点点帅 不对不对 他对你招之急来 挥之急去蛮不交厉的 可是 他拼命迎下设练大会 又救了你性命 好像也不曾有人 对你这么好了 不行 我想 我想 不能一直想 我得想办法 把他给忘掉 这冲门走的 我得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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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漂亮 是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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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颗星星好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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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那个飞得好高 还有那个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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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是去找一个 人少一点的地方吧 好 此处虽然僻静 但景色却格外美 我常想 要是有了星月之人 一定要带他来此处 帝君有心了 华叔 蓝蜂帝君 那儿见 当夕眼前日 此前正是我心中所思 也盼 是你心中所想 华叔 你放心 在你的心意 没有明确之前 我不会强碰你 做出任何回应 我会一直等着 直到你可以 正式地接受我 我的心思 帝君还不明白吗 两百年间 这星辉一直鼓励着我 就像当年帝君 在我面前温柔低语那般 每每念起 我总庆幸 当时能够遇见帝君 只是如今 违缘英族 与我族战事早消 那时 我才能够与君畅谈往后 华叔 我一定加紧促筹 你们两族停战和谈 对了 今日 我给你准备了一样礼物 你且在此等我片刻 好 你怎么在这儿 这话应该我来问你吧 你怎么在这儿 你把阿静晾在一旁 如今跟南风帝君在此优惠 你什么意思啊 区区低阶仙仆 也配过问本殿的事 你若对他无异 便应该与他说清楚 不该如此敷衍他 你做这些朝秦暮处 勾三大四的事情 有什么意思啊 是吗 那样你就有机会触碰 你主人的心了 古静可知你这低贱仙 不对他起了妄念 瞧你这痴心妄想 真是可笑 我知道了 莫不是你怕阿静 把借给你的遮天散给收回 所以你才这样 不清不楚地敷衍他 你果然是小人之心 我现在就去告诉他 可不是什么好习惯 你来此看灯游晚 你来此看灯游晚 只看到这天河眉睫 旁的你什么都没看到 待你回到雀雨仙路 遇见我的事便一概忘了 话说 去吧 你找到呀 你带来潜在他 你ť是谁 你带来潜在他 还有这天河眉睫 我们店内的 也要进来 在哪儿 那儿 好看吗 好看 据说呀 把愿望显的这个灯上面 都会实现的 真的 你没事吧 是那个吗 怎么办 不对 有个很重要的是 是 你没有那么大 好看 好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华叔殿下 你来了 阿进 我昨夜里突然痛症发作 对不起 让你空等了 那现在还好吗 服过药倒没事了 我是来赔罪的 今日愿雨军畅快共饮 无妨的 等殿下伤势好了也不迟 只是 只是我想知道 我在殿下心里到底是 你就是个大笨蛋 阿音 你先别说话 他昨夜没来赴你的约 并不是痛症难忍 而是他约了 他约了别人 什么约了别人 阿姨 女军 我不知你是听了何人所言 我又约了何人 还请民事 你当真是让我说出来 说出来让大家都难堪吗 那你的意思是 你说不出来了 难道是昨夜喝多了酒 为何只有一些模糊的片段 他到底是和谁在一起来着 阿姨 阿姨姑娘 我家殿下昨夜伤头 难消挨了一夜 可不能就这么被你空口白 一句话毁了清白 你要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就请立刻向我家殿下道歉 我当真是看到了 这是 我不知是哪里得罪了 这位阿姨女军 没半点时政 却言之凿凿修缠不休 可是我也不能平白受此无免 阿姨女军 你可敢立剑心事 将手放上来 此事可剑心 你只需说出 看见我是前行如何 但凡有半点生鞭乱造 那你便受那焚火灼心之苦 阿姨 华叔殿下 这剑心咒 其实随随便便就可以用的 你别乱来了阿姨 什么叫我乱来 我真的看到了 你不相信我 你不相信我 好 若是不相信 是我多事 是我多事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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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珍 你也不相信我 他认识的 你不相信我 让你信心 他可以信心 在我 Eva 我需要识心 可以信心 这个吗 郑蝙 他肯定是rom了 马上只是一位 抢我的目被乱到 那远见 我 你这位 何况您已如愿 笼络住了蓝风帝君 能让天河翘首先婆 专为您打造这孔雀项链 帝君为殿下 还真是费心思 可惜 他却不肯为我孔雀族 训半点私情 竟是这么个 秉公持正的天地继位者 我们与英族僵持太久了 若不能尽快结束战事 只怕后患无求 殿下 是白尿岛传来的战报 我说 花眼这个蠢货 大殿下 我早言明 在我找到足够强大支援前 我们和英族僵持不动就是最好 他倒好 自作主张偷袭英英 结果反被英王擒祸 现在整个北海 都在看我孔雀族的笑话 那咱们白鸟岛 岂不是只能认英族替条件了 英族挑衅在先 我白鸟岛就退让之旅 可您明明有古晋所赐神兵 本该所向披靡 让这英族闻风丧胆 不敢来犯啊 可是这半神之弃以我倒行 无法将其发挥到极致 除非 我找到宁云山之后 我就要赶紧离开这个孔雞大笨蛋 这宁云山再不难找吗 还没有音讯啊 宁云山是有自己的逆藏结界的 它可能藏在任何一个 山川命令当中 我每天都给妹妹出送的日子 可是她一点反应都没有的 没有就在想 可能 要是要妹妹画型的话 就必须要找到宁云山的玄虎才可以的 下次我陪你找 我们湖族最擅长寻宝 今日不喝了 回去休息吧 不想 说好的 不醉不归 我胃呢 你们要觉得今日的酒很特别吗 这是阿姨我特制的梨花鸟 十年前第一次见到你 从那之后其实我心里就一直念你 不想把埋在心里十年的话告诉你 我喜欢你 阿姨 本来是想帮她了 可现在 不是说好 今日只痛快喝酒 不想别的吗 来 无罪不归 喝酒 对了 阿姨 你都 伤好了 还不要回护族吗 护族是我的家 它又不像是我的家 我父王母后都不在了 只有一个我不喜欢的人在那里 你又这么不喜欢你姑姑啊 我也不知道 或许是看到她就想起当年静幽山 一片狼藉 她越想弥补 我就越想逃 不过 不过没关系 等我找到了明明山 我就给你换了一大块地 你想待在哪儿都可以 你不想回去也可以 反正 你做什么都可以 你不想让我找到 你不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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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想做你藏在心里的那个人 我现在想做你藏在心里的那个人 他 我 阿姨 又是主不激 阿姨 你说什么 你干吗要变成阿静那样子 你当你变回来 我现在那么久不想看见他 阿姨 我跟你说什么 阿姨 今日我没有不信你 你的信子我最了解 但还是让你受委屈了 我给你赔个不是 谁让你这个傻冒主人 笨蛋 我就喝酒 阿姨 你看看你 都现出原形了 我 我 你还没说阿九跟你说了什么呢 你别听他胡说八道啊 听见没有 阿静 华叔 华叔 雀语的 那让苏那雀语的 我会跟他对峙 你都现原形了 不能让六个人看到 先把你藏进来再说 你先藏在这儿啊 不要出声 我不 孤丁 你把他叫过来 我跟他对峙 我跟他对峙 是 明日一早我便要回去了 特来跟你告别 还有些事情 我想 华叔殿下 明日什么 明日一早我便要回去了 这么急吗 华叔殿下伤好些了吗 那我无大碍了 你有别的客人吗 客人是没有的 就是 房间里突然闯进了一只小脆猫 上蹿下跳的 搞得乱七八糟 我今天就 不请您进去搜索啊 我想起来了 我 我想起来了 卷雨的 华叔殿下 我得先回去照顾 那只小脆猫了 你早点休息啊 我早点休息 阿姨 你没受伤吧 这里灵气肆意 自称屏障 必是大泽山的鲜脉所在 我苦寻数日 终于寻到这鲜脉所在 只是这这天色 威力太深 我该如何进去 什么人 贤竹师叔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两日不见 你这是在人间 找了两年的书 我确实是花费了一些时间 此时你不要对外人讲了 可是师叔 师叔 你是大半夜的 在这儿干什么呀 我检查一下境地 近日大泽山人多眼砸 不能让任何人靠近 那我再寻查寻查 不必了 师叔已经检查过了 你早点快去休息吧 鲜脉外灵力屏障无损 是 鲜脉安然无事 眼下我最担心的 还是阿静 劫难又急了 我算过来 若阿静为阿英红乱行动 会直接引劫难入命 阿静怎么会有阿英红乱行动 他一直仰慕的不是花叔吗 他们中海年少 或情圣而不自知 或简不断理还乱 哪有什么道理 若真等到情难自控时 那便晚了 此劫一生 便是死劫啊 若为阿静 先凑成有华叔的姻缘呢 再想想 你我 且再想想 再想想 父王 父王救我 父王 燕丘 英族欺人太甚 阿末 我给你一个月的期限 今日 就是要你孔雀族 给个答复 您老要是再不说话 我就在两族大军的 众目睽睽之下 画了他的口血原形 拔了在屁股上的毛 毁了他的内丹 父王 你一定要答应他们 父王 父王 你一定要答应他们 且慢 他 想欺在我孔雀族头上 我们也配 我进的遮天伞 铁阵 暴雨 是 华叔居然已经晋升为了上天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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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力这么大 难道他炼坏了这天伞 父王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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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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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 我们认输 这边看不出 是被遮天散的 天罡之气所伤 没人会发现你 你既然已经确定了 大泽山的鲜脉 只需要将这个 放入鲜脉中 别动 这里面的东西 可是会落地生涯 吸取灵力可蔓延吞噬一切 别让他给你生吞了 佳琪 古静已晋升下军 待他找到小火锋 所有仙缘 凤凰重归 你便再也没有机会了 这天子 虽以外界道白鸟党 但是天罡之气 仍在会有大泽山 我根本进入不到 纤维当中啊 放心 那纤维处遮天散的结界 正在慢慢消失 许是谁在偷偷 练换那遮天散吧 真的是天主无疑 那时 华叔晋升上军 用你所赠遮天散 大败英王 一战成名 白鸟岛大获全胜 眼下 英族与孔雀族 已经停战弹劾了 但我们大泽山 向来不会插手 其他族内之事 这次是我任性接散 给山门添乱了 无妨 等你们结了亲呢 咱们大泽山和孔雀岛 就是亲家 互相多帮衬点 没什么 什么解情啊 我跟华叔 我没有到那一步 师兄 男为婚女为嫁 你喜欢他 师兄们自然支持你 但师兄 我觉得 为凤影收集仙元一事 还未完成 我总想着 完成此事再论其他 收集小凤军仙元 自是要紧 可这婚事 也是迫在眉睫了 孔雀王后日受担 宴请仙界众名门仙君 大则山已收到情体 仙界皆传此宴 孔雀王实则是想公开则序 听说不少仙门 都是拿着自家 压箱底的宝贝去求取的 若是让其他仙府登了仙 你可自个儿懊悔 躲着出去吧 仙竹 这是 师尊非生的时候 给我和大师兄 也留了宝贝 这顶炫星奉冠 为兄转赠给你 他是件半神器 你带着他去提亲 绝不跌分 想想他戴在你 心仪女子头上的样子 可是已迫不及待了 你还是有个幻子 你 你 我还是觉得此事过于唐突 况且现在阿英还在与我置气 宁云山也没有找到 我心里总觉得 大金 你不是一直信于华叔 想要娶他作为自己的仙侣吗 切不可学那心愿意马 始乱终气之徒 你将遮天伞 介于华叔一事 已是三界皆知 如若此刻畏缩不前 只会让旁人对华叔起非议 阿静 你我男子 心纵有大天地 也须有维护心爱之人的决心 我已以长教身份 为你写好评书 这就让轻衣准备好仙车 你带着评书和凤冠 一起去白鸟岛 尽快把亲事定下来 小师叔 你可收拾好了 你在院子里晃着什么呢 你是要带上阿英 还是跟他告辞啊 啰嗦 我就是想有没有什么遗漏 受理 聘理 该准备的我都给你准备好 放上仙车了 现在呢小师叔 你只要把自己放上仙车 咱们去白鸟岛求情这事 就万全了 可是你要是再什么耗血不出发的话 别催了 等等我 轻衣 他着急忙慌了干什么去了 小师叔你没听说吗 小师叔要去白鸟岛 向华叔殿下求亲了 小姐 他要娶华叔 小师叔你怎么了 你看起来脸色不太好的样子 你不会是不想让他去吧 我怎么可能 这 阿英 你回来了 我知道 你要去白鸟岛求亲 刚才轻衣已经跟我说了 那你要是去的话 就不用磨磨叽叽 对 你这个人做的事情 就是喜欢磨磨叽叽的 你要是去晚了 华叔公主就会被 其他仙君给抢走的 我跟你说啊 你对她一直一心向往 所以就要趁此次机会 能够好好表现 我今日有些不舒服 所以我就不去了 免得会给你添乱的 你赶紧去吧 我回去了 阿英 阿英 孟茴谷 孟茴谷 此次的已 离离返茂 凝云山可逆的藏匿地 祁远山和风川下 地貌诡异容易迷路 妖族更难尽 等我回来再去寻 祁和川此处地险 切切等我回来一起寻 你 你 露天 小盛 先去我们离开过地方 好 大泽山古静 带长教师兄特来为孔雀王助手 孔雀王特意交代了 若是大泽山的贵客到临 让我亲自引入岛内 古静长老 请 古静见过孔雀王 古静侍侄 本王有失忍赢 多亏是人 将遮天散借给姝儿 这才让白鸟岛避过危机 如此大恩 本王铭记在先 小小薄礼 不臣敬仪 前尊 我帮华叔殿下 是出于朋友间的道义 这些礼物太贵重 古静受之不起 还请您收回吧 请 abonn 侍侄和姝儿交好 倒是本王 折辱了侍侄的 这番心意啊 对了 日前华叔与阴王一战 身体可还安好 多谢侍者关心 叔儿和燕秋一战损了先例 如今正在闭关 怕是要等到寿宴当日 才能出关呀 小师叔 先尊 其实我此次前来 除了为您贺寿之外 还有一件事想与您商量 但是无妨 想必您也知道 遮天伞一直是我山门的护山神器 拱为我大则山安全 眼下我看白鸟岛危机一截 古静想取回遮天伞 侍侍 这遮天伞肯定是要还给你的 可如今伞在书儿手里 要不这样 等他出关之后 让他亲自给你送去如何 那便只能先这样了 华莫先尊 何事啊 先尊 我家小师叔自梧桐岛上 对华叔殿下一见倾心 十年来心思不改 这次小师叔入岛 本也是为求求华叔殿下 只是他太过一激动 竟不知如何向您提起 这是长教师尊 亲自为小师叔背下的 聘书和聘礼 炫心奉关 还请先尊将华叔殿下 嫁与我家小师叔 古静小师叔宅心仁厚 必定会护他一生一世 炫心奉关 这可是见半神器啊 古静这聘礼再贵重 您也不能就这么收下了 我也只是收下聘礼 又没答应打算算什么 这再说了 我也不好直接拒绝他啊 我说了 叔儿 古静这次来 可是要收回哲天撒 他若知道这东华的神器 被你炼化了 就怕不会善罢甘休啊 他这就要拿回哲天撒 大则山是仙界巨拨 若因此 要向我白鸟道讨要说法 仙界各派 肯定不会站在我们这边 所以父王想 若是大则山和白鸟岛结为亲家 那他们 肯定就不会再追究此事 而且那个古静 仙根纯厚 是可造之才 贤善又极其器辱于他 将来 极有可能会继承大则山的山门 我了解古静 他仙根纯厚不佳 但性子过于闲散 没有急于突破仙界的心思 况且 大则山一之独善其身 将来也不会帮我们壮大白鸟岛 制衡凤凤凰一族 那你是 只看好蓝锋了 蓝锋继任天地之位 指日可待 那时我便是天后 梧桐岛也得对我白鸟岛 李玉勇佳 同样都是先秦 凭什么我孔雀族生来 就要尊凤凰为皇 这种日子 我再也不想让我的族人过了 父王 我华叔的夫婿 定要是那九重天宫的主人 仙界之地 阿英 给你看个好东西 给你看个好东西 阿英 给你看个好东西 好了 好吗 好吗 这就是有什么名字 那真是假的 因为现在耳朵 一样啊 我让你感觉有什么 我看你了 你也不想去 因为古镜要求娶华叔了 所以你开心不起来 你不是早说过要放下吗 我挺好的呀 真的很好 我今天特别神清气爽 定能寻遍十座先生 走了 喊你都喊不住 就知道门头乱飞 都闯到人家进智节界里去了 知不知道有多危险 我没注意 谢谢你 阿久 笑不出来就别逞强了 今日不找宁月山了 走 带你去妖界 宁月 包管你醉生梦死 连古镜长什么样都想不起来 更别说为他伤心了 我没有为他伤心 我干嘛要为了他伤心 我没有为他伤心 叶爽 别躺着了 能证我吗 你 你别过来 你是不是对我用那个了 你 你不要看着我 我告诉你啊 我不会再中你招了 我的魅术不是随随便便 对谁都用的 对你 我没兴趣 严爽 你没事吧 我看那一群人是孔雀族的 不过我听说 殷族跟孔雀族都已经停战了 为何现在 华眼之前落到过我的手里面 丢了面子 想把面子挣回来呗 说到底 要不是古静把这天散给了华叔 战局就不会倒向孔雀族那边 我父王也不会败于华叔手下 身受重伤 话也不能这么说的 要不是因为你们殷族过于贪婪 想要孔雀族的 半边动天伏地 还把人家孔雀王打成终伤 那爱情也不会伸出曾隐之心 非要把这天散送给华叔的 胡说 那黄墨妇女真是能够颠倒黑白 黄墨内伤分明就是一百多年前 在论仙之战的时候 他输给了我父王 丢了颜面 不知怎的急于修炼 伤了自己的内丹 先例修炼上再难有寸减 根本就不是被我们所伤的 分明是华叔 在阵前把我父王打成重伤 我这才去取碧血灵芝 想要给我父王医伤的 可可仙界都说了 是你们挑衅孔雀族 逼他们开战的 何来挑衅一说啊 阿燕 我只不过是让白鸟岛打开 他们无极洞的屏障 好让我去找寻我失踪族人的下落 他们一直不肯 还污蔑我们 说我们寄予他们什么白鸟岛的 洞天伏地 真是笑话 叶爽 你说的这些可都是实话 你要是想证实真伪 可随我上鹰岛 那里多的是证据 此事对我很重要 我跟进去 干嘛 你不跟我去要见了 他们这仗都打完了 这事真真假假 跟我没关系 我是怕阿静这个大笨蛋 别人当枪手 自己都不知道 孔雀王设宴为仲仙洗尘 小时恕你不去 偏跑来这里自己找酒喝 这多自在 主要这白鸟岛的酒也不好 还不如我家阿英 赠酿的离荒鸟 怎么老想那么臭呀呢 等等 你怎么把殿下最真爱的 雀雨灯给换下来了 这可是今年七巧雀雨仙路上 寻得的稀罕物件 一点眼力见都没有 雀雨灯 雀雨灯 那人说那雀雨灯 我就跟他对峙 华叔七巧节不是痛症发作了吗 阿英果然没有偏望 还有 一会儿殿下要去后院的良亭 这次登岛的 可都是清沐殿下的追求者 嘴巴都放眼些 别让什么人都寻去那儿 扰了殿下的清紧 是 快拿回去挂上 小师叔 我都快被你晃晕了 你这心碎难过的 是因为华叔殿下七夕未付你的约 却与他人共赏雀桥 还是说他自称闭关养伤 却对你避之不见啊 都不是 我就是 就是心里有点不痛快 当初在梦桐岛 华叔殿下仗一助我 就忍不住想跟他多清静些 纵然这十年间我一直一厢情愿 但我也从未逼迫过他半分 他若是真有什么难言之隐 为什么不能大方告诉我呢 那些人界广为流传的 情爱话本里说 如果爱上一个人 就会改变自己的处事原则 有些人甚至还会是非不分呢 什么意思 小师叔 你问问你自己 是否会忽略华叔殿下的 欺骗与谎言 做出违背自己本心的事情 如果事事都分得清楚 算得明白的话 那 那就不叫爱 那是什么 你因他仗义直言而心生仰慕 这怎么听都像是恩情啊 恩情 不想了 总而言之 我们这次来就只是贺寿 求情之事 等我想明白了再说吧 那个 小师叔 我以为 你见到黄沫先尊 太紧张了 把求情之事给忘了 我 我就 帮你把那个聘书和聘礼 就先送过去了 什么 你这会儿倒是情怀了 我哪能忘了 我就是觉得 这求情之事过于仓促 你啊你 我也是为了完成使命嘛 免得回去尸存责备 那现在如何是好啊 稀里糊涂做决定 对华叔也是不负责任 我去求见华叔 跟他道歉 把聘礼要回来 庄署 sel陈礼 很好 你最后 我帮你自己去看华叔 你最后 你最后 你看礼物 是我那里做得不好吗 不 是我 那日 英王写我王兄 我拼死与之决战 慌乱之中 不慎将遮天伞练化 这才战胜了英王 这遮天伞 可是大泽山的护山之宝啊 这也正是我为难之事 古今先君入岛祝寿 并带来了炫星奉冠和聘书 我父王有愧于此 便接下了聘书 所以古今 也是为了求娶你而来 古今先君对我有恩 可是我却 如今 我唯有嫁给古今先君 才能弥补我犯效的过错 姝儿 你说的这是什么糊涂话 你为了报恩 为了赎罪 就嫁给古今先君 这不仅对你我不公平 对他也是不公平的 可是我没有别的办法嘛 我不能让父王和白鸟岛 跟着我一起蒙羞 我们此生无缘 师父 这一定不是最好的决定 我不会因此放手的 我十年之年 无限迷局 还因此让阿姨平白受尽委屈 真是荒唐 战书 来回战报 可都清楚 很清楚了 孔雀族隐瞒与英族开战的真正理由 颠倒黑白 还给英族强加罪名 简直令人不耻 更何况 华叔还炼化了遮天伞 伤了我爹 华叔炼化了遮天伞 若不是华叔将遮天伞炼化成了自己的神器 他又怎么利用遮天伞的天罡之器 这天伞是阿静的失踪赠予给他的 珍贵得很 只是借他一用 他怎能练成自己的神器 话说这个人实在是过分 谷静他心性善良 定不能被他给骗了 我得想想法子 他心性善良 我看谷静分明就是满肚子坏水 就算他要娶华叔 那也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接大欢喜喽 谷静要娶华叔 阿静 阿静 要不我陪你去白娘岛吧 把你师兄抢回来 正好 这也是在帮我们英祖 好 可我不仁怀 现在就出发 走 我去 今日一早 谷静派人送信 言聘书中所请已然作废 这天散 他已不会收回 那原声 读位 今日是本王寿宿 这第一杯酒 我敬各位先有 多谢各位不远万里 来为本王注寿 各位敬训 这第二杯酒 我要敬古境先军 多谢古境先军当日 相见遮天散之意 就白鸟倒于水火 先尊不必客气 今日是先尊的大寿宴请 倒是古境唐突 有一事相求 但说无法 古境想拿回 借给华叔殿下的半神器 古境先军指的是 古境又是顽劣 曾在梧桐岛 受华叔殿下庇护之恩 感激不尽 事已擅自将遮天散 与炫心凤冠借给华叔殿下 抵御英族挑衅 如今白鸟岛危机已除 大泽山门也无意插手 各先派斗争 事已想提前拿回炫心凤冠 请先尊体谅 你 至于遮天散 古境听闻华叔殿下 在与英王斗争之中损失了先例 此散便赠与殿下 以报当年相助之恩 古境先军高矣 本王感激不尽 来啊 将炫心凤冠取来 炫心凤冠 果真是天界巨步啊 居然拿半神器报恩 手笔也太大了吧 前几日 华叔用遮天散大败英族 仙界皆是怀疑 是大泽山有意庇佑孔雀族 今日这古境先军这一出 摆明了是要与兵阳党划清界限 来 来 我敬古境先军 兰丰帝兄 请 今日在下颇为赶回 本军清心华叔殿下久矣 却溃汉未能为所爱尽心 今日向诸位宣告本军求取之意 只愿华叔知相 无论白鸟岛做出任何回应 蓝锋此心都不会变 请 古境也敬蓝锋帝君一位 蓝锋帝君与华叔殿下郎才女貌 若男株莲碧合 定时先借一段佳话 多谢古境机言 请 请 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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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静 快撤了这点伞的结界 放我们进来 快让我们进去 阿静 叶爽 吴沁 她们是我大泽山师妹阿英 还有灵狐阿久 还请华叔殿下关掉姐姐 放她们肉围 我们大泽山的遮天伞 为何会变成白鸟岛的姐姐 对啊 难不成这把神器 已经被人用内丹炼化 成为了别人血脉相连的法器 虽说我们大泽山是先借巨拨 不过 半神的法器 如此珍贵也不过己见 俗话说得好 有借有还 我们借出去的宝物 却变成了别人家的宝物 这如何是好 若是这样的话 那以后 先借他人有难 谁敢出手相救啊 阿姨 这遮天伞 我已经送给华叔了 从未有不怀疑说 从此之后 遮天伞与大泽山再无瓜葛 一切功过荣辱 皆归于白鸟岛 你是不是昏逃了 就为了向白鸟岛提亲 师尊给的神迹你都不要了 小师姑你别乱说 刚刚你没来的时候 蓝蜂帝君已经当众 向华叔殿下求亲了 蓝蜂帝君 乱生干吗 快去道贺 去啊 那就恭喜蓝蜂帝君了 这华叔公主呢 美绝三界 德才兼备 四海皆知 如此甚好 那就 蓝蜂帝君和华叔公主 能够配得良偶了 多谢小女君吉言 若是华叔公主 当真答应了我的求取 我自会告知诸位先有 华叔之前的无心之师 还望诸位给我些薄面 就梦要再计较了 看来白鸟岛今日 三喜临门哪 蓝蜂帝君 今日燕爽想讨个采讨 想蓝蜂帝君 替我们英族主持个公道 燕爽 你我两族已约定休战十年 这十年只要你们英族不再来犯 我白鸟岛必定见诺 你不想这两族安宁 还要再来寻衅吗 我英族一直偏居北海深处 闲少与各位交往 诸位大概不知 从数百年前起 我族就一直有 灵力高深的族人失踪 我几度想上天宫 向帝君陈请 可我父王不愿打扰帝君 想要自行解决此事 今日正好碰见帝君在此 燕爽才敢上前禀报 我父王大寿 岂容你们再三捣乱 来人 送客 等等 让他说 我父王曾数次带领族人寻找 却没有半点线索 直到数年前 我族二长老失踪 我父王才在无极洞外 寻到一点我族人的灵力 无极洞是孔雀族的属地 我父王曾侵入白鸟岛 恳请孔雀王允许我族人探查 无奈被殿下拒绝 于是 父王和孔雀王便定下战约 严我族人要是能够战胜白鸟岛 便可入洞探查 可这一战 便是百年过去了 可惜了 还是败给了华叔公主手中的 遮天伞 什么 不是说 英族挑衅孔雀族 是为了争夺北海的动天伏地吗 我英族一向避世而居 要他们的动天伏地有何用 况且 雁爽今日带来了当年开战之战帖 足以证明 雁爽所言非虚 恳请孔雀王允我族人入洞探查 喂 这无极洞可是我们白鸟岛的秘境 事关我们白鸟岛的命脉 怎么知道 你们会不会趁机行不轨之事啊 是设族人性命 无极洞一事 我相信英王不会信口开河的 请孔雀王打开无极洞吧 请放心 有本君在 绝不会横征师徒 那到时候本尊也一同前往 定会给大家一个攻断 也罢 本王相信帝群的法度 那本王就破例 让你们去无极洞察探 但仅此一次 日后英族 休想再踏入孔雀族属的半步 谢孔雀王声明大意 好了 那本王的寿宴 就不留你们了 千万 来 古靖先驱又有何事啊 孔雀王 前段时间两族交战之后 您与英王可是签了十年休战之约 没错 古靖建议 十年改为百年如何 古靖先驱 这是孔雀族和英族的私事 你大泽山威望再高 也管不到我们北海之上吧 华叔殿下 之前来大泽山接遮天散时 可谓说过这是两族私事 十年之期如此短暂 若是十年之后 两族再起纷争 这英族定然不是遮天散的对手 我大泽山本有门规 不会加入任何仙界斗争 但因为我私自出界遮天散 而导致英族战败 我必须要负责任 还望孔雀王给我一番果命 若本王不答应 若白鸟岛不愿立下这百年之约 十年之后 两族再有纷争 我大泽山定会为了英族拔劲而战 落下 为了 武术 贤侄 你这是何必呢 白鸟岛本就无心开战 十年也好 百年也好 对本王来说 又有什么区别呢 本王只是 不习惯别人替白鸟岛做主 仙界的安宁高于一切 好 那本王就答应你 百年之内 北海之上再无纷争 帝君和各位先有为本王作证 本王一诺千金 绝不反悔 孔雀王莫怪 方才恕普京渐月的 好了 好了 既然大家都说开了 咱们就禁殿入席吧 家事刚刚飞升 山门内俗事繁多 古静不再讨扰 先行告辞 我送 好吧 倒是没看出来你还挺厉害 正常发挥罢了 今日多谢你们为我英族仗义之言 事不宜迟 我先行告辞回禀家父 他招若有需要 可以用死瘾眼石来召唤我 我就会马上出现 那用这个瘾眼石找你喝酒 你可回来 当然 阿九 方才多谢你回护我 我可不是为了帮你啊 我只是看不惯 他们那么嚣张罢了 那你 你不是要回避你阴亡吗 我送 好吧 害羞是吧 我怎么可能害羞啊 走吧 好 诸位先军请留步 古靖先军 我家殿下请您庭内一叙 你们找个地方等我一会儿 我马上就回来 若是不乐意 所以刚才就让他别去嘛 我哪有不乐意 古靖先军 请坐 坐就不必了 殿下有话直说 阿靖 当初在大则山 我并非有意欺骗 我父王当年确实是 伤于英王之手 自此内担受损 要不是情况危急 我也不会像你 殿下 古靖曾恋慕殿下 但并非愚蠢 有些话说一次便狗再说 便是过了 你这是何意 殷族 只是为了靖吴急洞探查族人失踪之谜 即便当初你输殷王之手 对于白鸟岛并无半分危害 不是吗 若是我输了 那仙界各门 都会以为我白鸟岛软弱可欺 此后谁都会来踩上计较 所以 为了白鸟岛可以傲视北海 你便将我的相助之心踩在脚底 故意练化了遮天伞吗 我没有故意练化 若不是与英王交战 危在旦夕 我如何会练化你的遮天伞 华叔殿下 遮天伞乃是我世尊的半神器 旁人或许不知 但世尊为了护我周全 已将遮天伞 与大则山的秘境相连 即便是半神想要练化他 也非半月之功而不可为 在于你与英王短暂的 一期半刻交战时间中 想要练化他 根本不可能 既然你全都知道 那为何还愿意在众仙面前 将遮天伞赠予我 为何不直接揭穿我的谎言 因为纵然你说的所有话 都是谎言 但至少有一句是真的 孔雀王先例毁损 你一件女君 担起全族的责任 撑起这偌大的白鸟岛 实属不易 我没有强情收回遮天伞 是因为至少这句话 你没有骗我 殿下 相识一场 当初的维护之恩 古静铭记于心 但以后的路 古静只能帮到这里了 古静祝殿下 与兰风帝君情色和鸣 日后先路悠长 散界广袤 古静只愿与殿下再无交集 保重 殿下 殿下 本以为那个古静对您忠心耿耿 作然是知道您要嫁给兰风帝君 也依然将遮天散送给您 但凡他心中存着这份眷恋 日后也还能去使得动 可都怪那个叫阿英的不好 搅了局 还害得我们白鸟 倒在仲仙面前失了颜面 那个阿英实在碍眼 本公主不要的人 也不能随便便便宜了旁人 尤其是不能与英族 站在一处 他昨夜没来付你的约 并不是痛症发作 而是他约了 他约了别人 什么约了别人 别乱来 什么叫我乱来 我真的看到了 你不相信我 你不相信我 想来我对华叔 只是少年时的爱门罢了 而我对阿英 真的是看到他开心我便开心 见到他难过 我也会难过 这到底算什么呢 糟了 阿英定是还要念想 被我们这么一闹 在仲仙面前 让华叔下不了台 倒是断了阿英的后路了 阿英 怎么了 对不起 再你还没准备好 我们就让你这样知道真相 丢了面子 真的对不起 什么 我哪里 是我让阿英和晏爽去的 你要怪 就怪我吧 你说这干吗 阿英与阿九 莫不是 我怪你们做什么 瞧你那不开心的样 那我补偿你吧 神明不是和我们说 幽民界有科无通数吗 我知道一个 不用上军资质 也可以进入幽民界的办法 什么办法 在人界的长安 有一条可以直通 幽民界的暗道 虽然有规定 上三界不可随意进入人界 但只要我们不使用法术 影响人间 就不会遭受天前了 当真 你爱信不信 反正欠凤凤凰那一命的 又不是我 也算是个法子 我们试试 轻易 你先回去 把寿宴的事情 禀报给师兄 我们去去救回 好 不带我 好吧 好森严的姐呗啊 好森严的姐呗啊 你闻到了吗 什么 很臭的味道 拿着 这什么 此物正是进入幽民界的关键 什么意思 牛粪 快拿着 一人一个 这些乌鸦的眼睛 好诡异啊 他们眼睛里 都是人间的噩梦 什么意思 幽民界每夜派这群乌鸦 来人界收集最古步的噩梦 再由牛车运回幽民界作为能量 因此他们有来往人界 和幽民界的专属通道 不会被察觉 极其隐蔽 八九 你真的很厉害 这些都知道 这算什么 我知道的事可多了 你要想听 我以后慢慢讲给你 还有别的 来了来了 我也知道很多 快点 没事 没事 你 你 你 糟了 阿英这丫头 定是有胡思乱想 出发主不及惩戒了 你 没事吧 阿英 快进入结界了 坐稳 啊 啊 啊 阿九 办法是好办法 就是味道太大了 没办法嘛 只能用牛粪的气味迷惑牛了 进来就好 这幽冥界竟然长这个样子 我还以为幽冥界都是阴森森的 没想到还挺不一样的 这幽冥界甚难进入 要进入幽冥界的条件又如此苛刻 数晚年间很少有外人可以踏足 这传闻自然也就不识了 从这里过去应该就是幽冥王的宫殿 走吧 走 这老是你 怎样也帮你 我都可以踏足 走 帮我 大家好 今日不见客 好 那我们明日再来 古今现军 陛下明日也不见客 为何明日也不见客 莫不是有意刁难 现军莫怪 这钟灵宫有钟灵宫的规矩 陛下每月一日见客 末将也不好坏了陛下的规矩 每月初一 今日初二 你让我们在这儿等一个月 三位若是真的想见游民王 其实也不难 但是要先去那个地方 只要三位出得起价格 不出两日 就能见到游民王了 看三位风尘仆仆的模样 想必是初来又迷洁了 我问你 问你个事啊 你们修研楼的令牌 如何卖的 开个价 我们要最快见到游民王的那种 开个价 它很有钱的 请 一等令牌 一等令牌一千斤或千年领悟 二等令牌五百斤或五百年领悟 三等令牌三百斤或三百年领悟 您先买了令牌 依据令牌等级 在我这里排个号 只有这三种令牌 小女君 您可别骗我们啊 中灵宫的幽军侍卫 可跟我们说了 这两日就能见到游民王的 只有这三个 小女君 您说得没错 咱们楼里还有种特等令牌 只要拿了那令牌 即刻便可入中灵宫 竟见游民王 可是这令牌 只在楼主手中 价码也只有楼主来开 三千年了 咱们修研楼 还只拿出过两块特等令牌 一块是用十颗万年 九头蛇的内单而换 一块是用一株 万年梧桐树而换 这可都是千年难求的 好东西呢 万年梧桐 中灵宫内果真有梧桐树 楼主在何处 我们有的是钱财 你只管把特等令牌拿来 我们的钱不足一百斤 那你刚才得瑟瑟什么 我 我没想到这么贵啊 好一个修研楼主 倘若你真有那随时可进 中灵宫的令牌 倒也算得上是 幽冥界的无冕珠王 既然都来了 不如亲自给这特等令牌 开个价吧 不愧是冬华的徒弟 不愧是东华的徒弟 这话说的 就是应期 可你到底是来求人的 还是来砸场子 不愧是东华的徒弟 这话说的 就是应期 可你到底是来求人的 还是来砸场子的 不愧是 这里不是你们仙界 我幽冥界有幽冥界的规矩 就算你师父来见幽冥王 也得遵守 更何况是你 大则山古境 见过修研楼主 我与你师尊有过交情 这里我也受得起 这位邻居的内担竟如此残破 换寻常仙君早已殒命 可他卫表看起来却并无答应 真是奇怪 真是奇怪 你这位邻居的内担竟如此残破 我担心 这修研楼主到底是什么来临 怕是他的灵力已经接近半身 此等人物 为何从未在三界中要命 小姑娘 你对我的胃口 要不要留在幽冥界 鍾薇 如果願意的話 我保你活千歲萬歲 賞一輩子福 你做什麼 糟了 阿姨在为她输送灵力 不可 现在若有外力打断 恐死我阿姨姓名 八爷 他 他把灵力还给我了 小姑娘 你的好意我心里了 但无功不受禄 如此珍贵的东西 还是用在别处吧 休想 我们是不会拿紫幻灵牌的 我没有这个意思 我只是单纯 对着小女军感兴趣 这样吧 我这有个棘手的差事 可以交给你们 我幽冥界的三生石 失踪落住了人间 如果你们可以把它寻回 便可以来我这里 换一枚特等幽冥王辉克令 但如若无法寻回 我便不想在幽冥界 再见到诸位 三生石 阁下可有线索 这人间这么大没有线索 我们去哪儿找啊 是啊 阁下不愿回答问题无妨 阁下定有自己的理由 放心 我们会把三生石 带回来的 人间退了 抓死地步也交流 先走 你替我了 先走 嗩 是不是 …… ʤ 走 走 小燕 秀燕 你為什麼放他們走 這萬年來我尋遍三界 都沒有找到一隻水凝獸 今天它主動送上門 你為什麼這麼做 我這內膽已殘破萬年 其實一隻小小水凝獸能修復的 好 你向我留在身邊已生逆天之躯 不要再去奪取人家的靈力了 水凝獸如果失去靈力 是會折獸的 如果為了救我 就白白送人家的命 也太不公平了 不要再勉強了 你就讓我 笑容吧 这水灵兽是酝酿你那单的唯一办法 我今天以你的意放他们走 但只要他们要封你的限运就必会再来 到时候你不要再插手 这么大的人界 要上哪儿去找三生石啊 我早就看出了 这修研不是诚意帮我们的 不过好在 我早有准备 这是我在离开幽冥界时 搜集了一些三生石散物的能力 在陈南 你这小脑袋瓜 开始变聪明了嘛 没大没小的 我们就要开始变聪明了 一直都很聪明 走吧 阿姨 你看 这是什么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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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牵马去 我牵马 听什么呀 就凭这是我买的 人家的规矩 谁付钱 谁老大 牵马的 牵马的 怎么停车了 豆豆还输他吗 少爷 我从右铭界收集的零力太少了 只能指引到这儿 不过三生石应该在这附近吧 好 这破地方 哪里像有三生石的样子 阿易 你用一眼石看看能不能换艳爽出来 来了 叶爽 这个铭眼石果然好用 我正好领了人间令牌 为我父王在人间办点事情 没想到你们这么快就使用铭眼石了 你此前说要去无极东探寻 可有下落了 无极东内什么都没有找到 还算了不提此事了 你们是遇到什么事了吗 我们想让你帮忙 找一下三生石 三生石 找到了 怎么样 三生石被困在一个阵法当中 困住他的十一支交妖 就在前方的河院里 去看 龙神造福百姓 功德无量 愿将小女敬献龙神 愿龙神保佑村民 风调雨顺 龙神 龙神啊龙神 小女阿修 四请明日屡约 驾遇龙神 只求龙神 保佑百姓们 今年有个好收成 想请们平安 不再遭受水灾之苦 乃儿等表现深得我欣 闻时俊不会在此久留 只需你们明日屡约 我便不再为难你们 倘若有什么差池 离死我妙 我可就不只是你了 这佼妖竟忘想抢夺女子 我们得除掉此妖 等等 以这杰姬的强度 这佼妖恐怕有万年的修行 我们现在不能用先术 也不能用妖法 恐怕不是她的对手 这法阵中 似乎还有一盏九龙纳灵灯 三生使和这盏灯的能量结合起来 这佼妖的力量 已经足够半神了 半神 难怪这杰姬如此强大 这样 明日等她焦耀打开姐姐 想把她小女带走的时候 我穿着天锁衣混进去 找到阵眼之后关掉姐姐 你们再趁机下来 我们合力使出五星阵法 将其击杀 再带出三生使 至于仙法 我去找土地公登记 或许可行 好 那就由我来假扮阿修 引她献身 不可 阿姨 你的灵力最微弱 还是我来 就是因为我是我们几个当中 灵力最弱的 所以我来办人族 才不会被她发现 好 那便如此 放心 我会护阿修周全 龙神 龙神 我等来给您献上祭品 请龙神笑纳 是吗 别相信 最后 是 现在 疯独 离 阿姨 怎么样 没事吧 那焦翁呢 他去就去了 还没有回来 三十时呢 看到下落了吗 我找了一圈 没有发现 这个龙头雕塑在这里 倒是显得特别突兀 他可能做梦都想变成了 没那么简单 任何人都想变成了 一刀 你也想变成了 那手机 哪里有套 早就听闻龙胜大人 威力不凡 近日一见 果然百闻不如一见 小丫头啊 人不大 嘴到挺甜 怎么 嫁给我 不害怕吗 能嫁给神仙 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既然如此 就先喝一杯吧 龙胜 请 鸡 阿易 阿易 死 泥匠 放我出去 这东西快要吸干我的灵力了 三叔师 你以为我探过出你这第一阶小仙的身份吗 这万年来为了练就画龙之法 不知跟多少捉药士交过手 区区小伎俩敢闯我洞府 可笑 你既是骄药 也可靠修炼 成功尽身 为何非要逆天城楼 如果 杜劫失败 你难道不会觉得可惜吗 看来你知道的还不少吗 九 我自古以来 屈居于龙之下 无论如何努力 始终无法跨过血脉这道门槛 我要画龙 我要让神剑看到我的存在 可你为了画龙 伤害无辜的人类 神剑是不会接受你的 不如立刻悔改 依靠修炼成神 我等不得了 你竟是水明兽 臣是天助我眼 有你那单 天节之日 我便又多了一些生机 人 人 人 mmmm.. 耶~~~ 耶~~~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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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 阿姨 阿姨 我要殺了你們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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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今天 我就用你們倆的靈力來助我盡上 嘻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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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來是 望穿指下一顆淚結結伴 笨著著木更蝶似積潯積冷船 幻年如夢風起塵埃想念塵埃 比我浓淡 往事初落人 却已碰过往情的幽安 细时就如烟 细时与回首之前 谈碑将轮转 谈三生不还 谈此路的条线 往相反 谈一生人满 谈来世情长 谈花开 花谢在宫上 谈一生人碎碎潮潮 啊 啊 啊 哎呀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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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不要 好 好 不 不 我 不用 我 我 怎么样 我没事 你呢 没事 阿易 刚才我用主仆妻感应你 为何感应不到 可能是因为灵灯法阵 不对 主仆妻 好像真的结了 我试试 好像真的结了 我再试一下 你不用试了 是真的结了 我感受得的 为何 因为 因为 阿易 叶爽 你们还好吧 阿久 我跟阿静都没事 阿易 你 我都说了没事了 担心死我了 糟了 三生石 三生石被我捡到了 反而好无损 对了 阿易 你放在想跟我说什么 因为什么 你受伤了 你刚才为什么不说 好 还等吗 行了 行了 天都快亮了 赶紧回客栈休息吧 走 阿易 姜云在你 我哥 我还有个惊喜要告诉你 今天空闲 正好都有人相赠的雪山古名 不知可否 寻君共饮一斩 天有谷 你也进去 天有谷 恭候 天有谷 我凭借这金幽谷鼎盛的妖气 都无法压制石神话 这东西 着实可不 说 你到底是谁 青霖 果然是你 这九月乃组织所创 你如何出得来 这还得谢谢你那宝贝侄啊 要不是他 本尊还得再费些心力 红翼 莫非 你赢的红翼入了九渊 再附着在他身上离开 不对 这是神话 是为了夺红翼的身体 不错 两百年过去了 你倒还算得上机密 你休要打我这样的主意 天оль 不错 金琳 两百年了 你还不知悔悟 这世神话再度现世 杀戮 зам不断 你我四怨是小 三季安危势大 你纵要寻仇 今日便可了结你我恩怨 莫要在兴崩作浪 引我同族生灵涂炭 既然你们这般厌弃我 我却让这三界 与我共入魔道 我们的恩怨 可没这么快就有结 你这不身体 比那小狐狸有多多了 接下来 我不用这身体 一点一点 我会让你所有爱的东西 你妄想 先要两界 法力超人的新军很多 很快就会发现魔的痕迹 凌末也不会被你蒙蔽 就凭你们 至于凌末被蒙蔽与否 你都看不到了 先许他知道是我 我会更开心呢 你休想我了 我福祖生来高贵 死亦如此 我就算毁了我这身体 也不会让你卑劣的手段得逞 这三界只有弱者才卑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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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让你卑劣 镇魂塔的灵力 是蕴养凤隐肉身的关键 但是我梧桐岛 对此却出手无策 所以我 想带整个梧桐岛 求助二位长老 依我所见 似乎这是镇魂塔 灵力耗尽的缘故 待我给擅长机关术的弟子 看看便是 那奉命 先谢过二位仙长 不知凤鸣先军 深夜来我后山禁地何事 贤助仙长 稳被幽金镇魂塔一事 辗转难免 所以想出来透透气 才路过此地 可是这后山 离客房可不近 凤鸣也是不想打扰到 大家清秀 所以特地选了一个僻静的地方 不曾想 这里竟是大则山的禁地 是属唐突了 灵火珠已换 镇魂塔已恢复如初 你可放心了 多谢仙长 晚辈告退了 天罡之启没了 天罡之启没了 难怪凤鸣能够靠近掀麦 没有主仆妻就是好 再也没有人能管我了 天罡之启没了 想什么呢 想那么入神 你怎么进房间也不敲门呢 我 我都敲了好几遍了 你没听见而已 你脸怎么那么红 又是因为主仆妻 没有 主仆妻已经解开了 我再也不会受主仆妻的限制 解了 难道是 是 因为焦耀的阵法中 那太好了 终于不用再被古亲继续劳逸 跟着他找那个什么先缘了 明天 我们就去跟他告别 出发去找凝云山 明天 既然有了线索 自然要当机立断 你猜 我在焦耀洞中 发现了什么 这是什么 打开看看 凝云山的稀土 没错 我之前在打则山的古籍中看到过 凝云山的稀土受灵泉浸染 混有水凝兽特有的质与灵力 之前你给我智商的时候 就是这种灵力 我一看便知 只要能提取其中五行元素的特质成分 很快就能找到凝云山的位置 不过 这焦耀也收藏着凝云山的泥土 说不定 也在打着凝云山的主意 不知这三界中有多少人 觊觎这块宝地 所以 我们得抓紧时间了 等找到凝云山 我们就在那儿开箭先附 以后你就是有家的人了 以后我就是有家的人了 谢谢你 那就这么说定了 明日我们去找古静慈心 我答应了要帮他找火蜂先缘 做人马要有始有终 那还不是因为主仆器 你才不得不答应的 当初在九渊 你不是说要早日解开主护器 恢复自由之身吗 原来阿姨迫不期待要离开我 他只想跟阿久一起去找凝云山 阿俊 我今天就辞行喽 阿姨 你出来一下 我跟您聊几句 他就会不会通过 我今天睡觉你 有时候会在想 我们把我讨厌 您找到一个人 是个人的 你出来一下 你出来一下 你出来到一个人 你搞他 让我一下 而且 如果让阿金知道我的想法 会不会更不想我留下了 你什么 我是你师妹嘛 怎么说 我若是走了 显得太不仗义了 师妹 那我岂不是跟贤善贤助师兄 没什么区别了 我果然比不大就好 那就算了 我要是真的遇到危险 师兄们会保护我的 你去吧 明日我就不送行了 他只怕是视我入累赘 一解开主不起 就着急想要赶我走 不送就不送 那就个自尊重吧 好 不送了 我现在就把我的天啊 不送了 我说我 我来说 你不送了 你们 你不送了 我来说 我来带他 你不送了 我来说 那我去 你不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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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说 是 寿宴上的经过就是如此 原来遮天伞 被华叔炼化了 怪不得天罡之气 不再避护我大则山 事业至此 小施朱也无法 为了照顾华叔殿下的面子 只能称是自己 将伞送给他的 算是还了他一个恩情 看来他们还是没有缘分啊 师兄 为今之计 只要靠点燃九星灯 来重塑湖山大阵了 此事须你我二人协力护法 七七四十九日才行 事不宜迟 明日便在这掩天殿中 开启法阵 九星灯 这可是比这天散更厉害的护山法旗 这可是比这天散更厉害的护山法旗 祝你不要对外人敬不和 好 先生 还是你不要对外人敬不和 来 未来四十九天 我都不能再来看你 你一定要照顾好你自己 千万不要出这空间节节 否则 巡逻的先差还发现 后果不堪设想 知道了 你每日如此辛苦 还要日日为我担心 只可恨 我是个凡人 而你是仙 我不能正大光明地和你在一起 照顾你 是我配不上你 不 是我让你受委屈了 那日救你之后 让我能立刻放手离开 待你过完这一生 重获自由自在的生活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不见天使 能与你相守 是我置信 没有你的自由 有何快乐可言 我 竟将杨绍与近的人间女子 藏匿在仙间 定被天宫律法所不容 正好可解将法 出去闲逐这个隐患 只怕你们没机会点燃九星灯 阿姨 时候不早了 走吧 阿姨 来了 走吧 听说你们有事要提前离开 什么事情这么着急啊 正要和你告别呢 古今没在 你告诉他就好 我和阿姨 准备去找宁云山了 宁云山 我警告你 别跟过来啊 本殿下也要回英岛了好吗 谁有空跟着你啊 走吧 正好跟你说一声 你过来一下 哎 阿姨是我道泽山的师妹 我不许任何人欺负戴曼她 这还用你说 我自然会护好她 你没事吧 阿姨 那只能下次再见了 还有 她喜欢吃绿豆糕 你要记得给她买 知道了 还有 她喜欢喝酒 偶尔会有些失态 需要有人照顾她 好 我知道了 还有 如果你找到宁云山了 第一时间让我知道 还有事没 没了 还要叫我一件事 孩子都上 있고 来 troisième十 快追呀 谢谢 好好 谢谢 拜拜 拜拜 小雨 好了 mac我 10 你好 你说什么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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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找到 再找找吧 快 本姑娘在这儿 你们还想去哪儿找啊 你就是三生石 是啊 本姑娘虽然感谢你们 从交友手中救了我 但我还不能回幽冥界 为何 当初我离开幽冥界时 可是发过毒誓的 要是我不能成为 给半神千鸿县的天地月老 我是不会去 给半神千鸿县 现在的神肯都喜怒无常的 你何必给自己找不通吧 给人界 幽冥界那些人 去牵红线 不是更舒坦性吗 有一点你倒是说对了 神都是喜怒无常的 想当初我想尽办法 追了他整整一万年 不仅没得到他半点青睐 反而逼我如豺狼 后来啊 我想明白了 与其为爱卑微 不如好好精进我的技术 等我当上了月老 把我自己跟他牵上红线 不就好了吗 原来他是想给自己 和牵上的人牵上红线啊 不过要成为天地月老 需要千三界中一万根 有特殊领域的红线 自古以来可没有人做到过 那如果这样的话 你岂不是不能回幽冥界了 快了 快了 经过我的不懈努力 现如今只剩两对 我昨天晚上考虑过了 你们俩 先妖两族自古对立 你们俩又都是继承人 是特殊身份 符合我的条件 还有你们俩 先前有主仆器 是万万不能相爱的 现在主仆器被强行解了 也就把不可能变成可能了 也是特殊人线 所以 只要你们愿意帮我的话 最快一天 我就能完成任务了 我不同意 你这么乱点鸳鸯谱 为何不能将我和阿姨 牵到一处啊 你别胡说了 不行 必须按我说得来 否则就失效了 但是姻缘乃是人参大事 赵会不会太草率了 对 你们不用当真的 只要完成既定的仪式即可 什么仪式 四伙 娘子 叫你偷看美女 娘子我错了 我我再也不敢了 我我带你去买最好的胭脂好不好 你们呀平时看不见 其实每一队被牵上红线的恋人 都会长出一颗恋缘果 恋人的感情每增进一分 果子就会变大一些 当果子完全成熟了 就表示姻缘已经修成正果 我的任务就完成了 你们的红线是为了做任务特意签的 所以你们的果子 必须得在一日之内成熟 而催熟果子的方法 就是模拟恋人间的相处模式 比如说吃醋 说情话 或者是其他一些亲密行为都可以 你的意思是 我们只要做这些假扮情侣 并不需要真的对对方有感情 好了 你们知道该怎么做了吧 我去找个地方休息休息 加油 那咱们开始行动吧 走 等一下 我的倦心路不在了 卷仙路 什么是卷仙路啊 就是阿音的 心仪男仙君 阿九 不 不准说 怎么了 就去你们男的奠基这个 奠基那个 我们女仙就不能有选择权利了 我说什么了 阿音 我觉得特别好 走 我帮你去找 可能是方才跑过来的时候 在路上丢了 我们原路返回 找找吧 不用了 我是说你们不用去了 我是说你们不用去了 我跟叶爽去找就好了 你们不用来了 你们不用来了 那怎么行 你们怎么能分开 好 走 我们分头找吧 好 我记得就是在 你 看到了 嗯 嗯 那你怎么想 你喜欢谁 我无权干涉 拿好了 下次别弄丢了 嗯 嗯 臭狐狸 去 这么让那臭狐狸 有什么好的 不对啊 那不是阿姨的 那不是阿姨写的 那不是阿姨写的 哈哈哈哈 有点 无数 谁让你乱改的 啊 我看你这些路上写的人 没有一个比我帅 嗯 就想着提醒你一下 怕你凑个最好的风景 你 好吧好吧 我错了 那 你能保留我的名字吗 不能 你知不知道你这样改 旁人是会误会的 谁误会 难道是古静 别忘了你可是和他也 没有 我跟他的主补器已经解开了 现在没有主补器能管我了 我想写谁就写谁 你也不必担心了 那 难不成 那上面原本排第一的名字 是我的 果然我才是阿姨心目中的首选 既然这些路也找到了 我们各自去买礼物 回来交换 短点时间 好 阿姨 阿姨 其实那个俊仙物 阿姨 我记得你说看完画本之后 很想吃人间的美食对吧 跟我来 带你去吃好吃的 香囊 来看看香囊啊 客官来看看吧 香囊 这是新到的 各种样式都有 虽然香囊是多数女子喜欢的 但是我更喜欢 你说阿姨会喜欢香囊吗 阿 阿姨 算了 问你也没用 我还是去问阿姨吧 来 来 笨蛋 你这样子能完成任务吗 我难道吃错了 还不可能 绝 绝对不可能 肯定是这果子出问题了 阿姨 这在人间叫唐葫芦 可甜了 我帮你吧 好 很好 好 上天啊 好漂亮 佳琦 人那么多 別走丢了 走 融化 在我的心上 便一道光 像亘固的夜 全都被照亮 人间在苍茫 风雪无常 多想一直这样 在你身旁 不散场 你看这城里面多繁华热闹 反正要选礼物 你还不如陪我一起吃吃喝喝逛逛 早点把任务给完成了 谁要跟你一起逛 这吵死了 老子要血洗长安 喝完城内所有娃娃的血 狐狸 干吗 有人告诉过你吗 告诉我什么 你的耳朵 在你说谎的时候 都会竖起来 我哪有说谎啊 阿英说你在大泽山 连兔子都不敢吃 怕常去厨房 偷偷带胡萝卜给他们吃呢 臣屌 我那是养肥了再吃 糕点 来看看糕点 姑娘 看看糕点吧 好香啊 是啊 随意挑选啊 不就是桂花糕嘛 瞧你这没见过师妹的样子 看看啊 能找到阿英 带你吃更好吃的 可是再好吃的东西 也比不上我娘做的桂花糕 只是小时候她为了护我 跟一只偶遇的套贴豆发 就 反正自那时起 我就再也没吃过桂花糕了 我买了 好 这个手串 能换多少钱 这 这可是十万年的谈木柱 反正也是我姑姑硬要送给我的 我本就不想要 长者赐不可辞 你的姑姑也是想要替你挡灾 这是长辈的一片心意 莫要不服 她也就是会做些表面功夫罢了 不如这样吧 今天不是要护送礼物吗 你现在就把她送给我 她已经是我的了 现在呢 我再把她当成回礼 赠送给你 你就把她当作是朋友送给你的 是不是就没有那么别扭了 老板 来两块桂花糕 好嘞 你为何非要我留下这些手串 仙檀木能消灾辟邪 尤其是这十万年的 仅有一桌 吴王鼠妖族 想要在仙界取得这檀木 更是难上加难 他把这手串赠给你 可见你在他心中有多么重要 其实我也听说过 你们胡族的一些往事 当年胡王 因为跟林沫妖尊的情感纠葛 在仙妖大战中 未能及时返回二重天 支援你父王 我也知道 你一直对这件事情耿耿于怀 但我想 胡王心中也一定很愧疚 尤其是在面对你的时候 所以他才做那么多的事情 来讨好你 关心你 却不让你知道 当然 我也不是要多管闲事啊 只是说你作为我的朋友 我不想你跟我一样后悔 小时候老是嫌弃我母亲 做的桂花糕不够甜 但是你看 现在 我却再也吃不到了 听说你醒了 你感觉好些了吗 我 说尤其是 我就是 你醒了 是 你醒了 你醒了 谐 可以帮我一下吗 好 你还记得吗 曾经 你也是这般为我带上雨差 几十层 许是我曾梦到过吧 阿若那今日 仿佛我们又回到了从前那般 我是在做梦吗 那日你亲自举心头血为我做药引 你的情意我都明白 你当真 你已经原谅我了 从前我便心许于你 只怪命运百般捉弄 经历此劫 我才明白什么是我最想要的 而你 无论何时 永远都在我身边 这些年你为我做的一切 我又岂是毫不动容的呢 我终于等到了今日 阿若 阿若 对不起阿若 是我太心急了 不怪你 是我伤未痊愈 有些不适 我们还有大把的时间 我会等到你 完完全全接纳我的那一天 你先回去吧 好 那你好生休息 好 还一 JOE 倒下来 你看 没有 我 看手 好 你先上个人 好 看一下 我先上个人 这是什么 迎娶这只巧匠克制的 竹蜻蜓啊 圆天下 竹蜻蜓 人想要 还有谁想要 竹蜻蜓 快快快快 竹蜻蜓 比赛 开始 竹蜻蜓 竹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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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完喽 杨家已诞生 恭喜这两位莫能本店竹蜻蜓 我的天哪 我们终于赢了 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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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使大人 何事 店外发现一封密信 童首大人 您这是为何的 你还有脸来问我 你不知小神君现在的状况吗 怎么会 阿晋分泌兽主仆器的保护 阿晋是断不可能 成为他劫难的 莫非是这主仆器 出现了纰漏 当初东华那老头 是如何承诺过的 既然他失守了 这小兽的性命 也没必要留了 等那水灵兽回来 我正好亲手了结了 不可 不可 再怎么说 阿晋也是三届水灵兽 岂能随意生杀欲夺 古今是什么身份 你们都是知道的 他绝不可以有任何的闪失 一个微不足道的仙兽 杀了他又何妨 连你也说阿晋 只不过是区区水灵兽 真神之劫何其复杂 岂是阿晋能左右的 这当中 或许还有别的玄机 切莫一时冲动 造成不必要的牺牲 请再给我们一些时间 或许能找到回玄的余地 连东华都看不出来的玄机 就凭你们能有办法 小神军的危机已迫在每一截 你此时拖延时间是何举心 若不是因为有颐和真神 大则山能有今日 三界之大 真神唯独将小神军 教于大则山 比真神恩泽更加珍贵的 乃是真神之信任 可你们倒好 全然不顾小神军的信任 这盛民在外的大则山 这盛民在外的大则山 没想到竟是这般例子啊 你 显竹 洪愁大人莫及 世尊身土远律 他老人家飞升以前 还留下一个补救之法 这里是人间的姻缘瓷 这个叫同心锁 只要把同心锁挂到这些红绳上 就代表两个人永远不会分开 许多相恋之人 都会来这里挤住他 挂这儿吧 挂这个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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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上锁咯 好了 挂那儿吧 你为什么把钥匙扔掉 扔掉之后怎么打开啊 不用解开啊 五进阿英 锁死了 独华 风吹周月花 遍线落花 而轻盈悄然 云鸟 天涯 心动在月下 悄悄发芽 我在你 眼神中 融化 这办法真能奏效 洪愁大人放心 师尊断不可能 以大泽山来开玩笑 此法定保阿静万无一失 你们可想清楚了 为了户内之水凝兽 大泽山要付出如此态戛 值得吗 阿音也是大泽山的一分子 大泽山不护他 还有谁能护他 况且此举也是眼下 能护阿静最稳妥之法 好 我且信你们最后一位 师兄 此法也只是权宜之计 并非真正了却天洁 大泽山最先贤主 传天宫御令 大泽山最先贤主 还不速速随我回天宫伏法 宫御令 队将快呢 万人 从长特使 加快父apt 令 二温 济滚 好 监督 岩手 说 Sor 你们呢 肯定没动静啊 这不是变得挺大的吗 就是颜色淡了点 这什么时候长的 我怎么不知道 对啊 什么时候长成这样的 你们什么都没做 没事 没事 这个颜色淡就淡些吧 拿那么多旗鼓相当的爱情 不过这果子真的有点儿小 留给我们的时间也不多了 要催熟果子 就只有拿出我的终极办法了 百年修得同传度 千年修得共枕眠 有情人一起步入婚姻 就表示这段婚姻修成正果 所以成亲 是催熟练员果最好的办法 那如果成亲都作假的话 是不是不大好 你别担心 只要换上这个衣服 完成既定的仪式就可以了 再说了 又没有三书六礼 这都不算数的 只有荒郊野外的 只有我编出的这两件小木屋 又没有人知道 你们自己别说漏了嘴就行 我才不说呢 谁说谁就造了一批 好 那事不宜迟 我们快点开始吧 等一下 阿姨 你等我一下 我马上回来 帮我拿下 哦 哦 你可终于回来了 你可终于回来了 很适合你 这个 送给你 你把它买回来了 喜欢吗 你怎么会有这么多钱 我 怎么还受伤了 我去帮商铺挑了几车祸 就赚了点钱把它买回来了 对我来说小菜一碟 没什么的 自己搬的 对啊 其实一个竹蜻蜓 也不值得要去做这些 怎么不值得 你那么喜欢它 我就想把它当作我的聘礼 送给你 三生石都说了 这都不是真的 所以不用去 阿姨 虽然成亲是假的 但我对你的心意是真的 这是在演戏对吗 阿姨 你在卷献录上写的第一个人 是我 对不对 其实我一直都弄错了一件事情 而且错得很离谱 我搞错了喜欢这种感情 直到在白鸟岛上的那一天 我才知道 我想看到戴上眩心凤冠的人 是你 阿姨 我喜欢你 我想纵然没有主仆气 能不能结一个姻缘气 让我们一直在一起 你愿意吗 你说你喜欢我 你没听清啊 那我再 我听清了 那我的聘礼 你愿意收下吗 给你 别摸摸蹭蹭了 赶紧摆完糖 你看这鬼地方 催什么催啊 臭狐狸 你以为我不想啊 好 快点快点 大功告成 你干吗啄我 我不是故意的 我踩到裙子了 胡子王子 你的脸怎么这么红啊 我 你的脸 有吗 怎么可能 这该不会是 你的初吻吧 我 你们看 果然还是初吻的 效果好 阿易是不是快结束了 我去看一眼啊 你别跟阿易说 你别跟阿易说 如何不思量 如何不思量 你常见受伤 眼上看月亮 别人故事无端等候 温柔不一场 终是我 窥见了月光 快让我看看你们的烈热果 太好了 我终于有机会成为天地月老了 你们俩刚才靠那么近 你没带爱音做什么吧 要你管 奇怪 不过 怎么闻事 是他们的红线断了 贤竹 贤 贤竹师兄 不可能 我从未听说过师兄有什么相好 而且那个婉月 仙剑里没有这好人 这是一对仙凡恋 这个婉月是人间女子 这个贤竹是大泽山弟子 难道是 这名字上怎么有血光闪烁啊 糟了 他们要接受天法 天法 人家里 帝无疼 哎呀 帝君 仙主不过是一时糊涂 还请念在其初犯的份上 手下留心 仙主师说 我师弟有少在身 若是三世纪子殿蛇灵鞭打完 只怕仙人重创 性命难保啊 仙主义君 手下留心 我受奉冤天帝之托 代为管理仙界 便旨意天律天规 若是逊私枉法 今后该如何管束天宫 港湾南风帝君 仙凡不能相恋 究竟是何种律法 依据来自何处 无知 仙界律法 乃历代天宫管理者所定 仙凡两界本就有别 尊卑贵贱不可逾越 如此罔顾礼法 随意苟合 岂不霍乱仙凡两界 人族肉体繁胎 本就没有半点仙力 如何霍乱仙界 仙族而想下凡 得向土地拿到灵牌 才能够拥有仙力 又如何霍乱人界 我们本都是土生 擎天所创之神灵 为何会有高低贵贱 三六九等之分 讨一个崖见嘴里的丫头 今日若不替大泽山管教你一下 天宫尊严何在 住手 帝君 他藐视天宫污蔑本官 为何不让我教训他 阿英关心则乱 才会有所欲绝 帝君 律设大法 理顺人情 请给贤楚师兄一次改过的机会 阿英 阿英 祖神晴天将世间分为神仙妖 幽明 人 各社界卑便有其身意 天地万物各行其道 稍有不慎便会乱了其因果 婉月命中无仙缘 这是天道 而贤卓为他避开人世一劫 这便是逆天 逆天之举必遭天谴 这无人可以幸免 帝君 贤猪触返天规 是我管教不严 恳请帝君 云我分担一半殿刑 师兄 山门有序 凡我弟子 青铜手足 若兰风帝君不愿撤回责罚 不尽 愿为师兄分担 阿姨 愿意 阿姨 弟子业 愿师遵守啊 帝君 大则山同门情谊 感人心平 仙界虽未有先例 但这法不外乎于人情 大则山何中共济之情 本军难以拒绝 基于紫殿舌灵边的威力 本军宣布 只有达到下军级别的弟子 才可为贤卒分担惩戒 是 是 再打 自己的 便宜 这 不 命 师兄 啊 仙主有魁师尊的脚踏 有魁大则上的期许 不要再为我受伤了 此情此意 仙主铭记在心 剩下的 就让我自己一人受伤了 好 走 仙主 仙主 帝君 罪犯贤主已无生息 仙主 二师兄怎么样 师弟的仙园已离体 我只能先用仙术 把这幅躯体保存起来 如若不能及时找回仙园 这幅躯体 恐怕也支撑不了太久 我想到胡族有个宝物 或许可以救仙主前辈 我这就去取 乌王属妖子 想要在仙界取得这檀木 更是难上加难 他把这手串赠于你 可见你在他心中有多么重要 谁 哭哭 我 弘毅 何事 哭哭 我想这些织魂草医友 你可知道此物对我 和胡族的重要性吗 我知道 如此你还向我开口 你手怎么了 一点小伤不值一提 我很好奇 是谁 值得你拿族中圣物相救 一个朋友 是先祖吧 你拒绝回家 我还以为你有多大的本事和能耐 原来是和先祖私婚 是 红衣 你是不是忘了你的父王母后 死在仙族的手里 你以前不是这么说的 你以前可曾听得进去我说的话 莫叫那些居心叵测的仙族给骗了 不会的 姑姑 他们都是我很好的朋友 我很信任的朋友 还请姑姑将治魂草借我 我以前就是太惯着你了 才让你肆意妄为 现在还打起了救命圣物的主意 你是想看我早点毙命 好把活王的位子让给你吗 我从来没有这个意思 我知道 我以前不懂事 这次来我也是想跟你道歉的 以前我说过很多气话 但归根到底 你是我唯一的亲人 你不必为了拿走治魂草 在这儿欣欣作态 我是不会给你的 只要我在位一天 就绝不允许任何人 拿我胡族生物救一个外人 特别是仙族 是我想多了 竟还想着之前是自己错了 还想着与你消除隔阂 果然 你就是一个自私冷酷的人 弘亦你给我听好了 我 才是胡族的王 做什么事情由不得你来智慧 这些年我对你的耐心早已耗尽 也不会像过去那样让你予取予求 我的话 你听得进去就留下 听不进去就走 从此往后你这个小殿下 在我这儿再无特例 今日的姑姑 真是令我大开眼见 真是令我一队 听不错 我三个月 小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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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怪我 没能带来织魂草 既然胡王不肯借 也没有办法 你有这番心意啊 我大泽山已是感激不尽了 世尊 武通道奉鸣长老求见 快请 是 闲山县长 燃魂灯 这燃魂灯 是因为当初 为了寻找凤影的先缘 损耗了过多的灵力 若将强大的灵力输入进去 补充损耗 便可以暂时将其修复 只是维持的时间非常短暂 强大的灵力 我等何力可否完成 恐怕不行 必须要半身以上 半身 可是现在 师尊天地都不在 我们要上哪儿找半身啊 我们要上哪儿找到 我们需要 你也得到 你也要到哪儿找到 你得到哪儿 也不会外泄 这一次 我也是和凤族 其他几位长老 商量过后才前来的 只希望我们梧桐岛 能为大则山 尽绵薄之力 燃魂灯 必须要在 仙缘离体的 十二个时辰之内做法 才会有效 如今 只剩下最后一个时辰了 这一段时间 这个阵法 可以在仙缘离体后 保证肉身不毁 不过切记 时效只有一个时辰 超出这个时效 怕是仙缘不归 肉身不保 试试 仙珠师兄 仙珠师兄 在那儿 王爷 仙君 你扰了我幽冥界多事 幽冥王命我 将你带走 是的 抱歉 我之后带他走 师兄 走吧 是幽冥王 是幽冥王 糟了 时辰快到了 若是还不回来 怕是会出事 仙珠 师兄 没事吧 没事 糟了 师兄被熬鬼扣下了 那怎么办 行 行 我们有三生石 走 什么 是神花种就这样被你毁了 那幽冥王的灵力如此强盛 发生这样的意外 我也稳稳没有想到 你 虽然花种没了 但是我在鲜麦的入口处 留下这道密符 凭此密符进入阶阶 就不会被人发现 仙珠现在生死未卜 我们还有时间 只是 还需要找到一枚花种 再凭此密符 进入阶界 一切就上口挽救啊 如今 三界最后一枚世神花种 就在你们仙界 你想办法把他取回 我自会命人重相 仙界 怎么会有魔玉的东西 有 就在天宫密库 就在天宫里 tweede 三生师我们给你带回来了 我告诉你们 就算把我绑了也没用 做不成天地月老 我还是要走了 这次不好意思啊 下次再悲罪 你们终究还是来了 拿这块练牌去忠灵宫 便可会见幽冥王 多谢 多谢 走吧 虽我把他们当朋友 居然这么对我 你嘴上说是生气 不也还是帮了他们吗 贤主的红线总归是我签的 我总不能真的不帮他们吧 不过啊 我这次回来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的 这双尊贵的手 我好久没有摸过 又犯花痴 我可不是他 贤主的仙寿原本未尽 但他偏偏要用这仙缘擅闯我幽冥界 扰乱我借规矩 他这不是找死 是什么 敖哥陛下 我师兄刚刚痛失所爱 用受天罚才会侮辱幽冥界 还望陛下网开一面 放师兄与我们团聚 一句道歉 就能一笔勾销吗 那他破坏了我幽冥界的规矩 你 要如何赔偿 敖哥陛下 如何赔偿都可以 我们绝无怨言 如此 我若要是 不对 我俩帮你们的 按照规矩 只要持休闻楼的惠客令牌来见您 您都会答应他们一个请求 无需额外地附加条件 既然阿阴他们的请求 是带走贤卓的先缘 您怎么还能要赔偿呢 三生时 我还没有责怪你善离忧明界 你还敢管到我头上来了 这都是秀妍殿下的规矩 我说还是说法了 我可以放人 但交易只有一次 你们不是在找火凤先缘吗 如果换走了贤卓 你们就代不走火凤先缘 可是 阿阎 贤卓师兄的事情现在更要紧 凤隐之事 再想办法 之间 付贤卓师兄的先缘 凤隐的先缘 我们再拿别的宝物来换 正巧 我要的东西就在你们身上 如果你们同意交换 今天就可以 带走凤银的献猿 我们身上 我要的就是你这只水凝兽 一半的内丹灵力 陛下 阿英的内丹灵力乃是他的寿命 我们不肯定用这个做交换 一只小小水凝兽的一半寿命 就能还凤银的两分献猿 这满满怎么都不亏吧 两分 不是一分 阿静 如果我们有了这两分献猿 那凤银的献猿就有六分了 我同意 我不同意 阿静 不是 你听我说 就算是拿宝物环 也得凑千年哪 到那个时候 凤银的肉体可能早就不在了 你就听他的 阿英 我不可能让你为我的错误 做出任何牺牲 不是 别说是五十年了 哪怕是一天一刻都不行 倘若她今天是要付出 我自己的性命 来换取凤银的回归 我在所不惜 但她要的是你一半的先缘 这代价我承受不起 我不同意这笔交易 陛下 阿英的内担灵力 只有治愈的功效 我想陛下是想用来救人 对吧 那修炎楼 广拿各种祈宝 来换取与您见面的机会 想必也是出于这个目的 我愿拼尽全力 去三界收集祈宝 来助陛下救想救之人 但你若是想要用 阿英的灵力来换 我绝不答应 你若能够 像个人阵力 那你是想要用 坦白 这一个人 有什么 其他人 改变 我 军不上 给你 给你 贤猪师兄 跟你说 他这个人就是嘴硬心味 你们别介意啊 有空的时候 多来幽灵介招我玩 嗯 好啊 只要幽灵王不撵我们就行 三生使 你之前 说喜欢的那个半神 不会是 熬哥陛下吧 是 哦 修颜 我做得好吗 你做得很好 可是这样 你应该如何自保啊 那你愿意看到阿音 失去一半的生命吗 我就是觉得为难 就像贤猪这次的事情 我到底是应该帮他 跟他爱的人牵红线 还是为了避免悲剧 而破坏他们呢 修颜 你说到底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我只知道 你私自离开幽灵界 就是错了 别想我错了 我知道错了 我不应该擅自离开幽灵界 修颜 我下次再来看 我先走了 好 你还笑得出来 你怎么对谁都凶巴巴的呀 你看这幽灵界 除了三生石 还有谁敢跟你说话 我觉得你应该好好感谢人家 要不然你这漫长的神圣 也太无聊了吧 我不是还有你吗 我 我要能陪你多久啊 cie 实祥 十 saw 齐 师兄 阿晋 阿殷 大家都没事吧 怀孕着 他们说他会被淹灭了 你告诉我 他还有救 对吗 师叔 师兄 师弟 师叔 师叔 他现在身心俱疲 万念俱灰 心神还不稳定 需要长时间静养 这段时间除侍奉汤药以外 尽量不要过多打扰 是 是 大家都出去吧 我留下来招比三主师兄的 好 药 以阿姨 在家里 找到 走 看 我 我 是 混 译 あ 你 反 怎么就你一个人煎药 彦爽呢 彦爽殿下 煎这边处理得差不多了 听说殷族有急事 就先回去了 你这煎的 是恢复灵力的药 那你给阿姨也煎一份吧 她用灵力智商 也需要恢复元气 没想到你也会照顾人啊 我还以为 你只会被别人照顾呢 赶紧找个药爐去 好嘞 来 五一 喝药来 我就算病死也不会喝你的药的 你还我不我 我爱我母后 五一 你早看 你不爱管我 我讨厌你 我恨你 来 坐起来 抱着我 洪怡 你给我听好了 我 才是红族的王 做什么事情由不得你来智慧 这些年我对你的耐心早已耗尽 也不会像过去那样 让你予取予求 我的话 你听得进去就留下 听不进去就走 我 阿盈 要不然先休息一下吧 好 低阶水凝兽的治愈力 不堪一用 小仙兽还是莫逞能了 原来是青池宫掌宫神使 洪愁大人驾临 在下有失愿迎 见过洪愁大人 没事吧 此乃青池宫的安魂丹 可修复贤筑筑先缘离体之伤 贤善替大则山谢过神使大人 谢过神使大人 谢过神使大人 师叔 我与仙君有钥匙相伤 我与仙君有钥匙相伤 小神君才是青池宫的主人 我随小神君下界留守青池宫 就是为了可以时刻护用小神君 让小神君可以安安稳稳地 重回神界 姑姑一手将我带大 养育之恩我铭记于心 但这下界历练 本就是我的必经修行 其中好坏都该由我自行承担 姑姑不要再担心了 小神君是真神之子 身份何懂尊贵 岂可一直留恋下三界 小神君下界历练 只是为了开启神力罢了 终究还是要回归神位 必有苍生了 我就知道 姑姑又要说教 姑姑认为神位最重要 但我却认为 我眼下所经历的一切 都是珍贵的 我身在其中 又怎能不身处留恋 我从没想过要回神界 我只知道在这里 有我未完成的使命 有我的师门同伴 还有我心爱吃 是那水宁寿 姑姑她有名字 叫阿英 小神君三思啊 你可知 你在问天时下 以身应节 换那小火缝 先缘重归的机会 那个时候 结就已经出现了 就是阿英啊 东华非生前算道 教你们二人结成主仆器 就是为了让你避开此结 如今 主仆器意外解开 你与水宁寿阿英生情 只会让你的结 生出更多的惊涛 让自己治愈更加凶险的境地啊 师尊将我与阿英结起 是因为这个 但我们已收集其四分先缘 倘若找到剩下的 此节当节 姑姑安心吧 小神君何苦这般固执 水宁寿无论如何 非生不到神界的 贤主与那人界女子的悲剧 就在眼前 小神君是真神之子 与那低阶仙兽之间的勾壳 更深万倍不止 你可想过 百年之后阿英烟消云散 小神君独留于世 又当如何呢 多谢姑姑提醒 但纵然阿英去不了神界 我总有办法不回神界 说白了 这真神身份我不要也罢 小神君居然会为了 这区区的水宁寿 放弃自己真神的身份 你 你这分明 分明就是年少冲动 这并非莽撞冲动姑姑 只是我若连心爱之人 都无法相守 我弹劾立于神位之上 庇护苍生 我心意已决 姑姑不要再劝我 不如祝福我们安一把 你探索 师兄 我依然犯错 连泪是门 非你犯错 只是天命难违 火云晚云 本事如徒 和偏生执念 想要与他求得同归 他那么相信我 可我 没有忽住他 显竹师兄 这是我在婉月姑娘 主居找到的 应该是留给你的 阿智 心有病 随死不追悔 婉月姑娘应是早就预料够结局了 但他说不悔 是不悔跟献竹师兄 相守相恋过 也是不悔 为此做下的决定 有点不悔 还是不悔 是不悔 有点不悔 我会想给你 存在的婉月姑娘可怜 还是眼看所爱消失 又无法挽回的贤竹师兄 我只知道 婉月姑娘虽说她不回 但贤竹师兄肯定是要在懊悔中 减熬一生 但如果再给贤竹师兄一次机会 我相信她一定会为婉月姑娘 再拼一次 再赌一回呢 我是真的搞不懂 这些森严的戒心 除了让仙族 有高高在上的优越感 到底还有什么别的益处 是啊 仙主师兄在幽冥界 寻找婉月姑娘的时候 该多通行几少 我放在上的被发色 第二个约的 我是把你促为了 你就要给一下 你促为了 就要给你促为了 你促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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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促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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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促为了 我促诃 我促为了 我促为了 我想纵然没有主护气 能不能有一种姻缘气 让我们一直在一起 我们明日就去演天殿节气 好吗 我愿意 阿姐 你放心 我定会护好你 守好你 心红承拙 似是轮转 有你我同杀 在许言黄泛尘寻常 只想和你招来梦忘 看人间心霜 只想和你长肩受伤 眼神看月亮 别人故事无端等候 温柔不一场 终是我 窥见了月光 三戒全书 仙戒守则 仙戒契约全收入 仙戒契约全收入 主仆契 因缘起起 今风御露之缘 结同心有板之愿 红线绑顶 终身因缘结成契约 设为因缘契 因缘继承 互为仙旅 扶持相伴 大道有功 也没说什么细节 又不要算时辰呢 那要该怎么装扮啊 这么重要的契约仪式 竟然没有讲究 穿什么衣服比较好 好 红丑大人 我来与你商量贤主一事 红丑大人您说 安魂丹虽可平复 仙缘仙气的动荡 但她心神难宁 重伤难遇 也只有你可祝她康复 就看你愿不愿意了 我 之前红舍大人不还说 水凝寿 治愈力低弱 不堪一右 如今我又变得顶硬了 你这丫头 莫学得牙尖嘴里顶状 我是在帮大则山 阿姨席尔公平 仙界的无尽牙下 有一种忘忧仙果 忘忧仙果 此处是三界灵器交汇之牙 只有拥有治愈灵丹的水灵兽 才与这结界不相持 所以只有你 才能采摘那忘忧仙果 快进去吧 月华照押之时 正是忘忧仙果采摘的 最佳时期 别耽搁了 除了 梱花 卓 clothing 4 5 我所做这一切 都是为了小神俊号 闲山 你 我正是担心洪臭大人关心择乱 才一直看着阿易 他无论如何都是我大则山的弟子 我不会让谁肆意伤他性命 他活着威胁的可是小神俊和大则山的安危 你可不要再要紧事上糊涂 你把他给我 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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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兄 发生了何事 红仇姑姑为何在此 小神君莫能 红仇提及忘忧仙果可助仙逐康复 阿易就同门心切 便要冒险一事 阿进 仙剑山崖突起周风 阿易不过是受了些震荡晕了过去 醒来自当误碍了 姑姑明知阿易先离手间 为何还要告诉他这些 难道没有预料到危险会发生吗 红仇赤诚真心一片 做事若有不周全之处 愿小神君惩处 阿易 阿易 小神君你 何等尊贵 卿为了一个仙兽不许损伤自己的身体 同仇姑姑 我对阿易的心意 护他周全的决心你应该都清楚 我不想再说第二遍 是 贤善 你真是妇人之人 难道你想眼睁睁看着大则山 为小神君挡劫吗 一山安危重 可一人的性命亦是珍贵 即便是低阶先手 我嫌善 也不敢任意决断生死 世上诸事 不是都有两权之法 但求尽力而为 问心无愧 在下还有一个 不必伤害阿易的毕竭之法 红仇大人不妨一试 此乃妄念敌 用此敌借取原神剑的混沌之力 方可抽取阿进的情思 今日阿进震动心魂 为阿音打魂印 必会借取原神剑之力 蕴养恢复 这正是最好的时机 阿进的情思若去 对阿音的情念 也随之消亡了 再叫他二人远离 获可毕竭 他最好是有用 你不小心 我拿你 我拿你 你不忍耐你 到尽还能动 互相 怕他才能动 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好好休息 我 我会好好休息的 明日还要跟你去节气呢 那还不好好睡觉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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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明日就去掩天殿节气 我愿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情思 竟这般剑人 你拒绝回家 我还以为你有多大的本事和能耐呢 原来是去和先祖私婚 红爷 你是不是忘了你父王母后 就是死在先祖的手里 纵使姑姑态度恶劣古怪 可先祭的确不敢是我久留之处 地宏玉 说明年几乎 阿九 阿九 你怎麼來了 阿音 你今天是真好看啊 這個是雲青世界送我的裙子 只有大澤上才會有的雲汁 雲汁 大澤上真好 零力充盛 物資豐富 我們要借零地更多 況且還自在 沒他們先借這麼多規矩 你要是跟我去待一段時間你就知道了 阿音 你想不想跟我一起去妖界生活 阿音 疼不疼 我沒事 那你有沒有聽到我剛才說的 說你 對不起啊 我今天實在是太著急了 你剛才說什麼 我說 你想不想跟我一起去妖界生活 小住一陣子是可以的 但是不能長期住 因為阿進在大澤山嘛 阿進在大澤山 和你有什麼關係啊 你看我都忙忘了 我今日要去跟阿進結姻緣器了 自此之後 當然是一唱一賀 同進同出了 你 你要和古進結姻緣器 你不要擔心 我之前允諾你的 等我找到了凝雲山 還是會劃來一塊地給你 見識你想住多久住多久 等一下 你先幫我看看 這兩個 哪個好看 都不好看 都不好看 那 有什麼了不起 那 那如果 阿強 你不會 忘記今天要幹什麼去了吧 你不會是還沒起吧 起床了 你是不是忘記今天要去幹什麼了 起來 起 你 阿姨你到底要清早幹嘛 我 我還想問你幹嗎呢 你為什麼要喝酒啊 沒喝酒啊 你沒喝酒 我昨天晚上 我昨天晚上 我什麼都記不起來了 我知道 一定是今日 你要跟我去節氣 心裡呢 有一些緊張 所以才喝酒的 對不對 節氣 這或許就是你與我大澤善的緣分所在 我將你與古禁結成主仆器 正是奇緣所致 不僅對古禁 對你也有益處 眼下 我還不能給你們解開此奇緣 阿姨 方才我用主仆器感應你 為何感應不到 主仆器 好像真的解了 阿姨 你真的想跟我節氣 你不後悔嗎 這都什麼時候了 你還說這個 我不會後悔的 你趕緊收拾收拾 我在門口等你啊 對了 還是好好打扮一下 那跟我搭配一下 解個氣而已 搭配一下 這麼容易找到 小心啊 我 我 來 來 走吧 走吧 走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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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我 我 我 凡尘寻常 只想和你朝来梦忘 看人间新双 只想和你常见首相 眼上看月亮 别让故事无端等候 温柔不一场 你怎么还像个孩子似的 跟男生相处要懂得分寸 知道吗 我以为你要什么分寸啊 你啊 还是个未经世故的小仙兽 走吧 办正事 你等等我 开始了 就这样开始了 资源节气不难 而且节气之后 你的水凝兽真身 就不容易被外人发现 而且我们重新结的主仆气 我们也可以随时断开 等等 不是主仆气 是因缘气 开始吧 什么因缘气 因缘气 因缘气 其实随随便便 就能跟人结的 你最近画本看多了 我清醒得好 是你酒还没醒吧 今天来结的是因缘气 不是主仆气 我根本就没喝酒 你怎么了阿姨 什么因缘气啊 是你说你喜欢我 带我来结因缘气的 你怎么了 我 我是喜欢你 但我们是师兄和师妹 这是一种亲人的喜欢 跟男女之情 有很大的分别的 我 我们在人间 做了这么多事情 你说是亲人之情 并非男女之情 在人间 那不是我们为了帮三生 十千构红线假扮的吗 好 那你若说 与我说情话是演出来的 那你亲王呢 我亲你 你到底在想什么呀 阿姨 我是真的什么 都想不起来了 但如果我真的做了什么 轻薄之事于你 我向你道歉 阿姨 你在做什么啊 我们不能这样的 你冷静冷静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阿姨 我能不能再跟你说说 阿姨 大则山的弟子 越来越没有规矩了 冒冒失事地闯入 小神郡的房间 你有何解吗 小神郡 什 什么小神郡 古晋来自神界 他本叫元启 是一和真神和地隽 真神之子 生下来就是真神 即便是下界隐姓埋名 他也永远都是 秦池宫的主人 怎 怎么可能 他 小神郡下界历练 本不该让三界的人 过多知晓 可你不知天高地厚 非要纠缠 我不如让你知道深浅 免得让你这个低位的 小仙兽有无谓的贪念 你当梧桐岛 小火锋降世之时 为何仙缘三界 只因小神郡混沌之血 也无意流到了火黄狱中 他的仙缘承受不住罢了 小神郡为此十分内疚 所以他一直想要找 小火锋的仙缘 他来到人界 也是为了此事 只不过他因三生时 受到影响 所以说的话做的事 本来就不可当真 难不成你还真以为 俯视三界众生的真神 会喜欢你这种 百岁见命的水灵兽吗 水灵兽是生命的 大王不低减 真不真神我不知道 他没有跟我说过 但我知道 阿静跟您考虑不一样 你只管嘴硬 可事实就是 真神是不会对 三界的众生动心 小神君下界历练 也是为了成长之后 重回神位 他的每一次晋升 真神的血脉 对他的影响 就会越来越深 对三界的眷恋 也会越来越浅 所有的私欲情面 对他来说 根本就不值得一提 你跟他之间 根本就是不可逾越的 何必纠缠 公公 你这是在做什么 好 小神君息怒 我是看这个丫头不知分寸 纠缠于你 也困扰于你 于他也百害而无一利 所以就严明了您的身份 希望他能至难而退 所以 你真的是小神君 阿姨 我不是刻意要瞒你 只是一贯如此 大家知道我的身份之后 难免会有所顾忌 我也一直想找一个 合适的机会告诉你 阿姨 你 你还真以为 服侍三界众生的真神 会喜欢你这种 百岁见命的水灵兽吗 难不成你还真以为 仙主师兄 你伤害未好 不能在外面待太久 要多休息才是的 我好了不少 不想闷在屋子里 得多谢你为我摘的 妄忧仙果 只是下次 万不可这般冒险了 只怕是男妄忧 这是婉月姑娘吗 用刀雕刻塑像 是婉月教我的 一点一点去完成 反而更加珍贵 只可惜啊 这种日子 太短了 你明知道婉月姑娘 是个凡人 而天地法则 又如此残忍 为何就偏扬 我便要 便要强求 非我强求 只是轻其不由心 不舍与她别离 是啊 这根本就是控制不了的事情 只是我没想到 她离我这么远 是我无论如何努力 也够不到的地方 就算是我想强求 也无极于事吧 阿姨 阿姨 你可是知道阿静的身份了 原来贤猪师兄也知道 整个大在山 也只有我和长江师兄知道了 阿姨 你既已知识奢求 那便狠心了断心中痴念吧 阿姨 阿姨 我不忍心你也陷入婉月一样的境遇 我自以为可以和婉月生死与共 对抗一切 却忘了 永远都是最弱小的一方 承受最深重的伤害 我受雷劫天长 却仍有心体护身 可婉月呢 她拼尽了她的所有 却还是毁飞鸣 才无生计 我与婉月相狠 同犯仙界禁忌 可为什么 却只有婉月一人独吞苦苦 阿姨 你千万不要如此 会让你无法承受的 可婉月姑娘说她不后悔 所以我也不后悔 阿姨 你万莫陷入执念 想必师兄 已经听到方才阿姨说的话了 没想到阿姨的性子竟倔道如此 洪仇大人定不会罢休 还要下杀手 为今之计 只得赶快些 将阿金和阿姨分隔开 不念不见 方得平安哪 一日一天 和阿姨分隔开 不如走 几小丫子 我为什么会心想 无法承担 才让你带国家 他背景时 我没有带国家 这么现任链 没有猎 我平安 看大则山 都没有再看到巫统的痕迹 正好天宫有许多的上虎遗测 或许可以有线索 那你收拾一下 出发吧 师兄 那我可以带阿英一同前去吗 阿静啊 阿英以非你契约先手 为有天宫认知名额 岂能乱了规矩 阿静 天宫对贤主一事 已是为我大则山留了情面 你莫要再务实独职 再附了这天宫的脸面 别耽搁了 去吧 师兄 阿英这两日 心情不太好 若是方便的话 多替我照顾他 别老让他闷在房间里 替我转达他 等我从天宫休睦回来 定会给他带好多好吃好玩的 去吧 阿英 来 上次你拿回宁云山残土 我们便带着风铃犬凭残土而寻 终于找到宁云山的下落了 变得此处 宁云山一直藏在仙妖边界的幻阵灵当中 太好了 太好了 终于找到宁云山了 谢谢长教师兄 我这就出发去宁云山 去吧 对了 师兄 我今日去找阿进没有寻到他 你可知他去哪儿了 阿进已经去了天宫 这段时日都不会回来 他是在夺我 阿姨 阿进希望你 好好照顾自己 我会的 那我就先去了 阿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帮你开荒打理 你干吗不要呢 你一个人去 多无聊啊 也没人照应 谁说我是一个人 这不有阿宇吗 他会陪我的 我去宁云山 也是想理清楚一些事情 你帮我多谢师兄他们的好意 阿九回妖界了 小师叔也去了天宫 你现在也要离开 去宁云山了 这大则山啊 一下子就冷清了起来 一点也不好玩了 阿九回妖界了 就前天 我看他一个人 闷闷不乐地从房间里走出来 就问他干什么去 他说他本身就是妖族 在仙界终究是待不惯的 哪知他淋雨一灯真就这么走了 阿九也真是的 早也不说一声 这里终归不是他的家 但是小师姑 你别忘了 大则山永远是你的家 掌教师尊也是这么让我跟你说的 我来我去吧 不认为我 我来看见找我 我来看见 我来看见 我去念一下 不认为你 我去念你 我去念你 你他来看我 我去念你 我去念你 去念我 我去念你 这个 你回来 我去念你 你 最忍我 你回去 我去念你 我去念你 唉 有什麼大不了的 天涯何處無芳草 本公子 就只能在一棵樹上吊死 唉 滚 都滚 都给我滚 原来 没有谁可以代替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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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很快就能被孕育出来了 轻衣 阿九 走 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别让让 我问你 他们两个 现在进展如何 谁 什么进展如何 阿英和古静 阿英 怎么 是不得 是不得 强行烧了你们这山门卷 把因缘器破开 再把阿英的心抢过来 等等等等 你在说什么啊 我都糊涂了 古静小师叔和阿英 现在一个在天宫 一个在凝云山 都天各一方了 还接哪门子因缘器啊 阿英 没和古静姐因缘器 他找到你云山了 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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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日前的 谁说的 是一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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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 我来干嘛 都不得 在哪儿 他没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也不知道阿姨这药特在干嘛呢 阿姨 阿九 阿九 你怎么来了 原来这儿就是宁云山啊 怎么样 美吧 不光山美 水美 一切都很美 当然美了 紫霓云山千万年来都没有人踏入过 你看这儿 灵气四溢铺天盖地 把这里滋润的每一处都又鲜又美 你看 阿语 阿语一到这玄乎当中 灵气一下就聚集了 等到时候 阿语孕育出来了 我就有我的亲妹妹了 待到那个时候 这个宁云山肯定会更好更美 对了 我之前不是答应过你 若是我找到了宁云山 你可以随便选一块地 好啊 那我肯定不客气 我得想想挑哪儿 我想问你一个事情 什么事情 你和叶爽在完成三生石的任务的时候 可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什 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会不会是受到三生石气息的影响 会有一些 短暂的情念 有 有 有吧 有 肯定有 所以如果 如果那时 亲了 爆了 都是假的 虚幻 你可千万不能相信啊 嗯 原来阿金是因为 受到了三生石的影响 说过的话 做过的事 都是虚妄的 所以 你是因为古迹 才突然问我这个 何人在此 谷下是 我乃天公司查仙君 司查仙君 天公赶宁到凝云山重现迹象 故派我前来查看 你二人 速速离开 这吴主洞府 难道不是谁发现就是谁的 吴主洞府 须向天公通告申令 若是你们两个还赖着不走 明日天公便会派兵 驱散你们离开 刚才就应该直接告诉他 我就是水凝兽 这样宁月山就是我家 他也不会拿走了 不行 绝对不行 你知道水凝兽灵丹 是多少修行的晋升者 都想要得到的 你若暴露本体 那就只会成为 他人眼中的猎物 时刻处在危险中 那我怎么办 我们妖界 就没那么多荒唐规矩 阿姨 干脆 你跟我归入妖族好了 我一定找一块 比你云山更好的地方 我就一直陪在你身边 保护你 照顾你 只要能看到你 我就开心 我喜欢你 你疯了 我 你当我第一次认识你 我 我不知道你是想骗我伶俐吗 我 你别说这些了 若是我没有宁云山 阿宇没有玄弧的字样 他就永远不能破壳出世了 你也在啊 阿姨 我去大泽山找你 他们说你找到了新的洞符 我这不得拿着好酒好礼 来好好庆贺一下 我看这玄弧上灵力遍布 想着这就是你的新家了 就赶紧寻着灵力找过来了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所以你是因为你是水灵兽 却又不能说出你是水灵兽 就不能获得宁云山的所有权 你在为这个发愁啊 阿姨是把你当朋友 才跟你表明真身的 你可不要到处乱说啊 臭狐狸用得让你说啊 阿姨 你放心 我一定会帮你保守好 这个秘密的 不会让别有用心的人 伤害你 但是 你若是想得到这个 凝云山的话 也并非没有其他办法啊 你有办法 眼下 天宫正在招新仙官呢 你说你聪明又伶俐 只要你肯拼 努力升职到 五品仙官的位置上 你就有湛山开洞符 到时候你就向天宫申请 将这凝云山 作为你的洞符不就好了 五品仙官 还有这样的办法 不过古今没有告诉你 天宫在招新的事情吗 他怎么让你自己 在这儿着急啊 他正好也在天宫 可以让他仗议你呢 那户不敢提那户 你们认识你 给我给你的事 没办法 你们批识你 为他的生命 我跟你说 决定 你认识你 你谁去分辨 给他 金三个女 你都打在你的伤心 很厉害 那我说得说 我就直说了 帝君莫怪 孔雀王请讲 帝君 虽坐在这待天帝的位置上 若日后 天帝奉冤 正是善位 帝君 就不怕你的位置不稳了 兰锋有幸承蒙天帝信任 代为管理天界 便只想做好眼下分内之事 并无其他私心 帝君的磊落本王自然知情 可若有孔雀族为你分忧 那岂不是如虎添翼 本王听说 私兵殿的兵器一向不好玩 这掌店一直一直空缺 要不 今日 邀请诸位到来 是想聊一聊我和姝儿的婚事 宫事 咱们就踏日在意吧 日后我们都是一家人了 这宫事家事 哪儿这么容易分得清楚啊 就是嘛 帝君 我自幼就喜欢沿袭兵器谱 对这掌店之位 也是准备了许久了 这等差事 岂能便宜了外人 对吧 我既代为管理天界 更应该依律行事 掌店之位 是关乎仙界公平的大事 岂能有内外亲疏之分 那是自然 我跟父兄说过多次 蓝风一向宫允 不过你也放心 华衍的先考也是合格的 这些年他广积功德 早已记录在策 不会让你难做的 如此甚好 那华衍殿下 可准备履职了 好 不过一律 要先从代掌店做起了 代掌店 兄长第一次到天宫入职 有个缓冲准备也是好的 那就有劳帝君了 来 赶王敬你一杯 孔雀王请 孔雀王 睡不着啊 要不陪你喝点 明日就要去天宫了 还是清醒点吧 其实我也想不明白 在人界 古今明明对你那么深情 还总一心护着你 所以你也觉得 他对我是真心的 对吗 其实这些天宫一直都觉得不甘心 刚好去天宫 也能去弄个明白 就算我跟他是天差地别 但我从小在他身边长大 我们亲近的不得了 也不该是现在这般 我既然是放不下他 那我就应该去争取一下 不论结果是什么 哪怕他高高在上 我 他也总要娶媳妇的吧 其实这些天我也一直觉得不甘心 刚好去天宫 也能去弄个明白 就算我跟他是天差地别 但我从小在他身边长大 我们亲近的不得了 也不该是现在这般 我既然是放不下他 那我就应该去争取一下 不论结果是什么 哪怕他高高在上 我 他也总要娶媳妇的吧 对了 贤猪师兄说了 我可能会受伤 不过我不害怕 谢谢你啊 燕爽 我突然舒服多了 多亏你开导我 要不然 我都不知道今夜怎么过了 明日 就去天宫 谋得一个好职位 明日山我要 阿静我也要 美好的明天 整活在我自己手中 晚安了 阿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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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劝好了一个 还得去劝另一个 我知道你喜欢阿易 可我也不想看阿易 一直为古今这么伤心 所以 那本就是阿易 藏在心里的答案 我原以为 抢来一个人的心 也没那么难 但若这颗心 根本就装不下我 强求有何用 我当宁愿一直陪着他 只要能让他开心就好 我去告诉阿易 我也去天宫 什么 你也要去 你是妖族 万一在天宫暴露身份 会有很多麻烦的 你忘了 我现在可是仙界灵狐 大泽山的障眼法 还是很强的 更何况 我父王的寄灭伦 当初被天宫收走 我一直想找回他 好 灵阳大会在即 我作为英族公主 本就应该入天宫当职 只不过之前觉得 这太无聊了 但是现在不同了 既然你们都要去 那我们就一起去 正好互相也有个照应 我看天宫并没有适合你的职位 请回吧 等等 我虽然是灵力低 不过我 吃苦耐劳 近日来天宫参选的 都是先例比我高的仙君 若是让他们去做 一些苦差事 都是有些大财小用啊 不过将这些苦差事 拿于我做 我定能做好 你当真能够赤苦耐劳 做些麻烦 繁琐的事情 私兵殿正好缺人手 要为这些兵器洗尘 那你愿意 去私兵殿吗 我愿意 来着钱我娘就叮嘱我 一定得避着私兵殿 进去就完了 你还愣着干吗 快去吧 等我 我马上就来 私兵殿 下一位是 到我了 私兵殿 私奉店 私奉店 夏君 我看你这小家伙 长得倒有几分机灵 不如跟着我去私奉店就职吧 私奉店 谁跟你去私奉店 我要去私奉店 你松开我 我不去私奉店 我要去私奉店 怎么 你是瞧不上我私奉店吗 你这老头怎么动手呢 老头 这种我喜欢 我要去私奉店 小仙阿英初来天公司职 特来私奉店报到 你 searching 你拗泪 就让我来 你拗泪 我会给你 你拗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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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个人拗泪 你拗泪 你拗泪 我保险你拗泪 哦 怎么进了门都这么难啊 玉凤先尊 玉凤先尊哪 放开我 小心我拆了你的私奉店 你要拆了本尊的私奉店 那我更得把你看好了 阿九 这 这 燕爽见过玉凤先尊 玉凤先尊 这位灵狐是我的好朋友 不知是哪里冒犯了你 我本来和阿姨说好了 去私奉店 这老头非要帮我来这儿 这玩虎 如若再这般任性 我就把你关到笼子里 先尊 他只是爱嘴上逞强 还望您莫怪 这小家伙身上有骨子傲气 就让他在私奉店 好好地历练 什么时候打得过本尊 我就放你自由 开什么玩笑 你把我绑成这样 怎么跟你打 本尊何曾捆住过你 莫非 小家伙悟性不错 是个好苗子 小家伙悟性不错 是个好苗子 阿九 Coleman 你们要谁 呢 主张 什么 我 说了 我 你就 跟我说 你 你 counsel 你 企团 hast 对 如果 你 你没事吧 怎么会 是个好苗子 就是性子太急了 受伤了 不愿呲 受伤了 血液 小砂 快 小砂 巩仑 靠拳 靠 靠 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干吗不让你进店 不过这糖豆挺好吃的 还有吗 这糖豆是我做的 当然是要多少有多少 再给我几个 凭什么 你让我一下午都无法进店 我凭什么要给你啊 就凭我扶尘剑是这私兵店的副长店 你是想来任职的吧 我要是捣乱了 你可就别想升职了 扶尘 你们仙族 果真蛮不讲理 我现在跟被灌了金币有什么两样 你 你 猫手猫脚 能不能轻点儿 给你上药还唧唧歪歪的 平时不是嚣张得很吗 原来也还怕疼啊 既然怕疼你就识去一点 不要再和御风仙尊作对了 等我搞清楚 御风使得什么招数啊 再拿到寄灭轮 我看还有谁能伤我 阿九 御风仙尊已经上军巅峰 你不要太心急 心急则乱 乱则必施 寄灭轮的事情 我们需要从长计议 先足这么多人 也就你稍微强点儿 你怎么这么道歉 四年 你干吗疼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对不起啊 对不起吗 我不是故意的 你这个药放好啊 我明天再来帮你服 对不起 对不起 死鹰 好吧 留你在这儿也可以 但是你要答应以后 多给我做点糖豆吃 那你现在可以说 为什么方才一直吹风 不让我禁定了吧 也不是我故意想要吹风的 是因为 怎么了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在哪里抬你啊 在哪里抬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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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 丫头啊 想不到你的修为如此了诺 但是你的灵力 怎么这么低位啊 这你就别管了 你是来给兵器洗尘的吧 今天啊 要早点休息 养精蓄锐 明天啊 可是要有一场大仗啊 祝你好运 绿豆糕 阿茵 是你吗 什么时候来的 天工啊 你都不跟我说一声呢 还特意给我带了这些绿豆糕 你是来干嘛的 来玩的吗 我不是来玩的 你还不知道 我找到宁云山了 你找到宁云山了 嗯 不过现在还没有办法开设东府 废的是 五品仙官才可以申请东府 所以我就来天工了 那你怎么不早点传信 跟师兄说呢 我可以帮你去 没关系 我自己可以的 不用给你添麻烦了 今日我已经入了四兵店了 我现在是八品仙官 离五品应该也不远了 那还早得很呢 阿茵 你是不是还在怪师兄 隐瞒身份的事情 找到宁云山 又来了天工 那么大的事情 都不跟师兄说 我想了想 就像你说的 如果一早就说了的话 我应该会躲着你 趴着你 倒不如像 曾经一样自在 而且我想明白了 无论你是小神君 又或者是大则山的小仙君 你都是我认识的那个阿茵 之前发生的所有事情 都是真的 阿茵 你的那么小就太好了 所以我们的感情也是真的 我睁眼见到的 第一个人就是你 我最信任的人也是你 我们在禁谷 相依为命 我们一起 在妖界闯荡 在人间历练 我们都没有分开过这么久 我真的很想你 阿茵 我也很 我知道 我知道我们水泥兽 年收不长 所以我已经没有时间 再胡思乱想了 我近日来就想告诉你 我决定了 我要让你重新喜欢上我 阿茵 你们在胡说八道些什么呀 我没有胡说八道 洪臭大人说了 真神一旦觉醒 情运思念就会越来越少 但是我知道 阿茵不会这样 因为我认识的阿茵 她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 不会因为成了真神 就把十三界和我 都抛之脑后的 对不对 而且在人间的时候 你还记得 阿爷 是因为三生十我们才会 是真的吗 真的是因为三生十吗 真的是因为三生十吗 阿茵 你呢 已经长大了 不要跟师兄 走得那么亲近 等以后要嫁人的时候 谁还敢娶你啊 对不对 好 没关系 不过我有直觉 你心里是喜欢我的 就像神力一样 她也有一个慢慢觉醒的过程 如果有一天 你的神力突然全部觉醒了 对我的感情也 觉醒了呢 阿茵 心事与回首 力都高 今日你都早点休息 我回去了 阿易 玲珑头子安红豆腐 入骨相思知不知 今风欲如意相逢 便盛去人间无数 欢乐促 一别苦 旧中更有痴儿女 天涯地角有穷石 只有相思 无尽处 最多不然 省眼屡四失手 原来都是灵体在搞鬼 天涯 行了 本尊吕诺封你为私封殿 六品狐威 可以自由出入 自由安排时间 方便与你那位小友相会 若有急事应召便可 多谢玉峰先尊 不必谢了 与你这个小家伙 也算是有缘 不过你的伸手 倒是让我想起了 曾经交过手的一位妖狐 当年您与那位妖狐交手 用的也是灵体之术 不错 那位妖狐 他的法力无边 尤其是他的寂灭轮一出 无仙君可匹敌 只因他不知道我的灵体之术 本尊才侥幸 缴了他的神兵 说来也有些惭愧 后来他的神兵 因为煞气太重 被永久封存在了 天宫密库 玉峰先尊 先尊 妖狐族红妹惨遭暗杀身亡 什么 凶手找到了吗 暂未 红妹可是妖狐族 四大护法之一 那凶手既能 悄无声息地将其杀害 也定是法力高超之辈 极不容易探查 究竟是谁 与妖狐族有这般深仇大恨 他们这次 算是遭了难了 你这到底是谁干的 至今没有发现一点线索 红妹的身边甚至没有一丝 凌厉地波动 险阅魔器完全没有 险阅魔器完全没有 险队的身边甚至没有一丝 当时半神以上神军 那就是红妹长老 对凶手完全没有防备 甚至来不及动用妖力抵挡 这伤口定是经过伪装 究竟是谁 竟如此处心几律 我胡族驻妖王镇守罗刹地边关 两界边关兵时一直举语不断 他是先祖 早就看我胡族不顺眼了 对对对 对对对 先不自乱阵脚 又看他们不顺眼了 仙妖两界霸占两百年 仙界没有理由在此刻动手 我向来不主动与仙界为敌 经历维系两界的体面 但他们却一再紧逼 现在竟还变本加厉暗下毒手 杀我族人 不对 这伤口形状看着很熟 像是在哪儿见过 不像是仙族兵器 倒像是妖族 这怎么可能 这怎么可能 妖族 此刻你还在替仙族说话 你久久不回金流山 是当真想判除妖界 就和那仙族沆瀣一气吗 我不过是在外历练罢了 姑姑放心 红卫长老的事情 我一定会彻查到底 绝不会让她枉死 至于是家贼还是外敌 终究还是要查个明白 在此事查清楚之前 还请姑姑 不要轻举妄动 红卫 你是不是忘了 你是胡族的一员 应该与胡族共同进退 仙族也有我很好的朋友 他们常护我左右 朋友 你年纪轻轻 懂什么是朋友 我去查明武器的真相了 你给我站住 我记得我 凤雅的 肃脑 无学 你别激动 洪义说得不无道理 先妖两戒 关系一向竞争 现在此事没有确认 我们需要小心求证 最近妖族风波不断 从狼族长老被魔物所杀 到红媚遇害 我隐隐感到此事并不简单 三戒 只怕又要乱了 阿若 我担心你 你一定要小心地方 与你并肩作战 我又有何惧 你 红媚长老 来了来了 怎么不打一声招呼就走啊 你是谁 是红若呀 胡说 五王怎么会干这种事情 五王在哪儿 你把他怎么了 你想知道 你把他招呼 一定要告诉林森陛下 务必加强对先祖的防范 必要之时 我们必须是主动的一方 他怎么这么看 他怎么回事 他怎么回事 都是不外国的幼儿 若有了 你真的帅莫 干不止 是 与你 要是 你现在也看到了 要想给这些仙兵神器们洗尘哪 那得有多难哟 我还以为四冰剑男对付的是扶尘女 但我没想到竟然是他们 这里的一些仙兵 都已经修炼出了仙石了 很爱胡闹的 我可做不了主 可是 傅臣叔 你带这个外人进来 是干吗的 这还用问吗 又是来逼我们洗尘的 太虚哥 你说怎么办 不洗 不洗 就不洗 胖胖的叫做宝葫芦 宝葫芦 这个女娃娃叫做灭颤奴 灭颤奴 我 那个那个 是太虚人 人家可一点都不虚 他们仨就是这里最难管的了 我是阿姨 我来帮你 你要是想给他们洗尘呐 你就得 我 用最笨的方法喽 最笨的方法 我 听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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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跟我去洗衬好不好 你听话 好玩 好玩 真好玩 验爽啊 小心 好玩 阿音 你没事吧 验爽 你怎么来了 我现在是四兵殿掌殿 当然要来了 掌殿 你 你 如假包换 扶尘参见掌殿 以后你们都要乖乖听话洗尘 如若不然 我作为掌殿 可是有权利把你们容了 做成马灯的 别吓唬人了 我们可是天兵先弃 谁敢容我们 要不你试试 先生 我能不能问问你们 为什么不爱洗尘啊 洗尘 洗尘很疼啊 很疼 很疼 那我向你们保证 我给你们洗尘 肯定不疼 而且会很舒服 怎么样 保葫芦 不疼吧 不疼 不疼 非常舒服 太徐大哥 你们要不要进来试试啊 我真的没有骗你们 确实很舒服 不试试吗 我真的没有骗你们 这日头 打西班儿出来了 这日头 打西班儿出来了 之前给你们洗尘的 用的是打磨精气的 绒筋岩浆 所以你们自然就会疼了 今日我换成了灵力 你们就不会疼了 既能够除尘 还能够松筋疏骨 养护芬 舒服吧 你不要试试 不试 这么舒服 你不要试试 那我也试试 准备好了吗 阿姨 还是你有办法呀 阿姨 还是你有办法呀 还好你来得及时 我可要被他们给折磨死了 对了 你还没说 你怎么会到私兵殿 来当掌殿的 不是说好了以后 彼此照应吗 我听说你来了这私兵殿 便抽空去打了几家 就把这掌殿给赢回来了 你真好 怎么样 舒服吧 好舒服 你要一直留在私兵殿里吗 你要一直留下的话 我以后一定乖乖洗尘 不管我再不在私兵殿 只要你们需要洗尘的时候 我都会帮忙的 因为我们是朋友嘛 朋友 你 不当我们只是杀戮之妻 杀戮之妻 你们有神识 跟我一样 有喜怒哀乐 所以我们当然可以做朋友啊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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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君 你怎么来了 灵妖大会如此重要 这私兵殿的洗尘啊 就不能怠慢 我过来看看 这里是否一些正常 没想到如此井然有序 帝君 大可放心 通过这次相识 我发现阿音 是一个难得的好女君 她脑子里心地好 也很会与人相处 有她在私兵殿以后 可以走向正轨了 那没什么事情的话 属下们先告退了 走吧 走 上次白鸟岛一别 只觉得阿音伶俐 艳爽直爽 没想到这做起事来 也都颇有能力 这私兵殿交给你们二人 果然不负所托啊 上次一见蓝风帝君 还以为微风凛凛 衣护百应 没想到事物巨细 都要过问一遍 也是很辛苦的 这天宫自然辛苦 可是阿音女君 为何执意要来天宫呢 阿音想要升到五匹 得到开辟洞服的权利 这大则山动天服地灵气充沛 阿音为何要自己开动匹服啊 我也想有个家嘛 阿音说得是 阿音如此相近 五品官街指日可待 到时候千万不要忘了 请我们大家去你的洞府 吃一起开宴酒啊 阿音 你怎么来了 我有一事不明 特来向帝君打听 是为了华眼的事吧 帝君此前已经答应 让华眼做四兵殿掌殿 为何突然啄声了 英岛的艳朔 我说华眼可以做四兵殿的掌殿 是因为你跟我说 他已经将屡折的 公积录中的公积做满了 可他分明已经做满了 你看看吧 这是华眼的公积录 价一看上去 确实是做满了 但是我拿着这些公积 逐一去求证 却发现大半都是冒领篡改 姝儿 华眼这么做 已经违反了天宫的律法 所以我只能将他的申请 先撤下 免得升职不成 反受责罚 华眼这么做确实不对 可你亲自拿着他的公积录 去逐一求证 是 若华眼不是我兄长 义军是不是就不会 如此休日不放呢 姝儿 你别误会 我并非有谊针对 只是华眼是你举荐的 而你由入主思路殿 我自然要为你的生育 多加考量 可若帝君不亲自去查 根本就没人知道 姝儿 做事该问心无愧 而不是做给人看 那燕爽又是怎么回事 他昨日刚入天宫 怎么今日就能长殿 他的公积录就没问题吗 燕爽未入天宫之时 早在北海多有剑术 昨日他一入宫 便马不停蹄 一连做下十余级公斤 凑足了公斤人 今日他当上掌殿 四兵殿却因 他与安音的打理 变得井然有序 这般努力赤城之人 天空怎能不露用呢 看来在帝君眼中 白鸟岛果然比不上印岛 那话说不打扰帝君 姝儿 什么 你说红妹长老的伤口 像是还刃所伤 不错 可如此厉害的还刃 三界内我只想到了寄灭伦 我方才在妖界没有严明 就是怕姑姑多醒 而寄灭伦 现锁在天宫密库内 若非三界内 有类似寄灭伦的兵器存在 那就是有人拿走了寄灭伦 并杀了红妹 夫妻 是 跟你说正是呢 你在寺兵殿里见过的兵人多 你觉得呢 桓瑞 桓瑞 这桓瑞 我也不太了解 这桓瑞本来就稀少 我也很少见哪 这回我帮不上你们什么忙了啊 不过 你们要是怀疑是纪美伦的话 那想办法去看上一看 不就知道答案了吗 纪美伦在天宫密库 结界极其强大 谁能进得去啊 我也是 不论是谁 我都要抓住 杀死红妹的凶手 谁也不能轻易 犯到我胡祖头上 两张 颖嘴掌 烈杨枪 阿颖 阿净 阿叶 你认识这位战神啊 这是我大泽山的师兄古迹 你是来找我的吗 灵遥道会上 战神需要伸批战袍 我刚入职天宫 还没有一件合身的 所以来私兵殿定做一套 包在我身上 今日可来了好些款式 我帮你先看看 阿叶啊 我问你一件事 这私兵殿里可有梧桐树 你是在天宫里 有梧桐树的消息了吗 私兵殿里好像还真没有 但古籍上说有一棵梧桐树 就栽在私兵殿 傅辰 你在这儿这么多年 你可知道这有梧桐树 没有啊 没有没有 可古籍上不是说有吗 私兵殿怎么会有 这棵神树呢 好了好了 不多说了 赶紧给战神大人 量下尺寸吧 去呀 把手打开 你看你看 你看 那 那私兵殿内 可有什么长得像梧桐的树吗 那我倒是不知道 这四周都是光秃秃的 好像还真的没有什么树过 是吧 你先别动 阿姨 那个 我突然想起来 还有点别的事 我下次再来吧 你 腰带 说吧 什么奇怪 妹妹 妹妹 那个蓝风到底怎么回事啊 说好了让我当掌店 就没有下文了 这救了兄长自己了 我 我怎么了吗 兄长答应我要做足功绩 结果是靠篡改做足的 如此这般掌店之位 怎么可能轮得到你 我这也是逼不得已 妹妹 你是不知道啊 那天宫的功绩有多难修 时间紧迫 一时我哪修得过来吗 妹妹 哥哥 勒劫将至 前两次都失败了 要是再不成功的话 我就永远生不了上军了 你哥哥我 堂堂孔雀王的长子 却一直停留在下军之间 那岂不让仲仙笑话了吗 你若真有此心 为何不早早勤修苦练 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 妹妹 那四冰殿里有一个仙器 玄武盾 可以抵挡雷击 若是把他借过来 这次的斗劫一定能够成功 你功绩作为一事 是被兰风帝君亲自查处的 想进入四冰殿 怕是绝无可能啊 那个兰风怎么连自己的家人都查呢 妹妹 妹妹 你就帮帮哥哥嘛 妹 妹妹 你就当是为了咱们白鸟捣好 你就帮帮哥哥嘛 哥哥没有人渴求了 只能求你了 老风妹妹 你就帮帮哥哥 行了 我四路殿倒是有四冰殿的领牌 你拿着此令 可趁夜里无人之事 悄悄进入四冰殿 将玄武盾偷偷带出 可避你累劫 切记不可惹事 明白了吗 知道了 哥哥没白疼你 但看他方才的神情 只怕是 仙女有益 狼君无情啊 不是这样的 他之前对我吐露过心声的 我们曾经也是如胶似漆的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有一天 他好像把我们过去发生的一切 都给忘记了 他就只是把我当做师妹了 听你说这些 倒是让我想起一件仙器 什么仙器啊 我也不知道叫什么 但那件仙器 是可以抽取仙人的情思的 被抽取情思之人 与你的点点滴滴 都还记得 可唯独秦这一世 就没什么感受了 像被拿走一样 这 真是如此 所以阿京是被人抽了情思 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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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师兄 有什么了不起的呀 怎么会有人 想到抽他的情思呢 他是真的挺了不起的 不过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要抽他的情思 那现在至少有办法了 我去问问他就知道了 不可 那被抽取情思之人 在情思被召回之前 若被人告知的话 那他的情思 就永远消失 再也找不回来了 那如果问也不能问的话 那我能怎么办 这回我可帮不了女龙 果然 我就知道 他不会忘记我的 不过 情思要怎么才找得回来 解灵还需细灵人 若知道是谁抽走的 就容易很多 但谁会抽走古静的情思呢 我真不明白 对啊 这么做到底是在害他 还是在帮他呢 古静已经是战神 谁会敢抽走他的情思啊 若是要帮他 抽情思又能帮他什么呢 红朝姑姑说过 一定不能把古静真实的身份 说出去 确实这是他的秘密 还是今后由他亲自来说比较好 可能是想跟我这只水牛舌坏情关系吧 除了他的情思 就能离我远一些了 不过感情的事情 应该他自己做决定才对 就算他真的不喜欢我了 也应该在情思在的时候 他自己来决断才是 嗯 我会想办法找回他情思的 不过不能制刀 就行 这就远刀到我了 你不错了 也就是我了 马上就要晋升了 需要玄武盾挡天雷 你们赶紧把玄武盾交出来 玄武盾受损了 不爱见 更何况 你这也不是借东西的态度 那我自己找 救命天啊 救命天啊 玄武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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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胆子不小 竟敢在这儿撒野 来呀 逼我呀 我现在就蹲了 来呀 来逼我 什么人 敢善逞私兵殿 难道不怕天条吗 怀眼 玄武盾已经受损了 体力挡不了雷劫 你这样只会让它 彻底地暴随 你若是小妖杜劫的话 就应该找个 灵力充沛的地方去 这些仙器都是 铁石灌柱的 废了就废了 有什么了不起的 好让你 死兵殿 玄武盾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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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走 你还好吗 还有一刀 咱把我捣一刀 再把我捣一刀 别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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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你没事吧 我好像头有点疼 头疼 刚蕾也没劈到你啊 为什么会头疼 应该是 旧伤复发 你什么时候有的头疼你就 不过没关系 这不是什么大事 一会儿应该就好 阿姨 阿姨 我先带她去疗伤 你们看一下怀疑 为了个苦尽 装病 犯得着吗 还有你 要不是我 最后这道雷就披你身上了 我没事 伤药 自己涂吧 好 怎么样 到底哪儿受伤了 让我看看 说呀 哪儿 哪儿 这儿 这 这是旧伤 嗯 阿姨 你什么时候那么娇气了 就伤药也会疼的 别动 你伤药放在哪儿 嗯 没有伤药 行 我去帮你开点药了 嗯 你别去 怎么了 我这个伤路离不了人的 既然生病了就得吃药 在这儿等我 马上回来 那你快点 好 来吧 来吧 喝 生病了就得吃药 快 三 二 好喝吗 这是什么 这是我跟战神殿的厨子 学的梨花汤 糖尔吧 哎呦 有了点头疼 还是有一点迂呼呼的 我听说 丹房养了几条零血质 只要能把人的血吸出来 就可以知道他到底得了什么病 你先喝着 我去拿几条汤 不用了 怎么不用 我们先要用零血质把你的血吸出来 我们才能知道 到底得了什么病 知道得了什么病之后 我们才知道怎么去治疗 痴痴痴 干嘛 又不病了 说 为什么骗师兄 我 说真话 我就是想看看 我现在在你心里还有没有位置 当然有啊 你说我师妹吗 我是说 你心里最重要的那个位置 阿姨 我跟你说过了 我是你的师兄 以后也会是你的师兄 不会有别的的 是吗 可是我刚才遇险的时候 你第一个冲过来护我 你眼中的关切和担忧 又不是演出来的 而且阿姨 你不是不喜欢我 你现在只是 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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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个头啊 只是 我看你就是轻易给你那些人间画本看多了 莫收了啊 早点睡觉 把汤喝了 对了 倘若你真的偷偷 差人来战神殿找我 不许再跟师兄耍这些霸气了 睡吧 你 分明还是关心我 情丝能抽就能生 我一定要把你的情丝找回来 都是由阿姨这丫头 成天胡说八道害得我做文梦 不行 我得想念要我知道 我知道 烤鸡 蒸鱼 白骨 脆骨头 好 吃这个 这个好吃 有完没完啦 你找我 你找我 这块令牌 你认得吗 华眼 昨天就是拿着这块令牌 擅闯四兵殿 强夺法器 引得四兵殿大乱 也损伤了不少仙器 你可知道 姝儿 这可是违反了天规呀 华眼是我兄长 又是白鸟岛长子 他近生在即却修为不足 若没有玄武顿挡雷劫 他此生再也无妄生上君 他来求我 我怎么能见死不救啊 姝儿 你这绝对不是在救他 若是华眼天赋不足 可以靠后天的努力来补 若是连努力都不肯 只想走歪门鞋路 靠坑害旁人来晋升 那这等仙君要他有何用呢 你在天宫身居要职 这样偏邦亲眷 又如何能服众啊 所以帝君 是要连我也一起罚吗 华眼犯错太大 定是逃不过责罚 姝儿 你也写一份罪己出 朝事天宫吧 帝君真是公正联名 两袖清风 我本以为自己在帝君心中 与旁人不同 看来是我自作多情了 还恕告辞 好 战神大人 您怎么来得如此突然哪 战神大人 你这么看我做什么 福城长老 这私兵殿里的梧桐 究竟在哪儿啊 上次不是回禀战神了吗 我不知道啊 我呀还有事要忙 告辞啦 福城 真不知道 阿俊 您怎么来了 你们这是 找了许久的梧桐 找到了 什么意思 昨日挡天雷的时候 你可用了福城剑 嗯 在福城剑上显现的 那可是梧桐树特有的凤燕纹 我 我 我确实无同木所致的木剑 凤燕那缕仙缘也确实落在我的树心上 可我仙缘受损 那全靠与凤燕那缕仙缘相互滋养才能存活 你要是把雪月冲走的话 那就是要我的命啊 停 停 福城 不如让我们先看看 那棵梧桐树现在在哪儿 是 木器受损 火器不济 不过福城 你不用担心 我是可以帮你的 好了 小问题 我来吧 你来 这是大则山的羊岩草种子 可以畜牧皆火 也可以帮你蕴养仙人 多谢战神大人 多谢战神大人 如此一来 那就请你把仙缘取走吧 多谢 大功告成 大功告成 战神殿还有些事情 我先告辞了 阿易 你帮我多谢谢副城长 岂敢岂敢 战神大人 有再造之恩 莫痴难忘 想追那就去追啊 平白无故追上去 是会被讨厌的 父王 华眼杜劫 又失败了 哥哥时运不济 我日后多加走动 想办法为他谋个好官位吧 他受了重罚 而你因此写了罪己书 我想他 再无脸面求光位了 本来我已经为他 和昆仑山谈了一门婚事 只等他肚结晋身之际 就可联姻 却没想到昨日 昆仑山送来了断姻礼 这门亲事 就只能作罢了 如今我白鸟党的盟友 是越来越少 若再无强大先门联姻 只怕这地位会不保啊 恕啊 如今只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南海三公子 不是一直对你青睐有加吗 不如嫁给他 那南海一派 就会站在我们白鸟岛这边 父亲想要得到 仙界势力的支持 有很多办法 为何非要联姻不可 自从老泉云先尊 卸任云游之后 仙界五尊之位 就只剩下风 火 雷 电 四位 而他的位置一直空缺 无人填补 五尊之位极其尊贵 是仙界的要职 不但凌驾万仙至上 还可与天地一阵 灵阳大会举办在即 大会之后 就会选出一名新尊 填补五尊之位 而我听说 鹰族已经获得了 参选新尊的资格 怎么会 他们之前战损极大 哪能这么快拿得出 竞选五尊的资源 还不是因为上次寿宴 我们丢脸他们长脸 他们也借此 笼络了不少人心和好处 如今势力 已经和我们不相上下 姝儿 若鹰族夺得了五尊之位 那我孔雀族 可就再无翻身的机会了 兰逢他为人过于刚真 他绝不会为了你 而照顾我们白鸟党 与其这样 还不如嫁去南海 那南海三公子风流成性 在仙界出了名的浪荡 我怎么能嫁给他啊 姝儿 以你的才智嫁去南海 用不了几年就可以掌控大权 至于那个三公子 只要不是伤天害理的恶徒 你嫁给他 利益大于弊啊 姝儿 我不能嫁给南海三公子 可若不嫁他 还有什么仙门能为我白鸟党所用 都是燕爽和安英还事 若非他们 兄长也不至于沦落到这个地步 我也还有选择的余地 是 殿下 有课求见 不见 是蓝风帝君 让他进来吧 是 华姝儿 你还要不认识啊 人家的壮业 你还要不认识 我买怎么结乎 我里有什么事 我特来向你赔罪 你吃了 我都不想再来 我会把你吃了 我只是要吃了 你吃了 你吃了 我会不吃了 我吃了 你吃了 你吃了 我们坐下来 帝君对华叔的心意 也只是说说而已吧 我在天宫任职数百年 从未告过班日假 今日是我第一次告假 就是为了来看你 我并非只是说说而已 那你可知 父王要将我 嫁给南海三公子 怎会如此 你我心意相通 我也早向你父王提过亲了 你只是提亲 我又并未答应嫁你 前日昆仑山与我兄长退婚 我父王急于借我婚事 壮孔雀族生威 也是无奈之举 我彭莱岛 虽然不是什么大势力 可是姝儿 难道婚姻之事 就只是一场交易吗 家族存亡之事 有什么是不能交易的呢 如果帝君针对华叔有益 或许还有个法子 你说 武尊控卫即将平选 若你能帮我当选 以此作为聘礼 父王定会答应这门亲事 姝儿 你我的婚事为死 武尊评选为公 你若真的竞选武尊 我自会给出公正的一票 但你让我去游说旁人 左右评选 这万万不能 就算看着我嫁给别人 也不能吗 姝儿 我此生 只对你一个人动了情 也只想和你结为先履 若是你我这般感情当中 掺杂着算计和筹码 这并不是我想要的 你若针对我有益 眼中应该看到的是我这个人 并非是我能带来的 利益和好处 好 是华叔过于势力 让帝君看清了 不敢误帝君轻语 请帝君速速离开 这利益熏心之处吧 姝儿 好 那你先早些休息 我改日再来看你 我改日再来看你 还有别人 扶持有款 灵妖大会 本是为三界和睦而生 只可惜两百年前 仙妖大战之后 就再也没有开启过 今年是第一次重启 事关重大 所以我代表神界 来为灵妖会作阵 红酬神使心灵 定会三界宠物 战神去操练先兵 还未曾回殿 那你帮我把这战袍给他 就说 四冰殿的阿英 特意为他做的 好 多谢 怎么又是你 红酬大人 你为何会在天宫 我在四冰殿任职 自然就在天宫啊 在四冰殿任职 就专心一点 为什么跑到战神殿 来打扰古靖 打扰 红州大人此话倒是无关 阿靖是我师兄 我是他师妹 我想来找他 自然是情理之中啊 我看你倒从未 把自己当成师妹 反倒起了剑月之心 一再纠缠 我最后再提点你一句 我家小神君 乃一和真神之籍 与你有云泥之别 何必一意古兴 不忍不忌 好 那我再跟红酬大人 坦白地说一遍 我就是喜欢阿靖 无论他是人 是神幽或是仙 我就是喜欢他 再说了 阿靖跟你不一样 他不会在乎 出身地位这种俗世 倒不像红酬大人 明明出身神界 却活得斤斤计较 半分神气都没有 你不必压尖嘴力地 说这些无用之言 我家小神君的心思 也不是靠你说的 这些日子 我会常驻天空 有我在 定不允小神君的一生 被你给耽误 小神君的心思 也不是红酬大人 可以猜的 我们阿靖的心思 让他自己做主 我属没有别的事情 我可就先走了 告辞 殿下 殿下 那位古今竟是小神君 他这么个不起眼的家伙 古今身份尊贵 对 你说话千万小心 我早该想到了 东华千年不收徒 却对古今宠觅有加 凤冤威震三简 却对闯大祸的古今 我已经不敢苛责 我早该想到 他就是小神君的 不过说起来 也算是一件好事 他曾那般爱慕过殿下你 已经都过去了 此前我终究 还是怠慢了他 若早知 他是三界唯一真神 我定要好好揭晓一番 那白鸟倒在仙界 不 在三界中 也会成为 至尊至贵的仙门 可惜古今此前 太不险山露水了 让我在他和蓝风之间 压错了抱 殿下 这古今尊贵是尊贵 可蓝风也不错呀 我瞧着 帝君对殿下 是真一片痴心的 在这仙界 一片痴心有什么用 我要的是能帮扶我 帮扶百鸟岛的靠山 看来 我得重新博得古今的好感才行 可有这个阿音时刻在古今身旁 咱们只怕是不好动作 我此前不知古今的身份 从未对他用过心思 而今不同了 只要我想 一定能重新博得古今的好感 虹愁神使 听说白鸟岛的公主 容貌清丽 冠绝仙洁 今日一看 还算不复圣语 华叔平庸至极 得神使没有在 真是惶恐 说吧 有什么事 听闻神使坐镇零一大会筹备 华叔长思路店 故而来与您商议天宫人员安排 天宫的人我不熟 你既来了定有福稿 说来听听吧 此次三界都有使者前来 护卫大会的安全是重中之重 能担此重任的人并不多 这也是令华叔头疼的 好在前阵子有一位后起之秀 此人年纪轻轻 却有大将之风 聪明至极 心性也坚韧 实是华叔生平谨见的人节 此次重任交给他 华叔才放心 他怎么会让宝贝 能汝看 他为什么要害怕 做此 Подüst 管子般是 我想把莎莎 NASA的 请坐 我请你 以后莫要偷听偷看 这等把戏 想瞒轻驰宫的人 实在可行 多谢神使宽厚 华叔是无心的 无心或者友谊都无所谓 不过 我看你对小神君的欣赏 倒是不假 华叔不敢有非分之想 想就是想了 没什么本分非分的 我家小神君下三界历练 若有人真心对他 而非踮着脚想攀高枝的 我也乐见其成 可这人是不是你 徐卡你造化了 我看你也挺机灵的 日后小神君在天宫 若有什么事 你尽心帮他就是了 好了 我累了 你且去吧 华叔告退 陪我们家小神君 还远远不够 不过 尽 让阿英死心 刚好 不过 尽 灵瑶大会 乃是为三界指战 永目和平所设的圣会 届时 仙 妖 幽冥 三界之主都会前来 此次大会 还有神界使者出席 实为百年难见 我等必须谨慎对待 绝不能待 不然 我还有个提议 诸位可还记得 妖界始祖 山皇真乙的蚀骨吗 这个自然记得 它是妖界的圣物 万年前辗转落入仙界 但是它上面浓重的妖气 与仙界的灵气相冲相克 故而当年的天帝 造了一个森罗万法阵 用来保存植骨 我想着即便我们如此尽心 可是这植骨 终究是妖界的圣物 近些年来 仙妖两界积怨加增 若是能在灵妖大会上 将此植骨取出 送还于妖界 并能让妖界 感受到仙界之战的诚意 诸位觉得可好 想法倒是不错 不过操作起来有些麻烦 森罗万法在密库中 是我们仙界唯一 蕴养妖气的地方 若将植骨取出 恐怕还未交到妖族手中 便被我们仙界的灵气 给损伤了 对啊 若是发生了这等事 妖族的那些家伙们 还不得拼了命 对啊 是啊 那就 打造一杯护灵剑 暂存植骨吧 我知道 打造护灵剑耗费昂 可此等有一仙妖千年的大事 值得 镶金铸造令 这打造护灵剑 是这么重要的事情啊 都用上顶级的铸造令了 特命私兵殿与战神殿 配合打造护灵剑 她说是与战神殿配合 那 是不是要经常去战神殿 是啊 念说 我申请打造护灵剑好不好 阿姨 这是天宫鼎鼎重要的工作 你若只是为了阿稷 万一出了问题 可是要犯大错的 我的确是为了阿稷 不过我不会做不好的 真的 去吧去吧 不过阿姨 你要好好看清古剑的心意啊 千万不可伤了自己的心 倒都是些可靠的仙族 你办得不错 护灵剑如何了 可安排妥当了吗 护灵剑将由战神殿负责设计 由小神军经手 定是稳妥的 那是自然 私兵殿也会派个得力的仙官 去配合小神军 一起铸造好这枚护灵剑 私兵殿的代掌殿是晏爽 我猜 他应该会派阿英去吧 毕竟阿英是小神军的小师妹 二人配合起来 也比外人磨叽些 去战神殿 是 红丑绅士 红丑绅士 你怎么来了 我是担心你太过操劳 所以过来看看 补尽一切都好 多谢关系 我知道这次铸造护灵剑 战神殿负责设计 刚好 华叔呢 他对法器铸造颇有研究 所以就带他一起来 给你帮忙 不 我就不打扰了 你们商讨便是 既是神使的命令 我们听命便是 许久未见 战神还是如此洒脱 这些人都让我更加惭愧了 从前之事不必再提 各自安好便是 战神自是安好 可华叔却不是 听说你来天宫就职 我几次想登门赔罪 可想到那日 你说愿与我再无交集 终是无言上门叨扰 华叔殿下 还是讨论宫事要紧 这是设计草图 这是护灵剑驻甲皮样 你且看看 还有什么要改进的地方 这些图样并非全案古法 这些图样并非全案古法 反倒增添了几处新鲜的设计 天宫诸尊定是满意的 这些图样并非全案古法 这些驻甲皮样里 当属这件最好 花纹与凹槽相结合 灵气可周游不散 我也最喜欢这件 那斯宾店送来了七八个皮样 只有这丫头做的 一眼能认得出来 丫头 这上面选用的是梨花纹 一看就是阿姨那丫头的手笔 喝酒要喝梨花酿 院子里头种满了梨花树 现在住个护灵剑 都要选用梨花纹 不如干脆叫梨花算 你们师兄妹的感情 还真是令人羡煞 单疲一朵梨花 就能认出对方 是他做的事情都太好认了 也是东华神君教导有方 你们二位都是非一般的了得 既然现在设计图有了 助甲批样也定下了 若是华叔殿下没有别的意见 我便让他们准备炉具 明日开工 请客人 你再赢一顿 你再赢了 你这一顿 你再赢了 我便要赢了 你再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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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是开路驻舰 天宫部部下一些防护结界 不小心出错了吧 有人吗 天宫部有人在吗 怎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 左右也是天宫部临时部下的 想来一会儿便会解开 我们等一等便是了 那么也等等吧 这件战袍可是战神 为灵妖大会新做的 是阿姨为我准备的 那看来战神还未曾试穿过 反正现在也行来无事 不妨试一试 不妨试一试 现在就不必了 若是有不妥 也好让私兵店及时修改 我自己来便是 我自己来便是 挺合身的 嗯 怎么解不开了 这枚扣子是错龙毛 作战时计上 就不会轻易脱落 需外人来捡 要不我来帮你吧 还好没耽试时间 还好没耽试时间 如果是急 给阿姬买了她最爱的绿豆糕 不舒服 我让她寻得Hmm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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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不必劳烦华叔殿下了 但结界开了 我找旁人帮忙回事 是华叔手笨了 倒是自己打开了 气急不快的 我来帮你挂回去吧 到时让四兵店的人 修改一下就好了 阿淑殿下 怎么了 没事 不小心刮破了 战神可有伤药 这是伤药 阿淑殿下请自编 多谢战神 战神年少有为 又体贴温柔 实在是天宫不可多得的后起之秀 就是不知以后是哪位女军有缘 能与战神结缘 那可定当是天宫佳话 我不过一届小仙 佳话录不懂 殿下与蓝风帝君 才是大家都看好的眷略 我并未答应南风帝君的求取 所以眷侣这名头 也不过是镜中花 水中月吧 你们不是快要成亲了吗 那日寿宴上 战神的话说过便算了 可却在我心里扎了根 我总是觉得有愧于你 可想着想着才发现 我对你不只有愧 更有 罢了 人总是在错过之后 才察觉自己的心意 到底基于何处 阿基 你再敢乱来 我就把你丢进降光里泡着 听见没有 不好意思啊 华叔殿下 最近这配件不太听话 回头我好好教训他 华叔殿下 结界已开 我肚子有些饿 先吃点东西 华叔殿下也速速回宫吧 告辞 可恶 差点又被发现 我虽是南极战神 如今在天空却处处受云林战神古镜的压制 若回梧桐岛 日后又会被凤银取代 哪里还有我的立足之地 当下再难 也只能依着影之际 找到这密库里的石神花竹 种入大泽山的仙脉 确保凤银 永远无法再回来 零妖大会 是为三级卑戏关系所赦 可主人为何要去 如今我藏在红弱的身子里 魔器他们查不到 最适合去这陵渊会上转转 先邀两届相安无事太久了 该乱一乱 石神花种的事情办得如何 凤银去探过天空密窟了 不过那里有结界 封锁着 只有将那蓝蜂和御蜂的开门密碟 合二为一 才能打开 但凤银接触不到密碟 凤银在仙界不过是个三流人物 不堪大流 我们还需要一个位高权重的帮手 这受损的仙约 还是一样不好 绘密碍 绘密碍 請 绘密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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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论イısı 硬起来 即 phosph命 尔腐 inward 自然 这不是我在无极洞 杀那阴族长老时调的班纸 那日阴族去查无极洞 本以为这事藏不住 谁知尸体却被人提前弄走了 莫非就是这送礼之人相助 偶得灵丹 可助修行 若求更近 静候佳音 红弱 狐族红弱 我就知道孔雀王是识实物之人 一定会来 你知道的修为无法提升 就用丹药来诱惑我 花了这么多心思 想来一定是有求于我 既然你愿意来 说明也有求于我 我们是合作 你不是红弱 那我是谁 阁下送来的丹药 其中蕴含的力量 非仙 非妖 非幽名 绝非三界之物 不在三界中 又能违背天地法则 不用苦修便能跋身功力 如此邪门的东西 只能来自救援 你是魔 就算如此 红弱修魔 又有何不可 红弱修魔 曾和我对善 他绝不会私底下约见我 果然是个聪明 我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成为三界主宰 只要你帮我 我不仅可以教你修魔之道 提升功力 还能让白鸟岛成为仙界 无人能及的名门 我祝你成为三界主宰 却只能换来一个仙界名门 那你想要什么 整个仙界 你当你的三界主宰 而仙界要以我滑墨为尊 我就喜欢你这种野心够大的人 我答应你 为表诚意 我可以先送你一份大礼 祝你女儿华叔 得到仙界五尊之位 你能左右那些一流仙门 越是古老的仙门 就越有把柄 算住这些把柄 还有什么得不到的 不过作为交换 你也得说服你女儿 为我做一些事 陈江 给我吧 勤快倒是勤快 一次性拿了那么多 要是把文书弄乱了 可就得不偿失了 带着绿豆糕去战神殿了 你可怎么能够读好 喝出来 objective 你存在来 不一定会乐 那没有 人都不愧 再这么理解 要什么 你会有点 你也不愧 那一有点 我会有点 喜欢昨天的 也会有点 他肯定什么都替你的 你怎么知道我不喜欢华叔 你可是又想起了什么 你不是素来不喜欢他吗 看 竹蜻蜓 你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了 什么日子 跟我来 来啊 到了 为何要来这儿 你马上就知道了 就在这儿 先把眼睛闭上 我不 听话 回来 闭上了 好 好了没啊 先别说话 probable 准备好了 三 二 一 走 主侵蝶 好多主侵蝶 生辰快乐 阿姨 你记得我的生辰 这叫什么话 你是我从蛋里孵出来的 有一点一点带蛋 怎么会不记得你生辰呢 还是以前的阿姨好啊 容易对付 现在古灵清怪了 是啊 还是以前好 以前至少你不会忘记我 胡说八道什么呢 我可不会忘 倒是你 别忘了师兄我的养育之恩 要好好成长 等你长大了 别随便就被什么帅仙君给拐跑了 还写什么卷仙路 到时要真要嫁人了 一定要让师兄帮你把关 听到没有 到时候再让整个大泽山都动员起来 给你办一场震撼三界的风光大驾 我不要 爱要不要 我还不想帮你把关呢 这竹蜻蜓是我看了好几天的人间画本才学会的 又敢工了好几天才做了那么多 不好看啊 好看 喜欢就好 你记得竹蜻蜓 却不记得这是你送给我的聘礼 大泽山阿英于私兵殿屡职中尽责请免 公正无私 实为表率 故帝君有令 命阿英为私兵殿兵器库监事 即日任职 是 这是你的令牌 贺喜贺喜 阿英 你成功了 兵殿库监事就是五品仙官 你可以马上写东府申请了 嗯 我早就备好了 我这就递交上去 凝蜻蜓 我来啦 这个阿英 竟想申请凝蜓山为住所 那殿下打算如何处置 凝蜓山多年未陷于世间 如今乃是一片无主之地 或许 或许 才好有旁人也想要这座山呢 这座山呢 殿下每人要批阅这么多文卷 中途转运文书的先差又那么多 漏了一两卷也是尝试 是 去拿给殿中先使吧 是 殿下 蓝风帝君到 拜见帝君 姝儿 快免礼 这又不是在正殿一事 弄得这般身份做什么 帝君一向严明 公事公办 华叔自当谨记教诲 不敢僭语 姝儿 你还在生我的气 华叔不敢 不知帝君亲自前来有何吩咐 灵妖大会 三届各族之首都将赶赴天宫 我天宫也理应尽地主之仪 迎接招待 不能失了礼数 我思前想去 或许姝儿 你更适合担此一事 既然帝君吩咐 华叔不敢推脱 必尽己之责办好此事 姝儿 一定要这般从我说话吗 若帝君没有别的公务差遣 那华叔便着手去办了 苏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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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先忙吧 殿下 帝君对殿下一片真心 而殿下又不是不喜欢帝君 何必非要与他置气呢 喜欢又如何 一族盛衰 比我一人之幸福重要多了 兰锋为人淤止 他是不肯偏邦于我和白鸟倒的 既然如此 与其纠缠 不如快刀斩乱麻 断了我与他这点情愫 为了孔雀一族 或许我该找一条新的出路呢 我一定要拿下古剑 得到神界的助力 红雀 我让你去班鸟岛找的古籍 找了吗 凡是涉及梧桐下落的古籍 都为殿下找来了 好 阿音 你的申请披肤 好 多谢 怎么样 怎么哭丧着脸啊 说是需要开匹洞府的先军太多了 我的申请还未批复 还需排队等待 我只要等到和您合约了 没事儿 都说好事都磨 我们再等等 可以的 你一向不喜欢去人多繁琐的地方 这次怎么提前去天空 先妖各族有家底有脸面的人多 我这次过去 可与他们一向不喜欢去人多繁琐的地方 我们谈些交易 多换些灵物回来 自然需要多费些时日 你为什么要这么执着呀 之前偷偷去天空 都被姐姐拦住了 不如这次机会跟过去 找月老帮我和敖哥牵红线 聚灵俗 向来无用又暴躁好战 找几个性子温和的仙士去赢吧 是 昆仑山 昆仑老祖得高望重 我自当亲自去赢 幽冥王熬歌 殿下 这幽冥王脾气古怪 稍有不慎 恐将得罪 可不好轻易招惹 要我去迎接龟客 华叔殿下受命掌管此次迎接之事 有调用无凭以内先官先使之权 怎么 你莫不是不愿意遵先知 我如今正负责赶造霍林剑之事 天空中何人不是各司其职 若都像你这般 岂不是都调遣不动 我 这是天门令 任务书也已记在上面 有贵客有时会到 也给你安排好了人手 记得 只有拿了这天门令 才能开启天门 天魔误了时辰 那你为什么不去 陛下 已经身时两刻了 岂有此理 还不来开天门 仙界究竟是何意 来的也不知是何人 提前半个时尚过去候着 总不算顺利了吧 幽冥王敖歌 一向罪业无人不守时 这回看那个阿音 如何得罪得起幽冥节 等这把火烧起来 殿下再从中周旋 那这功劳和面子 可不都还是殿下的 且先瞧瞧看吧 幽冥王 为何要擅闯天界 让本座等了半个时辰 这便是你们天宫的礼数吗 仙界这是何意 陛下身时到 临近永时还没人来 如此怠慢 是不将幽冥界放在眼里了 幽冥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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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鸟到华叔 见过幽冥王 手下先官办事不立 还请幽冥王恕罪 红雀 阿音 你怎么回事 命你去接幽冥王 这么点小事都办不好吗 不是的 华叔殿下 是红雀跟我说 红雀 办错了事就赶紧道歉 休要再强言狡辩 我没有狡辩 你去接幽冥王 天门令上明明就写得有诗 你看 天门令上的每道令音 都是加过尽致的 如何能改 幽冥王 多数我安排不中 这阿音本是私兵殿的 五品先官 我想着多给他些办差机会 没省想进误了事 让陛下见笑了 办事不立 还在这强行抵赖 今日我必严惩 来人 将这一物差使的先使 给我拿下 是 并非如此 本族说过要处置他吗 身诗道还是优诗道 本族自己说了算 《天门令》普通先官是改不了 不过手上要是我有半神器 就很简单 可就是如此简单的拔戏 殿下 是奴婢 是奴婢到了遮天散 篡改了天门令 奴婢罪该万死 请殿下责罚 宏俊 你好大的胆子 还不快向幽冥王赔罪 既然你们俩都这么说了 本座自然也不好拒绝 那你们俩就好好想想 如何给我赔罪 上次在幽冥界匆匆一别后 没想到这么快就见面了 还不给本座带路 多谢殴哥陛下为我解围 不必谢得太早 本座自然不是那么好说话的 不过是你与本座还有不少价值罢了 也不用说得这么直白吧 你们这些日子如何 可有寻到灵物 来与我换的火凤仙缘 那两份仙缘我们是一定会换的 不过最近出了一点别的事情 等我解决好了之后 我就会去天地间寻最好的灵物 来跟你交换 天地间最好的灵物 嗯 何须那么麻烦 这是可自由通往幽冥界的令符 你若想好了 自个儿来找我 不必了 游民王 我说过 我们不会用阿英的灵力 交换任何东西 你不要在阿英身上 再费心思吧 不急 你们迟早会来的 记得我幽冥界随时供货而为 我听说你要出来硬熬歌 我就猜到你们会提到 灵力交换的事情 怎么 我不及时赶来 你真的要去啊 我就是觉得可以考虑一下 因为若是能够帮到你 这不是你可以考虑的事情 我 你 你 看不见 你 胡闹 你何时俏俏跟着本座的 我哪有悄悄跟着你 我明明就藏在你袖子里 说你自己没发现 要不是刚刚睡着 不小心滚下来 他不会被你发现的 你倒还有理了 陛下 我 就是好奇天宫长什么样子 所以我想来看看 我保证我绝对不会有事 要不 你让阿音盯着我 阿音你盯着我 我就不会惹事了 对吧 是是是 那个 阿哥陛下 你不是本来就不想 应付其他线要吗 三山谁在的话 就可以帮上你了 那你不说话 我就当你答应喽 不 是 太好了 我一来天空就碰到了你 让我看看 让我看看 你们两个是不是已经在一起了 对 我这个姻缘不成 应该要记上这一笔 三生石 安音是我的师妹 你不要再乱点鸳鸯谱了 我还有公务在身 安音 你带他在天空转转 我先走了 我 我 我怎么觉得那小子 对你的态度跟之前不太一样 你们的意思是 古剑被人抽去了情思 阿九又运着胡作秘书誓言过了 八九不离世 奇怪 什么人为什么要这么做 三生石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 你是主姻缘的 所以你身边的人 会受你灵力的影响 产生一种爱恋的错觉 爱恋的错觉 就是你以为你喜欢这个人 所以会不自主做一些亲密的事情 不过你都是以为的 会吗 我要是有那本事的话 还用守着熬哥那个大木头 几万年吗 情之所生由心而起 任何人都左右不了 我就知道 你晚的事情就是真的 阿易 我喜欢你 我想纵然没有主仆气 能不能结一个姻缘气 让我们一直在一起 那古今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他也总不能 一直做个没有情思的人吧 月老 月老他肯定有办法 我们现在去吧 阿易 他有可能 我 任何人才能在 rede 我才能先要打死啊 大娘 大娘 我 我的天生 又老说了 要用这个葫芦 收集阿静的梦境 这样才能从他梦境 隐藏的情感余温里面 找到情思 拿到了 走吧 走 痛啊 痛啊 你们在这儿干嘛 我路过啊 我拿书 我随处参观的 我随处参观的 你们怎么 来 阿姨 你顶着个葫芦干嘛 他们说我这样蛮好看的 那个 并没有 怎么都来了 还奇奇怪怪的 这帮人肯定有事要瞒着我 你们速去白鸟岛通知网上 华叔殿下独自一人去了危险重重的一海秘境 为古今仙君寻找无头 快请王上派人去 红雀 你放在说什么 古今仙君 你 其实 其实 殿下早就知道仙君您在寻找无头 别伤了心 前几日 终于从一侧我族的古迹残卷中找到了线索 可这一海秘境危险 本来我还能劝殿下不要去 可都怪我不好 传错了话 连累阿英女君 今日迎幽命晚晚了时辰 可殿下 殿下却将责任都揽到自己的身上 说什么都要弥补今日的过失 便直接去闯那秘境了 华叔 真是对阿英之事有愧疚之心 是 罢了 总归是为了帮我寻无头 华叔才会舍险 不能坐视不光 好 我去寻大 这果然有棵梧桐树 好 哪可 你呢 我去找你 把你带来吧 真是 好 是 阿淑殿下 酒 酒 酒 糟了 是影穴煞 最烈的火灵石 走 没事吧 对不起 阿姐 我只是想帮你 找小枫军的先缘 可没想到 这虎龙般的威力这么大 我只是想帮你 果然是真神之神 短短时日 法力竟增进得如此之快 你们这群坏人 放开我 放开我 快 放开我 今天没有 我打死也不会今天 今日你从也得从 不从呢 也得从 来 可以了 月老 我在二进心里 怎么会是这样的 阿姨 还是你厉害 生扑啊 这古今还真是自恋 这 这葫芦 这怎么了 什么 方才我已感应到 孟主人的情思 还未曾被毁 只是在通常情况下 我这样的阵法 能将被抽取的情思 直接召回呀 那现在这个情况 应该怎么办呢 若是我没猜错 他的情思 被什么强大的力量 给封印了 我们需要将这根情思 赶快找回 一定要快 若是迟了 他对旁人产生了 新的情思 那这根情思 就再也种不回去咯 我们要去哪里找啊 三界这么大 我们也不知道 该从哪里找 这我虽然不知 但九州八荒之中 能取人情思的法器 倒也不多 其中当属 大则山的妄念敌 最为灵验 大则山 月朗 你确定是大则山 不就是阿英跟古静的尸门吗 那不用说了 取走古静情思的 肯定就是汪念敌了 所以师兄他们 都应该是知情的 他们也不想我跟阿静在一起 阿英 知不知情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方向了 阿英 阿英 你放心 我现在就去大则山 帮你把古静的情思找回来 把你的小情人还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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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淑殿下好好休息 我先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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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阿静 你先去忙吧 你先去忙吧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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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静仙君 我去取歇药 可否带红雀照看殿下片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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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吧 你去吧 我在这儿 我在这儿 多谢古静仙君 对不起阿静 阿静 本是想帮你 没想到 给你添麻烦了 华叔殿下 本就是为了帮我而受伤 没有什么添不添麻烦的 华叔殿下伤势如此严重 何必应称 这样的小伤 我早就已经习惯了 你知道吗 阿静 其实 其实我真的很羡慕阿静 他能有你这样的师兄 一直护着他 可我却不同 我父王年迈 兄长又不争气 我从小就只能自己学知 承担起一切 我知道 我为白鸟岛做了太多 自私的事情 你挠我也是应该的 可是 华叔殿下 我已说过 从前之事我也不再追究 殿下 也不用再提了 阿静 你现在心里 是不是很厌我这样的人 如果可以让我选 我倒宁可像阿姨那样 天真 浪漫 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 忆恋自己喜欢的人 华叔殿下不如好好放松放松 做做自己吧 阿姨并不是处处有我护着 反而很多时候 是她在帮我 我看殿下还是有些疲惫 我先出去了 殿下安心休息 没想到 古今的心境是这般难拉回来 比以前难对付多了 我们需要将这根情思赶快找回 一定要快 若是迟了 它对旁人产生了新的情思 那这根情思 你就再也种不回去喽 阿姨 你准备何时回大泽山 拿望念笛啊 我要再好好想想 你一直想着帮古今找回情思 现在好不容易有一点线索了 你怎么又犹豫了呀 因为我感觉这段感情 好像只有我一个人在努力 大泽山的师兄们也不支持 恐怕他们 不会给我忘念笛的 但是感情 它不是自己的事情吗 别人的支持或者反对 很重要吗 如果这段感情注定会让你遍体鳞伤 你会后悔吗 不会后悔 不会后悔 那不就得了 那你就顺着自己的心走啊 可能是有婉月姑娘和仙竹师兄的事情在先 师兄们可能也怕阿静会这样痛苦 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谁又说得准呢 而且 他愿意经历什么 不愿意经历什么 不应该古今自己说了算吗 别人凭什么替他做选择啊 那他们也不愿意给我忘念笛的 三生时不是已经去想办法了吗 你想一想 三界各处他都能闯进去欠红线 大泽山能拦得倒他吗 那就别担心了 你就别担心了 嗯 哦 孔雀王 顾今仙君 听为小女受伤 承蒙你再次照抚 不 此事本就因我而见 起 应该的 战神大人 启禀战神大人 库林剑大功告成了 好 那晚辈先行一步 好 走 你先出去吧 是 之前在白鸟岛 古剑已经让你下不了台 如今你为何 还有如此笼落的 武尊之位尚无十足把握 还是多加筹谋为夷 姝儿 如今父王倒有个办法 是需要你 去做一件事情 此件灵力甚强 必能护山皇针 以植骨万无一失 稍晚之时 我亲自送护灵剑 进入密库 燕爽 阿姨 此剑由你们二人所住 你们随我一同前去 是 此剑 和战神殿锁住的护灵剑 看上去一模一样 山皇针椅的植骨斩出前 这护灵剑 会先锁在天宫的密库里 父王是打算用这支剑 换掉护灵剑 没错 可是要打开密库需要密碟 而密碟 蓝锋和御锋手里各吃一半 御锋手里的那一半倒是容易 可是蓝锋的淋雨殿 却很难混进去 所以 你一定要想办法 拿到蓝锋手里那一半的密碟 打开密库 把剑换了 御锋先尊 依律 丙羽殿与私封殿各吃一半密碟 方才能打开密库的大门 是的 帝君 今夜正值我私封殿轮职 我这就安排 私封殿的其他人员 守持密碟 随帝君一同前往 好 山皇真椅的植骨 乃是妖族圣物 事关心妖两族的关系 不可乱来 不瞒你说 想换此剑者 正是妖族红弱 他手里握着不少先祖的把柄 只要我们帮他办成此事 他就能助你 登上武尊之位 可那虎王为何要毁掉妖族圣物 此事不能将他 要到世神花种之事告诉书儿 否则以他的性子 定不会答应此事 书儿 你让妖狐族仙虎王的法器 祁灭论 如今正锁在天宫的密库 比起山皇真椅的植骨 他们更想拿回祁灭 而红热 之所以用假剑射举 就是想让仙界李亏 也好借此 拿回祁灭 可我们白鸟岛 无论如何也是仙界名门 如何能替妖族做事 书儿 如今白鸟岛的处境你我都清楚 只有你登上武尊之位 才能光耀我族 若你登上武尊 那我们就无需再借助南海一族的势力 就算妖族拿回纪灭了 那对仙界也没什么损害 我们何乐而不为 父王说得有道理 但这件事不能我亲自去做 太容易留下线索暴露自己 父王 司风殿阿九拜见蓝风帝君 御风仙遵命我和帝君一同前往密库 参见蓝风帝君 以天宫规定 末将等需对送进密库之物进行查验 参见蓝风帝君 护灵剑五帝君请 有劳 晚风帝君在这儿 阿九要怎么找纪绵伦 好 这是什么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处理赤焰刀之事 是 阿姨 密窟重敌 切记 出来以后收好密碟 及时向我覆灭 阿姨明白 走 供送南风帝军 二位 凤鸣的职责是把守密窟门外 并无权限进去 所以只能在门外等候二位了 多谢 走 这密窟这么大 你说金面轮会在哪儿 有的找了 走吧 找到了 这就是金面轮 对 这是我父王从前的兵器 威力巨大 只有九尾湖才能去世得了 但自我父王战死后 他便被锁在这儿成了无主之弃 既然如此 你赶紧拿走吧 这也算是物归原主了 还不是时候 你我一同进入密窟 他们若发现丢了东西 我倒没事 离开仙界便好 但你会有麻烦 迟早有一天 我要堂堂正正 拿回纪米论 没事吧 没事吧 是神火虫 他这是 是你做主了 你 怎么了 阿九 阿九 封民长老 可有看到什么可疑的东西 飞了出来 没有什么可疑的东西啊 没有 只看到灵活阿九 匆匆忙忙地追了出去 阿九究竟看到了什么 姑姑 你怎么在这儿 这话是我该问你才是 我来赴零一大会 你又为何在此 此事我稍后再解释 刚才我好像看到 引我路紫月山的妖轮 跟靖灭伦很像 姑姑可曾见到 没有 方才我从这路上过来 除了你 别的什么都没有遇到 你整日混迹于仙界 现在竟还来了天宫 你到底知不知道自己的身份 我只是来寻找父王的靖灭伦 刚才看到啊 一个和他很像的还人 既灭伦乃胡族神武仅此一件 世间总会有和他相似的兵器 你在仙界待太久 被仙力所欺妖令换散 都出幻觉了 还不给我回靖游山 我还不能回去 姑姑不是怀疑 红妹长老的死 和仙界有关 但我查了此事 似乎并非仙界所为 只是 我还需要一点时间才能确认 这件事情何须再查 不是仙界还有谁 那仙界干的好事 是轻易能被你发现蛛丝马迹的吗 你若再不回去 我只好揭穿你 看到时候天宫还容不容你 好让你知道自己的身份 不可 若让他们知道我是妖族 并会连累古靖和阿音他们 罢了 利弊我已说清 你自己选择吧 来 二脚 发现什么了吗 大概是我看错了 可我觉得 刚才进门 确实有奇怪的反应 但我 刚遇见虎王红弱 他也没察觉任何异动 我刚才一直在门外 也没有什么奇怪的事情 而且天宫命窟守卫森严 周围又是天兵天将 若真有什么奇怪的事 定逃不了大家的法言 还是多加地方的好 三界零一大会在即 就怕别有用心之人 趁机弄出什么乱子 放心吧 我一定会加派人手 拖家看管他 零一大会 乃是先辈 为三界和睦而设 本应每百年一次 但因仙妖两界矛盾 数百年来一度终止 今日将大家重聚于此 是为表达我仙界的诚意 希望与妖界幽冥界 化解干戈 修万事之好 我知山皇珍矛盾 乃是妖界的无上圣者 所以今日愿意将此植骨 送还于妖界 以示仙界成心 此番若兰丰帝君愿将植骨送还 我妖界自当成情 好 好 从今往后 只要仙界不主动进番妖界 回妖界 绝不再与仙界兵戎相戒 此乃三界共愿 蓝风已就穷亮 竟要好 这很难线 的 阿瓣 嗯 啊 思细 罪 有 这就是你们的诚意 你们仙剑 岂我妖剑太甚 妖皇 这绝非仙剑本意 此中定有蹊跷 蹊跷 我看最蹊跷的 就是这剑了吧 蓝风 你是在这儿故意演戏 就是想当这三剑的面 来羞辱我们妖族是不是 蓝风敌军 此事前因后果尚不明确 究竟为何要查明之后 才能有定断 若是有人故意想要 挑起仙妖争端 我们岂不是郑重人下怀 不错 此事眼下还不能下定论 但无论如何 仙剑今日必须给我们 一个交代 事关仙妖两界的关系 非同小可 我必须严查 燕爽 这驻剑仪式 由你四兵殿全缺负责 你做何解释 回帝君 护零剑送入密库之时 曾严格检查 绝无问题 会不会是送入密库之后 被人动了手脚 华叔殿下 你这是在怀疑我们四兵殿吗 蓝风敌军 昨日送护零剑进密库前 燕爽殿下陪同蓝风敌军 一同先行离开 而我奉命把守在密库门外 最后进入密库的 只有阿阴女君和私封殿的阿九 蓝风敌军 我听闻天空中有一宝物 叫关世镜 可以追溯仙界十二时辰内 发生的所有事情 不如请帝君将关世镜请出 一看究竟 传人下去 许关世镜 许关世镜 这关世镜偏偏偏在此刻坏了 未免也太过巧合了吧 帝君 阿九是被我临时派去送密碟 我相信她绝无可能破坏狐狸剑 如此那个叫阿阴的女仙君 是罪魁祸首无疑了 蓝风敌军 这关世镜存放在淋雨殿 而且有重兵把守 以阿阴的先例 怎么可能在一个晚上 同时破坏护林剑跟关世镜 我想这幕后定有其他人 还请帝君明察 够了 你们以为相互推诿 就能包庇真正下手之人 不用给我要足一个交代了吧 妖皇默契 我仙界绝无包庇信任之人 定会给妖界一个交代 你们仙界 总会为我妖族主持功道 神使大人到 参见神使大人 前后始末 我再来的路上已有耳带 那我便问一句 这护送护林剑入库之时 蓝风敌军和燕爽 为何会中途离开 那日本在修制沉睡的赤焰刀 突然暴躁 重伤了惊雷仙尊 所以我才不得不离开 那这已修制的仙器赤焰刀 是由谁在看护的 是私兵店 我是问具体 是由何人在负责 是阿音 这护林剑由阿音负责锻造 放入密库 本应在场的蓝风 又因阿音看护赤焰刀不利 不得不忠不利 这种种迹象看来 这阿音似乎脱不了干系啊 虹仇神使 这护林剑上灵器充沛 阿音不过一个小小的先生 若真想对护林剑做手脚 岂不是早就被剑上灵器所使 阿音乃是我大泽山的师妹 她的品性我最了解 我以大泽山的名义担保 她绝无对护林剑做手脚的可能 不管是谁 处于任何目的 既然敢打我妖族圣母的主意 我林森 绝不能咽下这口气 虹仇神使 请为我们作证 若仙界不能给妖界一个交代 我百万妖军 只好陈兵罗刹地 亲自攻上天宫 讨一个公道 既然仙界毁了我妖族的圣母 自然给他们做出偿还 如此 叫你们交出罗刹地以南 一千里的屋主侠地不为过吧 我愿意将罗刹地以南 五百里地赠予要件 以偿还止骨损毁之光 方圆五百里 那便无法得到宁身 既然仙界想让我妖界 稀释宁人 就拿出这点诚意吗 那若是再加上 胡族的圣母 寂灭伦如何 怎么 胡王连自己胡族的圣母 也不想要 仙界所谓的承担责任 这竟是讨价还价 既然仙界无耻 此事多说无意 明日之内 若仙界不能给本皇 一个满意的交代 我等便罗刹地见 不好了 不好了 天行光带人来抓阿音了 我 护灵剑爆炸将山皇阵 以植骨毁了 妖界震怒 什么 不好了 不好了 天行光带人来抓阿音了 我 护灵剑爆炸将山皇阵 以植骨毁了 什么 护灵剑不是一直有你看着的吗 然后进密库之前 最后一个接触的人也是你 他们就觉得是你的责任 要抓你回去问罪呢 不对 最后的事我检查过了 见没有任何问题 没关系 我跟他们说清楚 阿音 现在还不是解释的时候 阿晋 阿音 虽然这件事情我们都很相信你 但现在妖界震怒 正逼着仙界给说法 若说我们查不清原委 他们又不依不饶的话 你很有可能会被当成替罪羊 推出去的 我什么都没做 如果现在不去说清楚 再够了 天兵已经进来了 你先跟我走 好了 别再讨论了 赶紧从后门走 好 走 赶紧 天兴官 这天宫气魄雄魂 无边无际 本座实在是找不着路了 劳烦你顺便送我一程 指一下路吧 这 在下有功务在身 耽误不了你多长时间 带路吧 请 阿姨 你送件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 有任何异样都要告诉我 我才能帮你证明清白 你不怀疑我 你说什么傻话 你说我一手带大的 你什么心思 我们不知道吗 怎么了 在我去找你之前 有人伤你了 我 我就是觉得 为什么我会莫名其妙 探上这种事情 给你添麻烦 这算什么麻烦 你是我招人的 谁跟你过不去 就是跟我 跟整个大则山过不去 不信你问轻衣 她也不会答应呢 总之 在查明真相之前 你一定要跟我心隐不灵 有了天梭衣 才会没有人发现你 好吗 昨夜我在密窟中 看到一个还人飞出 原本怀疑是我眼花了 但发生今日之事 那还人一定有问题 所以到底是谁在捣鬼 如今线妖两戒 因为此事闹得剑拔弄张 我看分明就是有人 想要利用这件事情 挑起先遥两戒的争端 如果真的是这样 我们得赶紧把这件事情 告诉天公 不行 我们现在还没有证据 单凭我们的推测 难以令人信服 再加上阿九 身份特殊 万一我们现在 去指证昨晚有异斗 他被发现了真实身份 反而会引起 不必要的麻烦 我倒觉得 不如暗中追查 杀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我管这背后是谁 有何目的 敢让阿姨蒙冤 我绝不放过他们 那还人虽然跟着进了密库 还没有靠近护灵箭 就被阿九给发现了 他又怎么会神目之鬼 难 难道是有内鬼 我也这么想的 所以我才会那么急着 把你带离死兵殿 若是被抓住了 难逃皮肉之头 对了 这是在爆炸现场 发现的护灵箭碎片 阿姨 你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 隐血沙 我做的箭里面 没有这个材料 这支箭是被换过的 这味道 我闻到过 在哪儿 在我最近一次找到 凤隐仙缘的地方 走啊 是要去 但现在我们不能把希望 只押在一条线索上 既然我们现在已经知道 箭上的隐血沙 是关键线索 现在所有的碎片 都交由私封殿 由御封仙尊查管 阿九 你负责盯紧私封殿 来看看里面有无来往的 可疑人员 除此之外 要造假箭 必须得到箭的图纸 还有 验爽 你负责调查最近 私兵殿的值班米露 挨个追查所有能接触到 图纸跟造件过程的兴事 我和阿音从发现 隐血沙的地方路上 寻找线索 本想借此向仙族 多邀一些洞天府邸 岂料仙族竟用寂灭轮躲的口 这寂灭轮与我不半点用处 若是拒绝胡族圣武 怕是会引起他们的怀疑 可是主人 要这仙界的洞天府邸做什么 魔君不断壮大 魔器便越来越难掩盖 若是没有合适的地方 来安顿魔君 迟早被三界发现 功亏一篑 除非有宁云山的结界石 来隐匿魔器 可这结界石 只有先从天宫 拿到宁云山的山主令 才能够将其取道 怪不得主人非这仇者 阿姨这个替罪眼 倒是成功转移了天宫追查的方向 是个意外之心 不过以防万一 那把假护零件的所有痕迹 必须清理干净 可若今天宫守卫森严 属下实在是寸不难行 放心 有人比你更着急 奇怪 这里饮血沙的气味特别浓 为何偏偏又没有饮血沙的痕迹 你 好 好 阿谦 我找到他了 好 别跑 好 好 好 阿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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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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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刚才那个黑衣人是谁 回禀先尊 我跟阿姨寻线索至此 刚才那个黑衣人 才是炸毁山皇真以植骨的罪魁祸首 祝先尊 这些箭在碎片上 果然都有引血纱的痕迹 先尊 正是因为这假箭上有引血纱 才会在林窑大会上发生爆炸 但阿英所造之箭中并无此物 此事经守住箭 以及查验过箭的人 都可以为阿英证明 看来阿英确实是被冤枉的 heures 此时 另有幕后黑手 盗望先尊可以将实情 尽快禀报给蓝宫帝君 还阿音一个清白 这个你放心 我一定会向帝君如实汇报 撤销对他的追捕令 还阿音一个清白 如若不是你坚持 对阿音的信任 我们天宫 就差点冤枉了一个好人 对了 这个黑衣人近距离 也引爆了这个隐穴山 所以他身上也一定有灼伤 传令下去 立刻在天宫 排查身上有灼伤之人 我不管他的关节等级 均不可遗漏 这次多亏你了 所以 我会送你一个很大的礼物 干吗跟师兄那么客套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这个礼物很重要 是你丢了很久的东西 我很希望你能找回来 什么呀 说出来听听 等找到之后再跟你说吧 好 bei 原来在这儿 太好了 我这就传话给古锦 给阿姨一个惊喜 凤鸣 这是怎么回事 方才我巡逻之子 便看到此人在这里凶魔 我上前与其焦烧 不料 才扔出很多会爆炸的粉末 我也不幸中了这儿 不过幸好 最后没有让他逃走 是影穴杀 眼色 他就是你们遇到 那个黑衣人吧 还是来晚了一步 启禀护王 蓝风帝君已将妖神植骨 被毁一案的真相查明 妖皇得知此事 乃是修魔者蓄意所为后 答应不再追究 已接受了先前所提的 吴白领吴主之地 以及狐足寄灭伦作为赔偿 我等奉蓝风帝君之命 特将寄灭伦送还给狐王 有劳 退下吧 都是那个古锦和阿姨坏事 如今仙界所给之地 宁云山并不在其中 那主人的计划 好在仙府府的遗应之事 应当是华叔这个思路 先君负责 如今之计 只有从华墨下手 父王 护灵剑之事为什么和你此前说的 完全不一样 姝儿 你误会了 我也只是以为和狐王 做了一个小小的交易吧 谁能想到 洪若居然和魔勾结 这妖族真是轨迹多端 父王从一开始 就不该相信妖族 若是被人知道我们参与其中 只怕有口难辩 是啊 还好你机名 早用缺义净水 抹去了观世经的画面 怎么一来 就算天宫再怎么查 也查不到我们头上 那个洪若也算守诺 把仙族的把柄都给了我们 这样也有助你选拔五尊之位 只是这一次 倒是便宜了那个叫阿英的女仙君 本想借此事将她出去 没想到还是让她逃脱了 就算没能出去 也要给她个教训 你不说 她申请将宁云山当她自己东府吗 她害了燕儿 还望想得到好处 干脆将宁云山一并划给妖族得了 这罗刹地北边的宁云山 怎么也划给妖界了 下官听华叔殿下说 以南五百里 无主之地不多 便只能从北 划了些给妖界 如今文书已经盖上了 仙妖两界的签章 分发下去了 嫡君 可有不妥啊 罢了 恋君 阿姨女君大了 阿姨女君不必多礼 这次多亏了你及时查出真相 才化解了仙妖之间的误会 本君外面想到 这天宫竟然有人修魔 魔族胆敢公然挑事 激化仙妖矛盾 来风帝君 阿姨还有一事要禀报 之前在密库当中 阿九发现了一个可疑的还刃 被寄灭轮 看出真身之后仓皇而逃 等阿九在追上的时候 已经不见踪迹了 竟有此事 此事发生在短短一瞬 先前我们没有证据 不敢妄下定论 不过如今发生了 铸甲剑一事 我们在想 其中一定会有一些关联 天宫戒备森严 若是没有组织和预谋 怎么能够做到铸甲剑 调换护林剑之事 而且这还人又如何 凭空出现在密库当中 所以你的意思是 天宫还有魔族的内应 阿音提醒的是 本军会即刻下令 在天宫仔细排查 阿音 这次我请你过来 主要是想跟你当面道过歉 之前受魔族的蒙蔽 害得你蒙冤 我这个帝君难辞其咎啊 不妨是的 只要能找到真凶 帝君不必自责 这次你查获了魔族真凶 平息了仙妖之间的矛盾 天宫给你记上一大功 本军将你升为四品四兵士 还想要什么奖赏 尽管说 我 不想要别的奖赏 还请帝君 批准我申请凝云山做洞府 凝云山 凝云山 被划坟给邀戒了 我一得知这个消息 就赶紧来找你了 阿音被兰风帝君给召走了 恐怕还不知情 我去告诉阿音 我去告诉阿音 大则山梨花树 士官阿音十万火急 古迹速来 三生使 还士官阿音 你快去看看吧 阿音这边有我 放心 好 我去去就会 对不住 阿语 我还是没能争取到霓云山 不知要何时才能把你唤醒了 来天宫 从最低级的现实做起 为的就是想要成为无品仙官 能够拥有自己的福定 我还以为这已经是天宫最公平的规矩了 可是为什么要拿走我的霓云山呢 难道就是因为我们 地位低微 所以我连我的家园都保护不了 是 别难过了 阿音 一定还有其他办法的 阿九不就是妖族的吗 我们可以找他帮忙 说不定他可以去说服妖皇 让我们用其他宝物交换宁云山呢 现在泄气为时尚早 而且 我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保证让你开心得不行 古迹的情思找到了 真的 千真万确 古迹已经去找三生石了 你也快去吧 快点 快点 三生石 古迹 发生了何事 这是阿音给你的礼物 什么礼物 这是你的情思 是你对阿音的情念 也不知道是谁用妄念笛把它抽出来了 埋在这儿 害得我一顿好丑 我对阿音的情念 其实主仆器在的时候 阿音就已经爱上你了 为此他没少受主仆器的凡事 这样 你把它打开 我让你看看你们的情念有多少 这就隔了 刘雨 去没有 筹沙儿 peace č 小舅 是啊 你来 我就想把她当作我的聘礼 送给你 我想纵然没有主仆气 能不能结一个姻缘气 让我们一直在一起 阿易 我们明日就去远天天结气 我愿意 等等 不是主仆气 是姻缘气 开始吧 什么姻缘气 姻缘气 其实随随便便就能跟人结的 你最近画本看多了 话说 到底是谁抽走了你的青丝啊 要做这事可得费不少法力 该不会是你那两个师兄吧 那个 陛下也要回幽冥界了 我得先回去了 你自己好好想想 萧申君三思啊 你可知 你在问天时下 以身应劫 换那小火凤 仙缘重归的机会 那个时候劫就已经出现了 就是阿易啊 东华非生前算到 将你们二人劫成主仆气 就是为了让你避开此劫 如今 主夫妻意外揭开 你与水凝寿阿易生情 只会让你的劫生出更多的惊涛 让自己 置于更加凶险的境地啊 小神君何事这么急着找我 小神君何事这么急着找我 小神君息怒 我实在无法眼睁睁看着你入截 才会自作主张 做出羽举之事 姑姑从小看着我长大 我的性子姑姑应当知道 我尊重你 但并不代表你可以偷偷拨走 我的情思 对我为所欲为 就算阿易是我的杀身结又如何 你们的感情 当由我们自己负责 怎么也轮不到 旁人的插手跟算计吧 红仇无用做什么 都是以小神君的扶植为重 就算知道你会生我预期 我也必须做出这个选择 这叫为我的扶植为重吗 所以呢 所以姑姑打算继续执迷不悟 阻止我跟阿易的感情吗 我是怕有朝一日你会后悔 你可以不在乎自己 但是你不会不在乎大则山 这跟大则山有什么关系 大则山受你父神母神的恩泽 方有今日的盛况 受之必还之 东华曾推演过 他为你与阿易结下的主仆器 会有意外 便留下了另一个保你之法 我虽为古镜与阿易结下 主仆器 但世间万事岂能都在算计之中 若这主仆器有朝一日意外失灵 便只剩下一个法子 就是将古镜的捷运 连接在这大则山之上 希望这大则山 颜免七万年的灵运能保住他 只是这个法子对你们实在不顾 什么 你们在凡间因蛟龙将主脯锡斩断 你的劫术已入命中 你的二位师兄终做出这个决定 如他日你的劫难来临 大则山将为你捣尽 你们在一起伤得不仅仅是你 还有大则山 如此 小神君还要坚持吗 那师兄为何从未对我说起 小神君若不信 大则山 不妨自己去看看 不妨自己去看看 贤主贤善受东华嘱托 不能将真相告知小神君 但我是懂小神君的 我认为小神君应当知道真相 否则等那日来临之时 你又怎能承受得住呢 如今又不是要取拿阿音的性命 无非是要斩断对她的情思 于她又有多大的伤害 是小神君一己私情重要 还是大则山众生的命重要 当初是我于君 妄图帮小神君选择 如今我将这个选择权 交还于小神君 孰轻孰重 小笔小神君自有绝乱 我已给阿音打上我的婚姻 就算她遇到危险 我会回她周全 是 汪游仙果还在 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好好休息 我会好好休息的 明日还要跟你去接亲呢 这世上的九语 你已经可想出了 我只想出了一个名字 好 这就是我要送给你的礼物 你的情思 你可又想起来 想起来了 阿燕 阿燕 以前恕我贪玩 现在想来 着实有些不该 我想你也知道了 我是真神 应当继承祖神意 只守无三间 不该在一个人身上 投入那么多的私情 其实情思 是我自愿被抽走的 没想到被你苦苦找回来 挺困扰的 我不想像贤卓师兄那样 一辈子只等着一个人 小情小爱什么的 其实都不重要 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明白吗 可是你跟我说过 我也是你重要的人 是啊 是重要的人 那是以前 并不是现在 对于我而言 咱姐的众生都是平等的 包括你 你可是有什么苦衷 还是说 还是因为红朝姑姑 是因为她跟你说 你我 没关系 红朝姑姑不过是 青池宫的长将 我才是青池宫的主人 她凭什么命令我 阿姨 我们师兄妹一场 我们师兄妹一场我就实话实说了 我们身份差距太悬殊了 没有可能的 你也放下吧 我们师父亲爱人 雪儿 爱天了 你说 我 了 你 您 我们 nosso 我们 是谁说的死生 所以我的这份情 在你眼中只是一个笑话 还是说 你从未对我用过真情 纵然是我先喜欢你的 可是也是你与我说 会与我去结姻缘气 纵使我身份卑微 我也不觉得在感情里 有谁高谁低一说 我我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是 我就是这样的人 好 正好 我们女人从此了结 好 你的心是我独手的屋檐 是誰說過話也永不相見 是誰說的似乎 是誰說過話也永不相見 是誰說的似乎 是誰說的似乎永不相見 我用滄海攪拌枯萎 鮮沉染過桑田 沖住愛的畫面 我可以啊 是誰說過話也永不相見 是誰說的似乎永不相見 我用血淚抹去離別 幾乎的遺憾 奔赴你的永遠 永遠 原來數萬年來 寧云山竟一直藏身在這裡 是誰說的 女人 也不可能保存得这么完整 雪宁受绝技后 只身上能指点钱的 也就只剩下这一块石头了 等等 你要挑战我族高手 是 按照妖族规矩 只要挑战赢了便可以得到所要之物 这是扶摇州 是三界之中唯一可以滋养所有幼族的半神器 九州八荒仅此间 我愿以此为彩头挑战妖族高手 无论输赢这扶摇州都归妖族 但若我赢了我只有一个要求 请殿下与胡王能将凝云山相让 阿若 这左右不亏的买卖 我们实在没有理由拒绝啊 刘将军 你去试试 阿若 尤图可是上军之子 让他对战下军之子的古今贤眷 岂不是胜之不武 他可是大则山东华的爱徒 你怎可确定 他就没有提前准备什么绝招 好 既然他要鄙视 那就拿实力说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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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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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的这份情 在你眼中只是一个笑话 还是说 你从未对我用过真情 是我看错你了 我守护不了自己的栖息地 也配不上真神的爱情 你小子居然有这般威力 倒是小看了你 行了 阿若 他以下军之姿 战胜了我族上军高手 按照我妖界规矩 他已经赢了 此时与大泽山交恶 引起山门戒严 反倒会影响我的计划 反正结界时已经到手 这凝云山 与我也无用 好了 既然你这么想要这凝云山 那我就看在弘毅的份上 给你这个面子 想换拿着 你又来 就不准死了 经过协商 妖族已经同意归还凝云山 我也批准你的申请 将凝云山赐予你做洞府 只是这洞府的结界时 还是被胡王给留下了 不知道阿嫣是否介意 我不介意 我能拿回洞府已经是很满足了 多谢帝君 你为何不亲自交给阿音 还请帝君代为保密 我不想让他知道 这话又回到宁萌山 他又好像一切都变了 阿音马上就可以扑克出事了 希望他长大以后 不要爱上不该爱的人 去做一个不该做的梦 阿音 你平时不是一厢最瞧不上 这种身份门第之鉴了吗 你怎么能这么说自己呢 我以为他和我一样 都不在乎 没想到 他是在乎的 明明就是古镜混蛋 阿音 别喝了 何苦拿这些折磨自己 是他没演过 是啊 阿音 借酒消愁愁更愁 先别喝了 还一还身子要紧 对 七人就当是和过去高谷别吧 那些不起眼的过去 已经是我全部的真心了 不过时间会冲淡一切 当然 一切都会被冲淡的 阿音 我们会一直陪着你的 恭喜诸位进入云尊的绝选 这云尊属天界五尊之一 乃天界至尊之位 南风帝君 今日另有要事 缺席大帝 委托老仙代为揭祥 他已事先与各家仙长 各司长殿一起 将心仪的人选 投进这浅云鼎中 还请诸位莫怪 有劳仙君了 恭喜了 穆月仙君 多谢 恭迎新云尊就位 恭喜恭喜 华叔代表四路殿 会全力配合云尊的工作 共护仙界平顺 有劳殿下 华叔殿下 蓝风帝君去了何处 帝君 他 他 他不让小仙告诉别人 别人 我家殿下与帝君的关系 你是忘了是吗 小仙不敢 帝君他这些天 一直在青龙台 从未归来 青龙台 这青龙台 为何会被云雾结界遮着 帝君究竟去了何处 帝君 尸查界 清谨擦 看当名神为上 不擒其职 恕用千范为下 蓝风 顿眼琢目不达实情 清谨擦 看当名神为上 恕用千范为下 不擒其职 恕用千范为下 蓝风 自领护灵剑损毁之罪 行刑未必 他者不得擅入 包臂界 那 难道 帝君已经知道 殿下与此事的关系 蓝风 袒护倩丝 是非 包 毙 你 蓝风 你已受戒三日 九九八十一道戒令 均已受齐 所犯过错 暂且勾销 不必过度自责 即刻返回履职 蓝风 有愧历代天地 知情传应收 有愧凤雁远之所多 自知德不配位 难堪此人 待凤雁归为之事 蓝风 此情离人 出色 对 日光 求婚 导致 不 祝神 我 你为何独自前去认罪苦修 还让侍从瞒着我 这官事情既已坏了 便收起来了 姝儿 我都知道了 那日我便觉得蹊跷 这好端端的官视镜 怎会突然失去灵力 于是我便亲自仔细查验 结果在上面 发现了一道很细微的纤粒 雀雨精水 你是怀疑我 这世间本就没有几样法器 能够抹出官视镜 雀雨精水 正是其中之一 此物乃是孔雀族的秘宝 非一般仙妖所能得到 况且 这天宫里 还有哪位孔雀族人 能有这般能力呢 我知道 你素来不喜欢阿音 所以你索性循迹 抹去镜中的画面 就是为了顺水推舟 将此事的罪责 推到本就嫌疑重重的阿音身上 可是姝儿 你知道你这么做 可是会让她一个无辜的仙士 遭受不白之冤吗 若不是古今和阿音 即使找到了破坏护灵剑的修魔者 此时险些掀起仙妖两劫的战火 你即使这么觉得 何不命三思审我 为何要自领罪责 我怎会忍心审你 其实早在这之前 我就已经试探过你 确定你身上 毫无与魔相关的气息 我知道 姝儿 你对护灵剑并非有所图谋 只是一身糊涂 才对阿音出手 如果是这样 我是完全可以把你拉回来的 你放心 这件事情我不会告诉任何人 但是也使我深深地辜负了封元殿下 对于我的信任 我已不能不追究此事 所以这一切罪责 由我自己来承担 你我犯下的罪过 将遭受的所有天前 皆由我来收留 这些罪责 这些年 你因为兄长自治平庸 负尽年迈 你花费了无数心血 为孔雀族筹谋很多 我若不在此位 我定会帮你分忧 但我既然接了这待天地之位 凡事就必须攻允 所以 在无尊投票中 我只能将票 投给德行更生的先决 你如此连政无私 不必你替我领这些罪法 你想如何惩罚我 你说好了 无论什么我都受得起 如果我罚你 嫁我为妻 有我来一生一世照顾你 你可愿意 你说什么 你都已经知道了 我是怎么样的人 为什么 为什么 姝儿 我所说的这一切 不是为了指责你 我只是希望你 不要再去伪装自己 我兰风爱的是你 全部的你 连同你的骄傲 你的敏感 你的不安 甚至是你身上所有的缺点 我都能接受 功过得失 我们一同面对 我只希望你不要藏在心里 独撑这一切 活得如此疲累 爱我的全部 爱我的全部 你以为你娶了我 我就会改变了吗 今后我更会借着天后之名 处处机关算尽 做尽唯利是图之事 那我 一会用我的权力去阻止你 免得你再伤人 伤情 那你最好爱我久一点 免得我成为太坏的 放心吧 有我在 我会一直拉着你 是 你还来找我做什么 上次帮你们换回护灵剑 我险些被发现 现在尸神花钟你们已经拿到 接下来无论发生什么 我绝对不会再参与了 怎么 不怕那小伙讽回归了 该做的我已经都做了 再这样下去 不用等到他回归 我定已经被仙界处置了 也罢 我答应你可以退出 不过 你得再帮我办最后一件事 这件事之后 你跟我之间一笔勾销 很简单 你只要引得闲善他们师兄弟三人 离开大泽山即可 剩下的事情 我自会找人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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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屎 飞点燃九星灯一事 一直未能开启 而今 师弟身子好转 我们应当立刻燃灯户脉才是 我已想听宫告叫 两位师兄燃灯之际 我会负责拱卫山门的 师父师叔 凤尹的镇吻塔 出事了 先去梧桐岛 不是 懂 突然 你 呢 亢 到今日辰时期 朕问他开始动荡不止 我在这里修复了半日的威艰奇效 所以 才命人去大泽山 向各位求助的 原来大泽山的鲜脉在这儿 果然是大泽山长将好厉害的屏障 还好有摩尊给我一道密府 封明长老 这圣魂塔为何会突发震荡 凤椅的先缘太久未归 圣魂塔的灵力越来越弱 时日积月累 才酿成此祸 那这圣魂塔可还有挽救的余地 需要凤椅的八分先缘 才能将其稳定下来 不然只怕不足半日 凤椅的肉身将负 永远地消失在三界之内了 凤明长 除了此法之外 可还有别的办法 可以暂时稳住凤椅的肉身 还有一个办法 但是 从未有人用过 需要旁的先军 两分先缘 逐逐到凤银的体内 长老 那我去 不可 师兄要主持山门大局 还是我来吧 两位长老装究都是外人 凤凰是我们凤足的领袖 理应 还是由我来献祭 你们何须争执 凤明有伤在身 若定要献祭先缘 古今择物旁贷 不可 阿锦 这仙缘一旦献祭进去 便再无法找回 此生将寿因仙缘离散 而仙缘震荡之苦 还是让我和你二师兄 我知道两位师兄疼我 但凤影仙缘散尽之时 本就因我而起 让我来献祭仙缘 也算是一种偿谎 再起来 小师姑 小师姑 秦衣 你怎么来了 这 这我哪出事了 小师叔要献祭先缘 留出凤影的肉身 分明张老说 要想留出凤影的肉身 需要他的八分先缘 可是如今还差两分 小师姑 我记得你上次说过 幽冥界无童数 你们能不能想想办法 去找到幽冥王 拿到他手里的先缘 否则 小师叔一旦献祭出去 将会先缘残缺 终身受震荡之痛 秦衣 你先别着急 阿建 阿建 严爽 你们最轻易回去 一定要阻止阿建 好 我救明姐 等等 你上次救了三生石 都没拿走新人 这次 我能有办法 我陪你 不用了 这一次 只有我能救他 我们必须快点 否则就来不及 阻止小师叔了 我答应用我一半的灵力 换凤影仙缘 小丫头 你已经知道了 水凝兽的那单灵力 就代表了兽影 你还愿意交换 我愿意 敖阁陛下不也是为了修炎 清尽所有 担惊劫绿吗 你知道 你在说什么吗 用明王威震三界 若不是您的允许 谁又敢在修炎楼 贩卖入宫殿的灵牌 那日我见了修炎 他的灵力十分微弱 而我们水凝兽 又有修复的能力 敖阁陛下 在修炎楼收集齐针 又煞费苦心 想要得到我的灵力 想必就是为了修炎 对吗 小姑娘 你终究还是来了 你终究还是来了 你这么做 那位师兄不会心疼吗 我的命本就是他唤醒的 我也愿意 帮他了却这种疏愿 我看了 此刻 弑神花宠应该种下了吧 弑神花宠应该种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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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静 你没事吧 是 师兄 这点痛我受得了 师兄 继续 住手 阿静 阿静 就独自去了幽冥界 阿静说的法子你知道是什么吗 阿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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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慢慢取出 等我取出后 再用幽冥界的遗形之术 送你去梧桐堂 必定能赶上 阿静 多谢 阿静 作为答谢 阿静 我有个礼物要送给你 阿静 阿静 我成下军了 但先例修炼还要顺应天命 所以我只能先帮你到这里 但若日后阿静还有什么需要 修炼必定全力相处 多谢奥哥陛下 你叫我什么 你叫我什么 我知道你就是奥哥陛下 我们水泥兽的灵力久人 便会留下气息 此前在修炼楼的时候 从那修炼楼主输送过灵力 小丫头 你已经知道了水泥兽的那单灵力 就代表了寿源 你还愿意交换 当时这枚血红斑纸上 就有我留下的气息 此斑纸绝不会有两枚 所以我便知道 你就是奥哥陛下 小丫头却是灵力 这万年来 发现此事的先君 你是第一个 不错 我确实是奥哥 但同时 我也是修炼 十一万年前 我与奥哥诞生于上古神界 本是一对双生兄弟 奥哥天命四生 我四面 我修炼 我奥哥 许此生为三界立心 为百姓立命 故万世太平 神界则定我为幽冥王 成为皇权的引路者 而奥哥为天宫之主 统率天界 后来 七万年前那场黄魔大战爆发 魔神鸣喜 与众魔冲破球渊杀率的封印 而帝眷 与奥和真神 恰好入室立街 都不在上古神界 只有我和奥哥 甩数万神价 下界平安 愚蠢 区区两个新人 妄图阻我 受死吧 好 奥哥 双眼 好好护着 走 双眼 好好护着 兵解之法 出身沉睡危险 三界留我二人守护 我绝不会让你屠戮三界 终于 我以兵解之法 重新封印出了救援 修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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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代价是我的内丹 四散于天地 奥哥找到了我的内丹碎片之后 不惜为我闯进生死殿 偷走生死部 找到了在人间历劫的一和真神 求他 以混沌之力为我凝聚内丹碎片 一和真神 求您救救修颜 你兄弟双生 但于乾坤台 司职乃天降而成 你思生 他思死 你是天地地心 生来你就长天地心 而修颜 则执掌三界历劫度恶 我若以混沌之力助修颜重生 那他在酝养神力 重新复活的这数万年 乃至数十万年 乾坤台将不会诞生新的历劫引路者 无人掌管历劫度恶 三界乃至神界 都将大乱 真神 那我可以替他做历劫引路者吗 我会修颜是双生兄弟 如果我孕养他的内丹 不输千年 修颜的神智便可清醒 到时候他可以借我的肉身掌管佣名 因我们乃双生 神力本源一致 熬阁便以他的身体为器皿 让颐和真神 将我的内丹随便聚在他体内 从此 我们一体双生 但因我是黄泉引路者 这段漫长的修复内丹期间 无人可在黄泉引路 双生陛下 于是敖哥自愿放弃天地的身份 来到幽冥界 代替我成为幽冥王 因为修复内丹需要大量的灵力 敖哥便修住了修颜楼 以入宫令牌 来换三界中灵力深厚的棋阵 以此来为我蕴扬内丹碎片 要不是这棵梧桐树 只怕我俩遭遇支撑无处 如今阿易有想要守护的人吗 都七万年了 三界沧海桑田 你这态度 却是一点都没变啊修颜 才七万年 才七万年 我们 永世都会在这里 你倒是心甘情愿 只是可怜了你的弟弟 我听说 他虚耗万年 为你修复内丹 却不知你的内丹碎片在我这里 你为了封住我 葬送自己的一生 还陪上弟弟万年光阴 值得吗 守护三界本就是我们两兄弟的使命 我相信幻诚敖哥 他也会这么做 我本以为神界都是些 道貌黯然 贪生怕死的家伙 却没料到还有你这般超脱之人 居然能使用兵解这等神法 不怕 修颜 七万年了 三界 早把我们忘了 你为了口中那三界 内丹散尽七万残 可三界又有多少人记得你的攻击 你不如放我出去 让他们重新认识一试 我既已为你重铸了肉身 你只要出去 与敖哥凝聚的内丹碎片合体 便能万好如初 再当三界之所 会不会类传的 摩神 你有超越生死的力量 仅用内丹碎片 便能为我重铸肉身 如此强大 我怎么敢放你出去 而且我不在乎三界是否还记得我 我只在乎 我能否封出这些剑 能多一人 是一人 禁报陛下 古今大闹前殿 敖哥 敖哥呢 让他出来 都聋了吗 敖哥 给我出来 阿姨 阿姨 你没事吧 阿姨 凤凌的仙人我拿到了 素素拿去征婚他 敖哥陛下 没有为难我 还帮我近身了 阿姨 阿姨 让他走吧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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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冤意味着什么 我知道 不过我算过了 还有五十年 足够去做我想做的事情 事已之刺 你放心 我就算寻遍三井 也一定会找到为你延续受冤之法 阿姨 神军那日 亲手掐断秦司 我便就清楚您的心意 也不打算再纠缠了 拿回凤影仙缘 并不是想要欠恩徒报 也不是想借此挽回你 你还是赶紧去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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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阿姨他 阿姨他为了两分凤影的先缘 跟幽冥王 以自己一半内担灵力做交换 白白折损了一半的寿命 什么 师兄 阿姨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原因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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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是幽冥王那边要这种条件 为何不早告诉我们 你是不是故意演这种苦肉计 就是为了让阿姨去交换灵力的 阿姨 说话 阿姨 师兄 我现在只想知道 有什么方法能让我在五十年内 为阿姨延续性命 阿姨恐怕 没有五十年了 师兄这是何意的 阿姨 你有没有想过 水凝兽早已绝迹六万年 为何阿姨会出现在我们后山禁谷 还有 这棵水凝兽丹 为何六万年里从未出客现世 七万年前那场伏魔大战 诸多仙兽不幸被灭族 而水凝兽便是其中一只 当年 阿姨的父母将尚未出客的阿姨 和他妹妹托付给了师尊 便离去父母 再也没有回来 那 师尊为何不让他们降世呢 这是阿姨父母的意愿 当年 当年 阿姨母亲怀着他们时 被魔所伤 后来 虽然勉强生下阿姨和他妹妹 但其实他二者的先缘 已被魔所伤 很难破壳而出 阿姨后来虽兴儿出世 可他的寿缘 最多也只是十年 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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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该让他降上 看过这世江后死去 还是该让他永远沉睡 阿姨的父母无法抉择 便留给天衣来听 他们求师尊将阿姨 奉于后骨 若他命中注定 能够破壳而出 那便是这孩子 开荡有此短暂的一生 此生祭遇 皆听天命 十年 阿姨卸了五年的收缘 已在世上有四年多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阿姨剩下的 竟然连一年都没了 我不信 这不可能 难道没有别的方法 可以救他吗 仙兽想要冲破寿元桎梏 只有化仙为神 化神肯定来不及 水凝兽仙体孱弱 这恐怕 就是水凝兽的天理命书 但我不信命 既然阿姨可以逆天而出 我也定有方法 可以救他 是啊 世尊 那么多的典籍 一定能找到法子的 书上没有 我和贤猪早就翻过了 书上没有 并不代表没有出路 碧波 碧波 就像碧波 碧波不就是个特例吗 水凝兽一族虽灭 但在这三界之内 还有碧波与他有血缘连结 我去紫月山找他 这个方法 我定要找出来 你 怎么回事 李阿姨延续寿源 没错 不 你是雪凝神兽 你可有办法 这是逆天而行的事啊 太难做到了 你要是有办法 告诉我 这个 有办法就说啊 碧波